三岁小道姑被师父逐出师门 不想刚下山就被人贩子给拐了去 但小道姑神圣叨叨地一直没人要 导致犯罪团伙最后被治安官抓获 此时的她正没心没肺地在橘子里狂炫泡面 人贩子也不清楚小道姑的来历 直到治安官帮小道姑采写作DNA对比后 才发现她竟然是帝都豪门家失踪的小青金 原来三年前徐婉清怀孕八个月时出了车祸 虽然保住了孩子 但徐婉清因伤势过重最终还是去世了 就在家人们悲痛欲绝之时 没想到刚出生的孩子也被人抱走了 而现在苦寻三年的孩子终于有了消息 你在家庭群里通知了这一情况后 连忙订了一张机票直达C市 一路兜兜转转终于来到了龙潭镇治安局 还没等进门就看见治安局门口 站着一个穿道袍的小姑娘 正水汪汪地看着你 爸爸 苏婉婉一蹦一跳地朝你走过来 不过走到你面前时又有些犹豫 她转过头看了看治安官 又从布包里面翻出了画像 将画像正对着你委屈地问道 爸爸怎么跟画上的不一样啊 画是老道士帮苏婉婉画的 老道士绘画不错 画得活灵活现 只是在看到画上的迪迦时 你一时间也猛低了 这玩意应该不算是人吧 可是看着小姑娘委屈巴巴的模样 你的心里也只有心疼 宝宝 难道爸爸和画上不一样 你就不喜欢爸爸了吗 苏婉婉歪着头想了想 然后摇摇头 哪声哪气地回答喜欢爸爸 说完又添了一句爸爸最好了 婉婉最喜欢爸爸 紧接着就在你的脸上巴唧一口 在来之前你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既怕女儿不喜欢你 又害怕女儿怨自己 把她弄丢了这么多年 然而现在女儿拥在你怀里 软软地说着好爱好爱你 瞬间老父亲的心软成一片 这时候你才注意到 小姑娘与众不同的把扮 左手捏着黄色扶纸 右手握着一把桃木剑 活脱脱的一个小道姑母样 但此时你还沉浸在 失而复得的喜悦中 也没再多想 在警察局做了笔录 和对好身份信息后 你就领着婉婉走出了治安局 镇上到城里 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因为来得匆忙 你根本没开车过来 而镇上也打不到车 没办法 你只能带着婉婉 去车站坐车到C市 妇女二人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你一双手死死地抱着自家闺女 宝宝对不起 你愧疚自己来得匆忙 很多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准备 长途车虽然干净整洁 可毕竟人多味道说不上多好 然而婉婉却昂起头 眼睛一眨一眨的 虽然不知道 下车后你带着婉婉 来到了提前订好的酒店 这是苏婉婉第一次进城 看着一座座 耸如云里的高楼大厦 不禁瞪大了眼睛 而你站在旁边 默默地陪着小女儿 婉婉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小声地问到爸爸 这些小姐姐手里面都拿的什么样 说完还吸了细块流出来的口水 看着小女儿嘴馋的模样 你的嘴角也了起了一亩笑容 是奶茶 宝宝是不是想喝 婉婉重重地点了点头 想那爸爸给你买 说完牵着婉婉 来到了一家奶茶店 苏婉婉人矮看不到招牌 于是你一把将她抱起 放在脖子上 再可以看到招牌后 选择困难症的婉婉同学 顿时纠结了起来 每种奶茶名字都好好听 都好想喝啊 爸爸我不知道选哪呢 似乎看出了婉婉的究竟 你问她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小家伙想也不想地回答了荔枝 你抬起头 看了一眼奶茶店的招牌 对着店员麻烦 给我女儿一杯荔枝啵啵奶茶 说完又补充一句要热的三分糖 店员是个小姑娘 当妇女二人进店时就注意到 父亲温柔有耐心 女儿可爱又懂事 再听到小姑娘要喝奶茶 店员赶紧点了点头 还没转过身 就听见穿得倒袍的小姑娘 软软地开口谢谢漂亮小姐姐 店员小姐姐小脸一红 回了一句小妹妹你也很漂亮 听到店员小姐姐的夸赞 晚晚黑黑笑了起来 捂着脸躲到了老父亲的怀里 这一幕把店内的不少人都笑了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众人寻声看过去 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 看什么看 女人见大家都看向她 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你一个穷鬼装模作样的干什么 选了半天就选了一杯最便宜的 要我说没钱喝奶就不要喝 害得我在这里排了这么久的队 女人说完抬了抬自己的墨镜 晚晚歪着头 忽然从苏季州的怀里挣扎着要下来 你怕摔着小姑娘只好把人放下 下地后的小姑娘 哒哒哒地跑到了女人的面前 姐姐你眼睛上戴的是什么呀 还没等女人回答 晚晚又问到姐姐你戴这么黑的东西 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吗 以前天桥下行片的 倒是戴的就是跟姐姐一样的东西 小姑娘说起话来气死人不常念 关键是一张嘴 还在巴巴巴地说个不停 眼看着女人的脸色越来越黑 不知道是谁突然笑出了声 哈哈这小孩都死了 就是怎么能一本正经地说大实话呢 女人顿时恼羞成怒 巴掌高高扬起 周围的笑声戛然而止 谁也没想到一个大人 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动手 这一巴掌要是落在小孩身上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顿时你心跳都慢了半拍 就在你要冲过去时 没想到的是 晚晚竟然徒手抓住了女人的手腕 姐姐打人是不对的 下一秒就歪着头认真说道 你要是再不道歉小心我打牛 众人见状都开始窃窃私语 这他们就是用着最软蒙的语气 说着最狠话了 还有这女人也太没用了吧 竟然被人家小孩一只手就给擒住了 要是女人知道众人心里的想法 估计得冤死 别看素婉婉人小手小 但是那力气实打实的 她觉得自己的手腕 像是被钢铁给焊住动弹不得 另一遍你也冲了过去 眼疾手快地把二人分开 怕女人再有动作 于是将孩子死死护在自己的身后 这时小家伙还扒拉着老父亲的裤子 露出一个小脑袋姐姐 不道歉你会倒霉的 我凭什么要倒 话因为落墨镜与惨叫一声 一个中年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店里冒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给了墨镜们一个巴掌 戴着墨镜的女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结果又挨了几巴掌 老娘告诉你 你要是在勾引我丈夫 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再把你身份信息送往上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不少人拿出手机开始偷拍 有人在底下窃窃私语 没想到这女人还是小三 活该被打 但墨镜的女人捂着脸就跑了出去 正好这时候奶茶好了 苏婉婉抱着奶茶 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 紧接着眼神一亮真好喝呀 说婉把吸管凑到了你的嘴边 养着头奶生奶气地说着爸爸喝 十分快乐地抱着奶茶走出了门口 回到酒店十天已经黑了 吃完饭后给宝贝女儿洗漱完后 妇女二人躺在床上 你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小女儿躺在她身边软软的香香的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老爷子打来了视频电话 你刚按下了接通 下一秒就传来了老爷子中气族的声音 快给老头子看看 我们苏家的宝贝疙瘩 老爷子今年七十三 也算是高龄 这些年家里频发变故 老爷子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这几年一直待在老宅 几乎没有出过门 这还是三年来 他第一次听到 老爷子用这么中气十足的声音 对自己说话 苏吉周把摄像头对准苏婉婉 远在帝都的老爷子 立马就看见屏幕里 出来了一个精雕欲拙的小姑娘 苏吉周见婉婉好奇地 盯着他手中的手机 不免心中一软 婉婉叫爷爷 小丫头一点也不认声 干脆地喊了一声爷爷 这可把老爷子给乐坏了 老爷子哈哈笑着 丫头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到时候爷爷来接你好不好 老爷子和苏婉婉聊了一会儿 爷孙二人你来我往 相处十分融洽 没多一会儿 婉婉脸上带着一丝倦意 打了个哈欠后 老父亲果断挂断了视频 婉婉累了就睡觉 说完和婉婉一块躺在大床上 过了一会儿 苏吉周就看见小女儿胸口来回起伏 小手握着贴在胸口上 本以为自己会像以前那样无眠 可没过多久 困意来袭 她也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她再次睁眼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苏吉周下意识地往旁边伸了伸手 结果摸了个空 瞬间 她大脑一片空白 身体却反应十分迅速 苏吉周从床上弹座而起 目光看向自己空荡荡的旁边 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 苏吉周冷汗直流 脸色苍白的吓人 爸爸 门口一道稚嫩的声音 差点让她喜极而泣 婉婉见自家老父亲脸色苍白 担忧地上前查看 冰凉的小手贴在老父亲的额头上 紧接着有模有样地握着手腕把脉 那一本正经的模样 别提有多可爱 苏吉周看见女儿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见婉婉的模样也十分愿意配合 过了几分钟 苏吉周倾咳一声 询问说 怎么了 苏婉婉没出声 只是一直盯着苏吉周的脸看 天庭饱满 山根高阔 爸爸是大福之人 苏吉周被婉婉的小模样逗笑了 揉了揉婉婉的小脑袋 忍不住笑道 婉婉真厉害 还会看相 婉婉丝毫没听出这是调侃 因此 煞有其事地点点小脑袋 我和师父学了一点点像术 说着 伸出一只指头 真的只有一点点 向来不苟言笑的苏吉周 被小女儿这般做态给惹笑了 不过 婉婉忽然开口 看了一眼苏吉周 认真说 爸爸要注意身体 少喝酒 苏吉周脸色一僵 自从妻子女儿接连出事以后 她便无心管理公司 因此 把公司事务 接连丢给大儿子 以及老爷子看管 这三年里 她没少喝酒 小女儿的话 顿时让苏吉周有些忐忑 来不及多想 苏吉周赶紧到 爸爸以后不喝酒了 宝宝原谅爸爸好不好 好 婉婉重重地点点头 苏吉周起床后 帮女儿洗漱完 也开始倒腾自己 婉婉今天穿得还小道袍 头上的小啾啾 被放了下来 乌黑柔顺的头发 披在肩膀上 二人在房间用过早餐后 就背上布包出门了 苏吉周一身西装 身后背着一个深黑色的布包 妇女二人走在路中央 路过的行人频频回头 老父亲非但不尴尬 反而还一脸得意地 抱着自家闺女进了商场 老父亲直奔童装区 挑了几件颜色洗人的套装 没一会儿 幻衣间里便出现了一个 圆滚滚的红色小团子 小团子看见他 像个炮弹一样朝他冲过来 苏吉周即使做好了准备 还是被小家伙冲退了好几步 爸爸 碗碗好看吗 好看 苏吉周揉了一把碗碗 付款后就带着碗碗离开 下午一点的飞机 现在时间还很宽裕 苏吉周干脆带着小家伙 去了附近的美食城转了一圈 出来的时候 苏吉周手上提着大大小小的口袋 一身昂贵的西装也皱巴巴的 只是看着女儿 一口一个小蛋糕吃得惬意 好心情一直没断过 碗碗的七星剑带不上飞机 苏吉周一时间有些为难 他问过苏碗碗 这是人家师父的遗物 那他能丢吗 显然是不能的 只是没想到女儿这么贴心 知道自己不能戴上七星剑后也不闹 苏吉周想了想 小心翼翼地商量道 我们把七星剑寄回去好不好 等过两天碗碗 就能看到七星剑了 苏碗碗歪着头想了想 手上掐纸 过了会儿才点点头 好 他刚刚已经算了 他的七星剑两天后就能到家 碗碗这么乖巧 这么懂事 可把老父亲心疼坏了 二人一块寄完快递后 才匆匆忙忙赶上了飞机 碗碗第一次坐飞机 看什么都觉得好奇 碗碗靠窗坐着 一双小手扒拉着窗户 爸爸 这窗户怎么打不开啊 说完 准备上手试试 果然是妇女怜心 苏碗碗还没开始干坏事 就被老父亲一手阻止了 宝宝 飞机上的窗户 是不能打开的 碗碗听了这话 有些不理解 那不会闷着吗 苏继周 不会 那要是闷着了怎么办 老父亲 应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小孩正是什么 都想知道的阶段 饶事苏继周 在商场上混迹这么久 可是对小女儿 接二连三的问题 都有点招架不住 还好最后飞机起飞 苏碗碗被窗外的景色 给吸引了 老父亲顿时松了口气 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虚寒 苏碗碗撑着脑袋 看向窗外 没过多久 又冷不定地问道 爸爸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吗 苏继周点点头 碗碗疑惑了 那我怎么没看见妈妈和师父 苏继周眼神一暗 一时间有些语色 他知道 碗碗的师父 或许真的有些本事 因此才会告诉碗碗 自己妈妈去天上 然而现在 女儿眼神单纯 似乎并不清楚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苏继周心里正想着 自己应该怎么安慰女儿 还没开口 就见女儿握着自己的小拳头 在座椅上打了个窝窝 小包子脸不开心地皱着 哼 师父又骗小孩 苏继周见苏碗碗没哭 心里松了口气 他也没再提这件事 三小时后 飞机平稳下地 机场人很多 苏继周害怕小姑娘走丢 想把小姑娘抱在怀里 可是碗碗却摇摇头 坚持要自己走 苏继周只好死死地牵着碗碗 一点也不敢松手 妇女二人的模样 都成了众人的焦点 有的甚至还拿起了手机偷拍 苏继周前些年活跃在财经报纸上 虽然认识的不多 但发在网上 难免会被人扒出来 他倒是无所谓 只是怕碗碗害怕 他低下头 正好看见碗碗的小脸 正对着偷拍的镜头 似乎反应过来 朝着镜头比了个耶 这可把偷拍的小姐姐乐坏了 卧槽 这小孩真的太逗了 男人也好帅 呜呜 我也好想拥有这样的女儿 苏继周看了一眼偷拍的小女生 发现偷拍并没有恶意后 也就随她去了 走出机场 苏继周看到了自家的车停在对面 老爷子站在车外 乐呵呵地朝他们招手 爷爷 小家伙的反应明显更快一步 轻轻松松地震开了苏继周的手 朝老爷子跑过去 苏继周只觉得手上一空 抬眼看过去 就见那红彤彤的小团子脚下 飞快朝她跌跑过去 她刚准备出声 就听见四面八方传来一阵惊呼声 随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一个举着刀的男人 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手中的尖刀在不断挥舞 不多时 那把蹭亮的刀刃沾满了血 男人已经沙红眼 周围没人敢靠近 而晚晚还在中间 眼看着就只有几步的距离 晚晚 苏继周心脏漏了半截 不顾一切地冲上前 然而距离太远 男人已经把苏婉婉抓进怀里 锋利的刀刃指向苏婉婉的指尖 这一举动 把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纷纷站成了一个圈 没人敢靠近 然而苏婉婉本人比任何人都猛 她感觉自己跑着跑着 双脚就脱离了地面 紧接难闻的血腥味 充斥鼻尖 苏婉婉闻了两下 整个人都充满了抗拒 乌拉乌拉的警铃声 在周围响起 四面八方瞬间涌入了许多黑色车辆 大批的警察把群众挡在后面 木仓口对准男人 男人身体明显一降 手上的力量更紧了 你们都不准过来 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 说着 刀刃刺入苏婉婉的脖梗 苏婉婉顿时感觉脖子一阵刺痛 温热的血从脖子中流出 婉婉嘴角一撅 大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 这时 老爷子也走了过来 身后还带着十几个保镖 只要你不伤害我女儿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苏继周目着脸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然而 他放在身后的手 却在不停地颤抖 男人架着刀 也没人赶上前 苏继周只能拖延时间 给警方更多的时间想办法 男人似乎看出了苏继周身份不一般 直接道 给我准备一辆车 和一百万现金 给你半小时的时间 不然我不介意跟你女儿同归于尽 晚晚听完 脸上满是震惊 一百万 这位大叔 也太能想了吧 他艰难地抬头看了过去 只能看到 男人捧头面垢 脸上还有一道害人的刀疤 男人似乎感受到了 怀中小孩的视线 低下头 恶狠狠地说 看什么看 这下子晚晚看清楚了 男人头顶额头 围绕着大量黑雾 硬堂发黑 山根低而窄 一看就是大奸大恶之人 苏晚晚忍不住道 说 你马上就要倒霉了 说 你是我见过最倒霉的人了 说 师父说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发疯的男人忍无可忍 低下头大喝一声 闭嘴 这他妈谁家的小孩 话怎么这么多 男人被吵得脑瓜子疼 苏晚晚被吼了以后 也不见害怕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不听婉婉言 吃亏在眼前 说完 他伸手抓住男人的手 男人大惊 下意识地想到正开 然而 他的手像是被一块烙铁 死死焊住一般 下一秒 他感觉自己手腕一疼 手中的刀啪哒一下落到地上 男人慌忙之下 只能把苏晚晚放到地上 自己去捡刀 然而刚蹲下身 地上的刀就被婉婉踢飞 碰 男人的目光 刚跟苏晚晚对上 小姑娘先是朝他笑了一下 然后手上直接发力 男人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一个狗吃屎 摔到了路面上 右脸被尖锐的石子 划出了模糊的血痕 他就这么被一个小孩 给丢了出去 苏继周反应十分快速 见男人倒在马路上 他赶忙跑过去抱女儿 婉婉 苏继周看着婉婉脖子上的伤口 眼圈顿时红了 爸爸 我没事 婉婉本人相当淡定 好在大家都把注意力 放到了持刀男人身上 并没有注意他们的方向 一旁的老爷子 可没这么淡定了 他见自家小孙女的脖子 还在流血 生怕有个意外 赶紧吩咐周围的保镖 道 赶紧送医院 临走前 婉婉看了一眼 被警察摁在地上的男人 摇了摇头 自作孽 不可活 因为机场外发生的突然状况 就进医院挤满了人 婉婉乖巧地让医生看脖子 中途连眼睛没有眨一下 医生 我女儿没什么吧 医生脱掉一次性手套点了点头 脖子上的伤口不深 没什么大问题 过几天结痂后不要挠 不然以后会留疤 因为医院人手不够 大批伤者还在不断赶过来 医生交代几句后 就离开了 这次突然事故 被不少人拍了视频 上传到了短视频上 纷纷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等晚晚从医院出去的时候 今天的突发事故 已经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 视频里机场外到处都是血 洒满了一路 新闻报道中显示 光是抢救无效 死亡就有七人 重伤轻伤无数 热度还在不断上升 网友们对此讨论十分激烈 这也太可怕了吧 见人就看 我是学心理学的 看了不少视频 可以确定 这男人已经杀红眼了 遇到这种人 真的倒霉 只有我一个人 怀疑视频是真是假吗 现在小孩都这么厉害 被人用刀子抵着脖子 不哭不闹 最后还把人给丢出去了 楼上的 警方通报的 还有假 视频里的男人 当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说不定累了呢 再说了 人类满几小孩还少吗 就是 说不定人家只是力气大了一点呢 狗头 虽然我知道这时候说 这些不好 但是仔仔真的好可爱啊 简直就是 我的梦中情娃 评论质疑归质疑 但大家更多的关注点 是在男人身上 一直到晚上 热度都没有消散 反而热度 比之前还高好几倍 婉婉回到别墅的时候 人已经睡得迷迷糊糊的了 但车子刚停在别墅门楼 苏婉婉猛地惊醒过来 他抬眼望向车窗外 只见别墅大门口 开着两盏暖黄色的灯 小路上全是婆娑的树影 在惨白的月光下 看着有些甚人 然而 苏婉婉的关注点 并不在这里 而是在别墅的周围 到处都是弥漫着的黑雾与阴气 大凶之兆 苏婉婉的目光 不曾一动丝毫 老爷子以为婉婉 被别墅的氛围吓到了 不禁骂道 早就让你把树给砍了 现在好了 把我乖孙女给吓到了 老爷子上一秒 还早恶狠狠地教训儿子 结果下一秒 就对着小团子一脸慈祥 婉婉不要怕 爷爷抱你进去好不好 婉婉看了一眼老爷子 点点头 伸出一双手 环绕在老爷子的脖子上 老爷子掂量了两下 婉婉的屁股 开心极了 刚下车 老爷子就感觉身上一凉 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害怕乖孙女也冷着了 便将婉婉抱进自己的大衣里 加快脚步进了别墅 苏婉婉看了一眼 老爷子身上的黑雾 皱了皱眉 小手轻轻一扫 阴气荡然无存 然而苏婉婉并没有放松下来 她只有三岁 小脑袋里能装的事情不多 但是她知道 屋子周围全是黑雾和阴气 沾染上了小则生病 重则暴湿荒野 老爷子周身有微弱的金光 可见平日里心善 一般来说 黑雾和阴气不会缠上她 然而刚才老爷子 只是在屋外站了一会儿 黑雾和阴气 便像牛皮糖一样 沾着就不放了 不像是自然染上的 更多的像是 人为 玩玩想着 眼皮越来越重 只不过临睡前 还不忘从自己那个布口袋里 掏出几张黄色的符纸 给爷爷和老父亲 一人发了一张 爷爷和爸爸 一定要戴在身上哦 老爷子拿着符纸 一脸奇怪地看着苏季周 苏季周倒是接受良好 将符纸对着 放进了口袋里 弯下腰揉揉小姑娘脑袋 好 爸爸一定随身戴在身上 说完 他又看向老爷子 解释说 收养玩玩的是个道士 老爷子瞬间明白 也赶紧点点头 嗯 爷爷一定会认真放好的 玩玩这下子满意了 打了个哈欠 眼睛马上就要合拢 见玩玩来了困意 老爷子便把他放进了 苏季周的房间 确保玩玩已经熟睡以后 老爷子才道 你来一趟书房 书房里 苏季周把这两天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爷子 老爷子听后 怒急返笑 这李春梅怎么好意思 说这种话 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联系了律师团 虽然现在还没有买卖同罪的法律 但他也休想在作恶 苏季周早早就安排好了律师团 现在李春梅那件 估计一团乱了 老爷子听后 沉默了半晌 最后叹了口气 晚晚回家了 你也该收收心 明天就回公司 苏季周本来想拒绝 可是想到了什么 还是答应了下来 两爷子谈话的时间很短 没一会儿 苏季周就从书房里出来 回到房间洗漱一饭后 出门便看见 晚晚身上盖着一层薄被 脑袋露在外面 一双小手放在耳朵边 因为房间开着暖气的原因 一张小脸红扑扑的 苏季周小心翼翼地上床 轻轻地地在晚晚的额头上 亲了一口后 也躺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 苏季周神清气爽 她感觉有些神奇 这三年来 她睡眠状况一直不太好 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 然而 这几天有闺女在身边 她终于能睡好觉了不说 还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见小女儿还在睡觉 苏季周轻手轻脚地下床 洗漱完后 就看见小女儿 正坐在床边看着自己 下一秒 苏婉婉笑呵呵地张开双臂 爸爸抱 苏季周的内心软成了一片 赶紧走过去 从床上把小团子抱起来 一番洗漱后 小姑娘穿着白色的小棉袄 一蹦一跳地下楼 苏季周害怕婉婉摔倒 一直在旁边牵着 哪怕一个要摔倒的动作 都差点吓得老父亲魂飞魄散 好不容易下了楼 婉婉立马闻到了香味 她垫着脚尖 发现自己还没有餐桌高 于是只好看看餐桌 又看看自家老父亲 爸爸 抱婉婉声音软软糯糯的 苏季周哪有不从的道理 于是将婉婉抱在凳子上 结果发现 婉婉的脑袋和桌子平行 老父亲老父亲只好把婉婉抱起 放在自己腿上 爸爸 这个是什么 婉婉盯着面前的三明治问道 三明治 苏季周拿了一块过来 询问道 婉婉要吃吗 要 婉婉就着苏季周手上的三明治 咬了一口 巴唧巴唧嚼了两下 下一秒 婉婉艰难地把口中的三明治吞了下去 眼泪汪汪的 看着苏季周 巴巴 不好吃 女儿不爱吃三明治 是苏季周没想到的 毕竟几天相处起来 她给小团子买的任何东西 小团子都十分赏脸 苏婉婉不爱吃 苏季周没有面前 她也不浪费粮食 把剩下的三明治 三下两下的吃的 然后吩咐家里的佣人 给小姐蒸几个包子 再来一杯豆浆 苏家别墅很大 光是佣人就有二三十个 餐桌上的三明治 也不怕吃不完 厨房的动作很快 按照苏季周的要求 很快就把包子端了出来 包子比平常的包子还要小 皮薄线多 馅儿都是小孩容易刻画的 晚晚一口一个 吃得十分高兴 不过在晚晚吃下 第十个的时候 晚晚就不再吃了 而是开始低头喝豆浆 苏季周虽然也在吃早餐 但是目光却一直向下 她看着小女儿喝豆浆的时候 眼睛明明还在 不停地盯着餐桌上的包子 但是依旧不肯伸手拿 她坚持过小姑娘的饭量 知道这几个包子小姑娘 肯定没吃饱 苏季周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害怕小姑娘身体不舒服 于是道 宝宝 还要不要再吃一个 晚晚眼神像包子看了过去 咽了咽口水 可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不了 剩下的给爷爷吃 感情是为了这事 苏季周一瞬间哭笑不得 他解释道 爷爷年纪大了 现在还早休息 等爷爷睡醒了 自己会下来吃 家里佣人这么多 还饿不着老爷子 说着 苏季周把装有盘子的包子递了过来 乖 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晚晚一听 眼睛疏得一下亮了起来 伸手拿了一个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直到吃到第二十个的时候 晚晚这才打了个宝格 十分舒坦地摊在苏季周身上 苏季周有些好笑 摸了摸小团子的肚子 感受到肚子微微隆起 确定他没吃撑后 松了口气 正在这时 晚晚突然感叹道 还好爸爸有钱 不然都快养不起晚晚了 说着 有的苦恼地皱起小眉头 都怪晚晚太能吃了 苏季周瞬间哭笑不得 揉了揉小团子的小肚子 就算是一百个晚晚 爸爸也养得起 晚晚听了这话 瞬间从苏季周的身上爬起来 目光与老父亲对视 十分认真的说 爸爸只有晚晚一个女儿熬好 爸爸只有晚晚一个女儿 说完 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道 爸爸待会儿要公司上班 晚晚要去吗 晚晚想也不想地点点头 要 老父亲对女儿的回答十分满意 立马在女儿的脸上巴唧一口 惹得怀中的小团子 在他身上笑得开怀 于是 吃完饭的父女俩 坐着车来到了公司 而另一边 稍稍起晚的老爷子 一大早起来 没看见儿子孙女 一打听才知道 两人早早地就去了公司 这可把老爷子气坏了 恨不得立马把人从公司抓回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父女二人 此时已经到了公司 晚晚被苏季周 从车上抱了下来 刚下车 晚晚就被眼前的建筑 给震撼到了 眼前的建筑 比他之前看到的还要高 还要大 晚晚嘴巴微张 忍不住问 爸爸公司在这里面吗 苏季周摇摇头 淡定道 这一撞都是爸爸的 晚晚挖了一声 然而还没挖完 老父亲又道 左边和右边 都是我们家的 小家伙还分不清左右 但是看着周围的建筑 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 爸爸 你真的没骗小孩爱 苏季周被小团子这句话 弄得有些迷糊 下一秒 晚晚又道 师父说的没错 爸爸果然是有钱人 苏季周听后 心情多多少少有些无奈 他捏了捏小团子 小脸上的小奶镖 忍不住问 怎么了 难不成你师父 还把你饿着了不成 晚晚摇摇头 眼中有些疑惑 不明白老父亲 为什么这么问 他极力解释 自己师父的清白 没有啊 晚晚师父 没有饿着晚晚哦 他怕晚晚饿着 走的时候 还给了晚晚 一张黑色的卡 说是可以买 好多好多吃的 晚晚说着说着 就有些生气 小拳头捏得死死的 哼 晚晚卡都还没捂热呢 就被坏人抢走了 苏季周显然不知道 还有这事 但是脸色疏得下沉 只是语气依旧十分温柔 晚晚的卡 被谁拿走了 就是把晚晚 丢给何穷哥哥 那个坏阿姨啊 他可坏了 抢了晚晚的卡 还不给晚晚买好吃的 晚晚的小包子脸皱着 看得出来 小团子是真的生气了 苏季周赶紧安慰晚晚 只是心里终于理清楚了 他之前还有些疑惑 明明晚晚一岁时 就被李春梅 丢给了老道士 怎么老道士死后 又领养了小团子 原来问题 都出在那张卡上 这种人舌心不足 小孩的钱 也敢昧着良心吞下去 苏季周越想越生气 但是对着晚晚 却一脸宠溺 晚晚乖 爸爸会让这个坏阿姨 哭着把卡送回来 晚晚挠挠头 心想不愧是他爹 连想法都跟他一模一样 小团子窝在苏季周的怀里 黑黑地笑着 像只小猫仔 又软又狡猾 苏季周走到公司门口 还没等他进去 就被保安拦在了外边 先生 请这边刷卡进公司 保安才来公司任职一年 根本不认识苏季周 见苏季周 竟然想走绿色通道 一时间 保安的眼神有些鄙夷 他来苏氏集团上班 也不是一两个月了 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利用各种理由进去 既然苏氏集团 给了他这么高的工资 那他能随随便便 放这些闲杂人等进去吗 苏季周抱着女儿 眼中闪过一丝无可奈何 紧接着解释道 我是公司的董事长 保安听了 吃得一声笑了出来 那我还是董事长儿子呢 保安黑黑一笑 带着一丝调侃 从我上班以来 你是第十七个 说自己是董事长的 不过 你倒是比其他骗子 会做功课 看着西装穿的 人母狗样 董事长 保安的话戛然而止 他赶紧转过身 不可思议地 望向从电梯里 急匆匆向他们 跑出来的董事长助理 不 不会这要巧吧 保安欲哭无泪 哪有上班带孩子的 呜 董事长 您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啊 要是总裁知道您来 肯定会很高兴的 保安 他的小手卷呢 应 助理小王终于注意到了 挡在门口的保安 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还站在门口 保安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脑子里都在想 辞职性格是怎么写 没事 你去忙吧 苏继周也不是小气的人 知道是乌龙 也不在意 拍了拍保安的肩膀 语气听不出什么情绪 好好工作 说完 抱着晚晚进了公司大厅 等电梯下来时 苏继周忽然道 我听说这几年 很多人都想冒充我 怎么回事 小王一愣 反应过来解释说 都是些小企业 没有预约 就想上公司和总裁谈合作 小王有些奇怪 询问道 董事长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苏继周想到刚才的事 轻壳两声 笑了笑 没什么 刚才站在楼下和保安聊天 那小伙子告诉我的 小王 这一下子 轮到小王震惊了 以前的董事长 还会和一个小小的保安闲聊吗 这一看不知道 看了一会儿才发现 他们董事长 还真的不一样了 以前说话做事 虽然慈眉善目 看着很好相处 但是跟着苏继周 做了这么多年的助理 小王却清楚 苏继周看似平易近人 其实很难相处多久 但是再次回来 董事长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脾气肉眼可见的变好了不说 周身还散发着 不可忽视的慈腹光芒 小王下意识看了一眼 窝在苏继周怀里的小团子 不禁想难不成这三年 董事长和夫人 看着在家的几个小子痛心不已 实在憋不住 又再次为爱鼓掌了 苏继周平日里的生活十分低调 以至于小王甚至媒体只知道 苏继周除了有个夫人和长子苏继怀外 其他消息根本一无所知 即便是小王这种助理 也不清楚苏继周的私生活怎么样 苏继周也从来不会谈起 不过经常会在他们这帮助理和秘书之间 嗅嗅自己与夫人之间的恩爱 小王张了张嘴 看着面前的小姑娘 忍不住问道 这孩子是 苏继周嘴角一扯 似乎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道 这是我小女儿 婉婉 婉婉也看了过去 丝毫不怕生 干脆道 叔叔好 小王心里像是被什么击中一般 竟然感觉呼吸不畅 去黑的脸上有些发烫 婉 婉婉也好 一个大男人 竟然在一个小团子面前磕巴了起来 见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家闺女 苏继周自豪极了 走到办公室 把婉婉放在软软的沙发上 然而婉婉第一次爬这么高的楼 小脚丫子并不安分 她只是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就迈着小短腿 啪哒啪哒地走到窗边 苏氏集团的窗户 全是大片的落地窗 办公室在顶层 看得视野更加广阔 加上办公室整整三百多平 婉婉婉绕着窗户 跑了几个来回 就有些累了 苏继周一边办公 一边注意女儿的举动 见女儿吐着小舌头 赶紧到 去给晚晚接杯温水 然后多拿些点心过来 小王忙不迭视地点点头 赶紧出去了 没一会儿就端了一杯温水 和一盘点心过来 看见点心 晚晚的肚子硬紧地叫了起来 苏继周嘴角一抽 他如果没记错的话 早餐吃完才不到两小时吧 小姑娘这就饿了 宝宝 你先吃点点心点点肚子 等爸爸忙完了 再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好 知道老父亲很忙 晚晚也没有闹着要他陪 他坐在毛茸茸的软垫上 伸手去拿里 盘子里的小点心 吃到好吃的 还是忍不住 拿给自家老父亲尝尝 爸爸 你尝尝这个 爸爸 这个也好吃 爸爸 张嘴挖最初苏继周 还会赏脸吃两口 结果没想到 小团子像是找到什么乐趣了一般 一个劲地对他投喂 自己没吃多少 倒是先把他给喂饱了 等晚晚再次投喂的时候 苏继周果断拒绝了 宝宝 你自己吃 晚晚认真看了自家老父亲几眼 见对方真的不想被投喂后 这才把点心塞到自己的口中 苏继周坐在办公椅上 微不可见地松了口气 晚晚将小点心一口一个 苏继周每次看向他的时候 都能被晚晚发现 小团子抬起头 张着嘴朝他笑 过了会儿 晚晚估计坐不住了 走到苏继周面前 双手扒拉着老父亲的大腿 爸爸 我想出去走走 苏继周也没多想 毕竟晚晚这几个小时 已经把办公室里能玩的 都玩了个遍 小王带着晚晚在公司里逛逛 好 说着 小心翼翼地牵起小团子的手 顿时就被面前这个人类 小幼崽的手给惊讶到了 又软又白 这就是人类幼崽吗 然而 在他刚出办公室门后 便开始后悔了 小团子脱离了老父亲的视线 撒丫子就跑 别看小团子只有三岁多 但是跑起不来 毫不含糊 眼看着马上就要追上小团子了 哪知道小团子突然左脚踝右脚 啪击一下就绊倒了 小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小祖宗这么小 不会哭了吧 小王没有丝毫犹豫 把小团子抱起来 他上下检查了一遍 晚晚有没有受伤 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晚晚的小脸上 小团子嘴巴高高撅起 眼睛里蒙了一层水雾 完了 董事长家的小祖宗 要哭了 小王大脑一片空白 然而一点安慰的话都想不起来 只能直愣愣地把人抱着 预想中的暴风雪并没有降临 只见小团子吸了吸鼻子 伸出双手拍了拍自己的GOGO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哼 都怪你 小王 人类又在这么可爱吗 等苏安婉教训完自己的GOGO 就开始扭着小屁股要求下来 小王害怕小团子再次摔倒 说什么也不肯将他放下来 然而小团子坚持自己走 再三保证自己不会乱跑后 小王这才将信将疑地把人放下来 让他自己走前面 晚晚没有食言 一路上乖得不行 小王走在后面 突然口袋里传来了一阵铃声 他刚挂断 迎面就走来了一个西装皮履的男人 二人见面聊了一会儿工作 突然想到了什么 西装男忽然问道 对了王助理 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小王笑了笑 我帮董事长看孩 下一秒 小王看着空空如也的走廊 睁大了眼睛 孩子呢 小王把老板孩子弄丢了 自然不敢隐瞒 赶紧回去告诉了苏继舟 相对于小王的紧张 苏继舟可算是淡定很多 让小团子出去 他就猜到了结果 于是让小王在公司群里 留意小孩的动向 一边调取监控 而另一边 总裁办公室内 苏婉婉手上 拿着软软的小蛋糕 一口一个 扒击两下就解决了 苏起怀揉了揉发酸的眼眶 深吸一口气 陈生问道 你怎么进来的 婉婉文言 抬眸看去 办公室里 苏起怀坐在一辆轮椅上 一身黑色西装 漆黑的毛子 一眨不眨地盯住眼前的小姑娘 冷漠而疏离 婉婉也不害怕 拿起旁边的湿纸巾擦了擦手 然后迈着小短腿 跑到苏起怀身边 手上掐指算了一会儿 紧接着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掐指一算 你是婉婉的亲大哥 苏起怀脸色一冷 然而腿边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还扒拉着她的裤子 想要上来 然而 小姑娘身高不高 腿也短 愣是爬了半天都没爬上去 罕见的 苏起怀眼中含着一丝笑意 我没有妹妹 下去 说着 一只手捏着小团子的后领子 就这么把人提了起来 苏起怀自然双腿没有知觉 可是手上的力气却很大 单手提个小孩不在话下 小团子在空中扑腾了两下 最终泄了气 那大哥要怎么才能相信婉婉吗 小团子有些委屈 大眼睛里含起了水雾 像是下一秒就要大哭一般 苏起怀从来没接触过人类幼崽 更不要这么小的一团小团子 见婉婉要哭不哭的模样 眼中闪过一丝慌张 连忙把小孩放到地上 正在这时 办公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了提示音 他打开一看 丑见竟然是寻娃启士 他第一个想法 就是哪个员工这么大胆 上班竟然敢带个奶娃子 结果仔细一看 竟然是他爸发的 饶士一向脸上没有波动的苏起怀 这次也睁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小团子 他盯着面前水汪汪的婉婉 向他招了招手 欲气低了几分 你过来 婉婉撅着小嘴 可身体还是很听话的过去 仰着头 可怜兮兮地看着苏起怀 苏起怀心里像是被小鹿撞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弯了弯腰 伸手把面前的小团子 抱在了自己的腿上 他打亮了眼前的小团子半天 眼圈突然就红了 宝宝能回来就好 婉婉不懂 大人们为什么看见 他就哭鼻子 他看着家人哭 自己的小鼻子也酸酸的 大哥不哭 婉婉在呢 婉婉用小手掌 在大哥的脸颊上擦了擦 结果发现 大哥眼泪越流越多 这可把小团子急坏了 好在这时候 苏起怀的手机一响 打破了这种气氛 苏起怀看到来电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接通了电话 爸 妹妹在我办公室 嗯 中午的时候 我给您送过来 好 一块吃个饭 父子二人交谈了十几分钟 这才挂断了电话 婉婉歪着头 听两位大人的通话 听见老父亲 继续让自己待在大哥这里时 肉眼可见地呼了口气 挂断电话的苏起怀 看着妹妹 脸上罕见地露出一抹笑容 这么喜欢大哥 婉婉点点头 喜欢 婉婉最喜欢大哥了 苏起怀抱着婉婉 说了好一会儿话 脸上的表情越发柔和 等秘书进来送文件的时候 一脸惊奇地看着二人 而且这孩子 他觉得有些眼熟 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 婉婉也不怕声 甜甜地喊了一句 叔叔好后 又窝在了苏起怀的怀中 这是我妹妹 苏起怀介绍的时候 脸上始终带着笑意 秘书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来不及多想 哆哆嗦嗦地 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便离开了 谁都知道 自从那件意外事故后 总裁整个人比之前还暴躁 哪里会像现在这样笑得 蛮脸宠蜜 公司来了个小崽崽的事情 没一会儿就传遍了公司 大大小小的角落 但是见过苏婉婉的人并不多 而此刻被封讨的婉婉 整躺在自家大哥的腿上 吃着人家递过来的小面包 等苏起怀拿起了碟子里 最后一块小蛋糕时 摸了摸小团子的肚子 令他惊讶地是 自家小妹吃了这么多 竟然没有一点突起的痕迹 待会儿就吃午饭了 明天哥哥再喂小蛋糕好不好 哥哥说的话 小团子唯命是从 十分听话地点点头 见妹妹这么乖巧 苏起怀心情大好 就连经常头疼的毛病 到现在都没有发作的迹象 苏起怀一手抱着小团子 一手打开电脑工作 浏览文件 不知道过了多久 秘书再次敲门 总裁 您今天要订哪家的外卖 苏起怀想也不想地说 今天我去公司食堂吃饭 说完 看了一眼在自己怀里 睡着流口水的小团子 面部肌肉柔和了下来 秘书犹豫了 还是点了点头 到了饭点 苏起怀把小团子叫醒 结果小团子睡得香香的 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 苏起怀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低声说了句什么 下一秒晚晚 直接从苏起怀的怀中坐了起来 吃饭了 苏起怀的笑声 在办公室里响起 大哥带你去食堂吃饭 说着就准备推着轮椅的轮子 出办公室 晚晚恩了一声 大哥 你是大孩子了 要学会自己走路哦 晚晚还没意识到 自家大哥腿有残疾 还以为苏起怀偷懒 不愿意下地走路 听见小妹的话 苏起怀心里一阵刺痛 赶紧低下头 自从三年前 他意外出车祸 跌落山崖后 命是保住了 可是双腿 却费得彻彻底底 以前还能感受到一点知觉 直到后来 连疼痛都感受不到了 就连全球著名的骨科医生 也坦言 双腿没救了 甚至再过一两年 会面临节肢的危险 但是这些话 他不敢和晚晚说 一旁的晚晚 见大哥低着头 情绪低落 歪着头思考了一会儿 忽然拍了拍苏起怀的大腿 认真道 大哥是不是生病了 那晚晚给大哥呼呼 呼呼就好了 小白团子嘟着嘴 吹气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口水珠子 吐到了苏起怀的裤腿上 晚晚做贼心虚地 用衣袖擦了擦自己的口水 结果擦了椅后 印子更加明显 于是心虚地绕到轮椅后面 打算给自家大哥推轮椅 最后发现自己 连轮椅把手都碰不到 最后只能绕回来 小手背在身后 小表情十分丰富 苏起怀嘴角一抽 之前酝酿起来的情绪 被自己妹妹一打扰 瞬间烟消云散 只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自己原本 没有知觉的双腿 竟然有了一丝热热的感觉 只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逝 苏起怀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不禁苦笑一声 只是他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尤其是妹妹还找到了 心情相当不错 带着婉婉来到公司食堂 自己去了包间 让婉婉点了几道 自己喜欢的菜品 婉婉没有点很多 毕竟上午已经吃了不少点心 这会儿还没有饿 公司的员工 大多数都还没有下班 苏记周也还在开会 等菜上来的时候 婉婉有些无聊 苏起怀把婉婉喊了过来 坐在了自己的腿上 婉婉看会儿动画片 婉婉一听 大眼睛一亮 乖乖地坐在苏起怀的怀中 大哥 这是猪吗 大哥 这只猪怎么长得像吹风机 难道是吹风机成精吗 可是见过后 妖怪不准成精 我长这么 大都没见过妖怪 苏起怀深吸一口气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团子似乎也并不在意他的答案 没一会儿就安静了 看完之前的动画片后 苏起怀下定决心 要重新找一部 最终找到了一个 平分还不错的动画片 小团子这下子 终于没有这么磨人的小问题 等菜端上来的时候 苏继周也赶来了 明明才两个小时不见 他却想 女儿想得不行 刚一到包厢 便把小女儿抱起来 亲了几口 老父亲的胡子扎 顿时惹得怀里的小团子 一边咯咯笑 一边左右躲避 等和女儿亲近完 苏继周才注意到自己的大儿子 目光落在了大儿子的双腿上 最近身体怎么样 苏起怀对自己父亲实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是语气却十分尊重 最近在调养 只是对自己腿上的伤臂而不谈 苏继周叹了口气 包厢里的气氛有些低沉 但是小团子一点也感觉不到 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 晚晚饿了 两个男人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落座 不停地给晚晚加菜 晚晚来者不惧 一口一口地吃得十分美味 这一下子 把两个男人都看饿了 顿时食欲大增 晚晚吃完饭 见爸爸和哥哥还在吃 乖巧道 爸爸 晚晚在食堂里转一圈好不好 苏继周看了一眼晚晚的小肚子 犹豫了一下 还是同意了 只是不放心地多叮嘱了几句 二十分钟后回来 好不好 他昨天给晚晚买了一块电子表 晚晚是能看懂的 晚晚最后争得同意出了包厢 此时 食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大家都拿着食盘吃饭 看见晚晚过来 大家纷纷一愣 有些人忍不住开口道 这不是董事长家的小孩吗 怎么跑食堂来了 我的妈呀 这小孩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哦 董事长骗我生小孩 别想了 这种小孩永远都是别人家的 只不过我觉得 董事长家的小孩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 好熟悉的感觉 晚晚耳朵灵敏 即使大家说话时都十分小声 可是晚晚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他像只小企鹅一样跑过去 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刚才说悄悄话的小姐姐 下一秒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小姐姐 你也长得很漂亮哦 姐姐生的女儿一定很漂亮 说完 摸了摸那人的肚子 笑得一脸开心 小姐姐脸色羞红 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 意外发现 小团子脑袋真的好软 忍不住多耗了两下 晚晚连忙抱住自己的脑袋 可怜兮兮地说道 小姐姐 不能耗晚晚头发 会秃的 众人一愣 随即发出了轰然大笑 妾 小人多作怪 这么小就当绿茶 也不知道随了谁 不知道是谁在人群中嘀咕了一句 晚晚耳朵一动 朝着声音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 穿着黑色连衣裙 驼色大衣的女人 一脸不屑 晚晚站在女人 几步之远的地方 她发现 这女人下颌声短 耳垂薄如纸 眼珠外突不说 印堂还带着红色 俗话说 印堂带红色 不想及来到 一切事情皆有因果 除非有天机泄露 不然她也只会当个旁观人 姐姐 霍从口出 晚晚好心提醒道 哪知道那女人瞪了她一眼 打死不承认自己刚才说的话 晚晚摇了摇头 也不想和这人计较 准备绕开女人 再去其他地方转转 结果刚走到女人旁边 那女人直接伸出脚 晚晚走得不慢 要是稍不留神 估计就撞上去了 前面全是板凳桌子 要是磕在上面 后果不堪设想 晚晚一步一步向前迈去 女人的眼神越发得意 下一秒 啊 尖叫声响彻整个食堂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这边 女人只听见自己脚背一连串 咔嚓咔嚓的骨折声 痛得直接哭了出来 她想要一把推开苏婉婉 然而小团子 却像得定海神针一样 推都推不动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晚晚脸色一变 师父说骂人可以 但绝对不能带单位骂人 道歉 女人此刻痛得崩溃大哭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的腿都被你踩断了 我要见董事长 看看你这个野种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话音刚落 人群中忽然让开了一条道 紧接着 苏季周和苏启怀 就站在了众人的面前 苏季周脸上 像是能滴出墨汁一样 滴气压瞬间笼罩众人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个什么东西 苏启怀推着轮椅 走到晚晚身边 上下检查起小团子身上 有没有受伤 见小团子和临走时一样 这才松了口气 女人委屈极了 哭诉道 苏董 就算这是您女儿 您也不能这么包庇她吧 您看她都把我小腿踩骨折了 晚晚一听 小眉头死死地皱着 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你胡说 你的小腿 明明是出去被车车压骨折的 你污蔑小孩 扑 周围的员工没远住笑了声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李孟雅被人对 平时作威作福惯了 没想到真把自己当公司老大了 董事长家的小孩好猛 什么话都敢说 估计李孟雅快被气死了 气死活该 谁让她腿伸这么长 大家不是傻子 自然看得出来李孟雅的小把戏 只是没想到 有一天把这把戏 用到了顶头上司女儿的身上 更没想到 小团子说起话来这么气人 周围的悄悄话 晚晚听得一清二楚 她直接现学现卖 一本正经地插着腰 说 阿姨腿这么长吗 吃个饭脚伸这么远 知道的还以为你没人叫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故意想半倒晚晚呢 我师父说了 这不是君子所为 按照规矩 你应该先给我道歉 然后我再考虑 要不要原谅你 当然 我是不准备原谅你的 三岁的小孩 说话有理有据 把因果关系里的清清楚楚 最重要的 还活灵活现的表现演了一遍 那模样 好像踩人的 不是她一样 李孟雅自己没有开口的机会 等苏婉婉 好不容易巴拉巴拉说完后 她忍不住道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是你把我踩骨折的 要道歉 也是你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啊 婉婉插着小腰 小肚子一挺 是你脚伸出来 想绊倒我的 李孟雅没想到 苏婉婉竟然这么浑 一时间哑口无言 只能哭着看着苏继周 苏继周脸色趋黑 低下眸子 问道 我女儿有没有说谎 李孟雅刚想识口否认 结果就看到苏继周 阴损般的目光给吓住了 苏继周心下就知道了结果 她直接道 先送李主管去医院 待会儿通知小王调监控 原本听到苏继周 要送她去医院的消息 李孟雅还庆幸了一会儿 可是下一句话 却让她心如死灰 还不等她张口解释 苏继周就一把 把女儿抱起来 一脸宠溺 去爸爸办公室玩好不好 婉婉摇了摇头 抱住自家大哥的大腿 不要 我要和大哥在一起 苏继周 她恶狠狠地看向自己儿子 苏继周摸了摸鼻子 她把婉婉抱在 回去的路上 苏起怀哄着小团子 婉婉和那个阿姨 怎么发生矛盾的 婉婉低着头 多出来了一个布娃娃 婉妍 她抬起头 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满是疑惑 没有矛盾娃 是婉婉单方面欺负她的呀 虽然她只是轻轻地一脚 可是她分明听到 咔嚓咔嚓 骨头响起来的声音 不过她能保证 自己只是轻轻地踩了一下 去医院检查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坏阿姨说婉婉坏话 不承认 还想绊倒婉婉 我就踩上去了 师父说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往死里弄 苏启怀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师父 好的不教教坏的 只是苏启怀仔细回想了一下 竟然发现 婉婉师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苏启怀在餐厅的时候 差不多把婉婉的事情 了解得差不多了 虽然气愤 可是心里大多数还是庆幸 庆幸小团子 遇上了一个还算靠谱的道士 婉婉这么开朗活泼 恐怕那老道士没少疼她 不然也养不成这种性子 苏启怀想了一会儿 还是十分同意老道士的话 以后有人欺负婉婉婉 第一时间通知哥哥 哥哥帮你揍她 说着 捏了捏婉婉的小脚 刚才踩疼了没 婉婉摇摇头 我不疼 但是坏阿姨肯定很疼 婉婉说完 眨了眨眼睛 忽然问道 大哥哥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会不会给你和爸爸添麻烦 苏启怀一顿 从始至终 她都没有怪过婉婉 也不认为婉婉有责任道歉 刚才在现场 大家都不是瞎子 李孟雅当着大家的面 一口一个杂肿地喊着 而且 小团子离李孟雅 还有几步的距离 正常人会在食堂 把脚伸这么长 还刚好伸到 自己妹妹路过的地方 能在苏氏集团上班的 都不是傻子 稍稍一想 就能看出事情的前因后果 要不是玩玩懂得自保 不然的话 一个三岁的小娃娃 脑袋磕在铁座的桌子板凳上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王小的说 李孟雅是小家子妾 和一个小孩都要计较 但是往大了说 就是故意杀人 苏启怀看着一脸 等着达安的小团子 脸上逐渐柔和 今天的事不是玩玩的错 大哥一定会得玩玩一个交代 说完 苏启怀又担心自己这样 会不会教坏小孩子 于是教育道 但是以后玩玩以后 不能随便欺负人知道吗 玩玩眨眨眨眨眼睛 一本正经地答应 嗯嗯 我欺负的都是坏人 好人我都不欺负的 苏启怀有些好笑 一时间也不知道 小孩子到底有没有听进去 回到办公室后 玩玩似乎很喜欢坐在他腿上 要么就是下去 玩了一会 然后把脑袋枕在他的腿上 随后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他 苏启怀觉得自己这几年来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 就连临时去开了一个会议 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容 苏启怀开完会回来 就看见小团子窝成一团 躺在沙发上 他回头看向秘书 挥了挥手 秘书瞬间明白过来 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然后从隔间拿了一张小被子过来 盖在婉婉的身上 苏启怀怕吵到婉婉休息 干脆进了隔间的休息室办公 监控掉出来了吗 秘书嗚了一声 从背后拿出一块平板 视频里正好播放着李孟雅 伸脚半倒婉婉的那一刻 瞬间 整个隔间的气温都下降了好几度 苏启怀脸色十分难看 想得和亲眼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 这件事本来就是李孟雅有错在先 李孟雅现在情况怎么样 当时是秘书送李孟雅去的医院 因此医院的情况 秘书比谁都熟悉 李孟雅拍了片 医生说脚背没问题 只是 只是什么 秘书顿了顿 如实道 只是李孟雅在医院一直喊疼 说自己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说医生和苏氏集团草戒人命 他说要报警 苏启怀忽然笑了 只是脸上怒气明显 嘴角扯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 让他报警 苏启怀看着监控里的画面 把监控提供给警方 告诉李孟雅 如果不道歉 我苏家奉陪到底 秘书心头一颤 他知道 李孟雅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惹谁不好 偏偏惹了苏家 医院内VIP中心 李孟雅躺在病床上 疼得哭天喊地 其实他来医院 不久脚就不疼了 甚至还能下地走两步 只不过想到之前自己出了丑 不好现在回公司 干脆就在医院待着 护士看着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女人 眼中一片鄙夷 明明检查了好几遍身体好得不行 却死赖着不肯走 小姐 这是您的检查报告 报告上显示 您的身体和您受伤的地方 没有什么问题 不用住院治疗 李孟雅一听 白了护士一眼 你们医院行不行啊 我的脚之前真的很疼 我说要住院 就要住院 护士也是个暴脾气 见李孟雅这么不尊重人 直接回怼道 那你脚现在还疼吗 不疼了 您可不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我们医院不行 那你可以换一家医院检查 之前不还嚷嚷着我们医院和苏氏集团狼狈为奸吗 护士这些年 哪些难缠的病人没见过 但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他们医院在全国好歹排名前三 如果有什么疾病 他们医院的医生都检查不出来 那么其他医院检查出来的可能性 就微乎其微 李孟雅瞬间无话可说 只能威胁到 我要投诉你 护士气得想打人 最后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随便你 就在这时 病房门口出现一个穿的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他手上还拿着一份白色文件 你好 李小姐 我是苏氏集团秘书团队的组长 这是老板对您的起诉书和法院传票 如果有问题 我们下个月法庭见 说着便准备离开 走了几步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又说 对了 我们总裁听说 您对今天的事情有很大的意见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报警 你有什么委屈 可以跟警察说 相信他们一定会还您一个清白 告辞 等病房门趴大一下关上 李孟雅一个机灵 终于反应过来 瞬间 脸色苍白 不可置信地望着紧闭的大门 正在这时 他的信息铃声一响 李孟雅下意识打开看了眼 李孟雅女士 您应上班过程中 多次客户发生言语冲突 态度恶劣 严重违反我司规定 李孟雅傻了 她想要拨通人事主管的电话 可奈何一个电话都打不通 这摆明了 是想让她在帝都待不下去 李孟雅有些后悔 喷喷 正在此时 病房门口又传来一阵敲门声 只见三个 穿着警服的男人 在李孟雅面前 出示了相关证件 然后道 我们接到苏启怀先生的报警 说您存在恶意诽谤 和故意伤害的问题 请这位小姐跟我们走一趟 李孟雅这次反应十分迅速 我没有 她指了指自己的脚 是那个死丫头 我就是说了她一句 她就踩了我一脚 我现在脚受伤了 受害人是我才对 几个警察相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人向前一步道 这是苏先生提供的监控 李孟雅睁大了眼睛 一时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被警察压着 送往了警局了解情况 这是本来不严重 可李孟雅在公共场合 诽谤自己和医院的亲遇 两边都不可能放过她 这消息一出 在公司里可谓是大快人心 毕竟以前李孟雅不做人 在公司得罪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她一落马 有的是人放鞭炮庆祝 李孟雅被拘留了半个月 好不容易被家人保释了出来 没想到刚出警察门口 就被一辆酒驾司机给撞了 现场血肉模糊 这些都是后话 相对于李孟雅的悲惨生活 苏安婉这边过得那叫一个惬意 她每天都可以跟着老父亲上班 一到公司 就跑到自家大哥怀里窝着 有时候还能享受爸总的头位 婉婉总觉得 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想了半天 最后挠了脑脑袋 干脆不想了 婉婉张着嘴 等待大哥的头位 大哥 今天晚上一起回家好不好 苏启槐头位的动作一顿 仅仅只是停顿了一刻 苏启槐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大哥今天忙 那明天呢 明天有会要开 那后天一起回去好不好 后天大哥要去出差 婉婉脸上越来越失落 可算是明白了 自己大哥哪里是忙啊 分明就是不想和他一块吃饭 婉婉越想越委屈 挣扎着从苏启槐的腿上下来 走了几步 一屁股坐在软垫子上 小团子小小的一团 此刻正撅着屁股对着他 苏启槐哄了半天 也不见小团子开口 眼中越发无奈 最后像是泄了气一样 忍不住拍了拍自家小妹的屁股 好 大哥跟婉婉一块回去吃饭 婉婉吸吸酥酥地动了一会儿 而是胡一道 真的 苏启槐叹了口气 一把将小团子捞起来 真的 小团子也不对他冷脸了 立即黑黑一笑 大哥的最好了 说完 巴基一口亲在苏启槐的脸上 苏启槐的脸上 立马多了一块口水印子 男人非但不生气 反而还心情大好的样子 苏安婉很快就跑去 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父亲 老父亲有些意外 他赶紧打电话给老爷子 道 爸 秦柳玉母女俩 是不是今天晚上回来 老爷子点了点头 对啊 今天正好月底 怎么了 你安排人 让他们在外面待一晚 今天小怀要回家吃饭 电话那面的人 沉默了一下 苏启舟意识到 老爷子今天有些不对劲 赶紧问道 怎么了 老爷子支支吾吾了半天 最后才回答说 他们母女俩 已经到家半天了 苏启舟有些头疼 他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这顿饭 估计吃不安宁了 但是儿子这三年来 第一次回家吃饭 老父亲当然舍不得拒绝 挂断电话时 还在想待会儿 还是见面了 该怎么办 婉婉不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电话里面的内容 却听得一清二楚 爸爸 清清是谁 苏启舟心里想着事情 忘记小女儿还在旁边 清清是爸爸的孙女 你三哥苏燕青的女儿 婉婉绕了半天 没有绕清楚关系 一时间十分苦恼 苏启舟干脆给婉婉 讲了一遍家里的关系 宝宝有六个哥哥 平时他们都像大哥一样 在外面工作 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 清清的大名叫苏又青 是你三个家的孩子 苏家人多 苏启舟也就挑最简单的来讲 婉婉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 挠了挠后脑勺 那为什么苏又青在家 我大哥哥就不能回家 过分 苏启舟捂着脸 他算是明白了 自己说了这么多 婉婉是一个字都没听明白 总之 不管什么是婉婉 估计都会站在自己大哥身边 苏启舟心里酸酸的 可是想到自己儿子和那母女俩的矛盾 苏继舟又觉得头疼 婉婉 你大哥和清清之间 有很深的矛盾 你大哥见到清清和他妈妈 肯定会不高兴 你到时候帮爸爸哄哥哥好不好 那为什么不让苏又青他们出去呢 苏继舟听了小女儿的话有些无奈 他们也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 婉婉被哄得点点头 可是又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不过 大哥要跟他回家一起吃午饭 婉婉还是十分高兴 在老父亲的办公室待了没几分钟 又跑去找苏启怀去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 婉婉迫不及待地坐在车上 婉婉坐在中间 一边是老父亲 另一边是自家大哥 高兴地忍不住晃着小腿 大哥 你今晚和我睡好不好 大哥 你说今天晚上的菜都有什么 我好喜欢吃红烧狮子头 牛肉炒芹菜 清蒸芙蓉芋也好吃 西溜 婉婉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口水 有没有不小心掉下来 这举动把两个男人都逗笑了 你说的厨房肯定都做了 瞧着小团子能说会到的小模样 估计平时都说顺流了 只是好心情只能持续到下车前 下车后 苏启怀绷着一张脸 周身的温度忍不住降低了几度 走过漆黑蜿蜒的鹅卵石小路 晚晚就看见别墅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 约莫五六岁的样子 看见苏启周回来 立马冲了上去 一把抱住苏启周的大腿 爷爷 你怎么才回来啊 亲亲好想你 苏启周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回答 他看着正朝他撒娇的苏又青 道 外面冷 先进去吧 苏又青摇摇头 张开双臂 爷爷 你抱我 话毙 苏启周就接收到了两道死亡射线 嗨嗨 苏启周低着头 看着苏又青期望的眼神 犹豫了一下 拒绝了 苏又青这时候才注意到了 苏启周的手上还抱着一个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没说什么 乖巧地绕到一旁 那我帮大伯推轮一把 不需要 离我远点 一直没开口的苏启怀 直接拒绝了 他推着轮椅 直接进了别墅 他一眼看过去 便看见老爷子坐在沙发上 正直勾勾地看着门口 苏启怀犹豫了一下 爷爷 老爷子嗡了一声 看着苏启怀的双腿 眼中闪过一丝痛惜 回来了 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嗯 苏家男人的话并不多 因此没说两句就冷场了 可此时家里并不缺少捧场王 晚晚见气氛尴尬 直接跑到自己爷爷怀里待了一会儿 然后递了一块糕点 在老爷子嘴边 老爷子呵呵一笑 含着吃了 于是 小团子四处奔波 一会儿给这个头位 一会儿给那个头位 苏又卿坐在角落 握紧了拳头 为什么这个苏婉婉和上辈子的不一样 明明上辈子又懦弱又好欺负 似乎想到了什么 苏又卿突然坐直了身体 开枪问道 婉婉 我听说你回来 我和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说着 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礼盒 苏又卿把礼盒打开 里面展现出一条白色的磨砂手链 中间还有十八颗白色珍珠串起 看起来十分精致 婉婉摸了摸手链 然后戴在手上看了几下 漫不经心道 还行 谢谢 苏又卿见苏婉婉收下手链 脸上的笑意怎么也止不住 拉着婉婉的手 一副好姐妹的模样 苏启怀搭在轮椅上的手紧紧地握着 可是看见婉婉这么高兴 最终拳头还是松了下来 手指垂在半空 忽然 一阵软乎乎还带着温热的手 抓住了她的手指 苏启怀抬眸看去 见小团子正仰头看她 宝宝 怎么不和苏又卿玩 小团子摇摇头 摸了摸苏启怀的大腿 好像是在安抚一般 我觉得 大哥需要晚晚陪 苏启怀被晚晚俯过的大腿 有些麻麻的养溢 她心头一颤 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这两天 她的双腿时不时会传来一些感觉 只是时间非常短暂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那感觉就消失了 然而这次不一样 小团子抚摸过的地方 她能感觉的阵阵地麻木 甚至一直持续着 苏启怀脸上一洗 但是她不确定 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按压着内心的激动 面上不鲜 她低着头 揉声道 大哥腿抹了 晚晚帮大哥揉肉 好 于是晚晚就撅着自己的小屁股 给苏启怀揉腿 揉完大腿揉小腿 揉到自己都累得动弹不了了 大哥有没有好点 苏启怀点点头 麻木的感觉退去后 她能明显地感受 晚晚小手的温度 苏启怀心情大好 想起今天苏又轻送的礼物 干脆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黑色卡 晚晚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晚晚拿着卡 却不知道怎么用 抬起头 盯着自家大哥的下巴 怎么用啊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给她这种卡哇 他人太小 也不会用的呀 好在苏启怀也意识到 拿着卡刷不安全 道 那晚晚明天来公司 大哥送个惊喜给你 一听到惊喜 晚晚期待不已 赶紧点点头 苏启怀嘴角一撩 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让晚晚凑过去 晚晚十分相信自家大哥 歪着头就把小脑袋凑了过去 苏启怀的笑意更浓 见晚晚凑了过来 低声道 不告诉你 晚晚 晚晚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家大哥 随后捂着自己的胸口 瞬间小细筋附身 大哥 你不爱我了 这一举动 把周围的大人惹笑了 好不容易等到开饭 晚晚让老父亲 把自己抱上餐桌 老爷子看着桌子上的苏又轻 叹了口气 吩咐旁边的庸人 把夫人叫下来吃饭吧 庸人点点头 没一会儿 螺旋楼梯上 就下来了一个女人 晚晚抬起头 盯着女人的脸 不得不说 这女人长得真的不错 瓜子脸 柳叶眉 一身大红色旗袍 看得别有韵味 晚晚觉得自己倒横有限 她竟然看不出来女人的面相 只能看见女人的脸上 雾蒙蒙的一片 不仅如此 就连苏又轻的面相 也和三哥老婆如出一辙 晚晚记得师父说过 人的面相不可能看不出来 除非是实事功德 或者神仙转世 要么就是故意隐藏 晚晚虽然不确定 二人面相为什么一片模糊 但她并不喜欢 和这母女二人相处 在苏晚晚的注视下 秦柳玉已经到了众人面前 爷爷 爸 秦柳玉向众人打了个招呼 当看见苏启怀和苏又轻时 眉头顿时一皱 清清 我不是告诉你 今天晚上别下楼吗 苏又轻脸上闪过一丝委屈 可还是咬着唇 不让自己哭出来 妈妈 我是为了给妹妹准备礼物 说完 苏又轻道 你看 妹妹很喜欢我们 送给她的礼物呢 文言 秦柳玉面色这才缓和下来 不痛不痒地又教训了几句 等秦柳玉落座 晚晚便开始大吃特吃 知道晚晚一个顶三 因此 菜品要比平时多 晚晚在苏记舟的怀中 待了一会儿就下去了 爷爷 我想吃红烧狮子头 大哥 我想吃芙蓉玉 小家伙在餐桌上转悠了好几圈 终于吃饱喝足了 随后 他自己爬上板凳 摸了摸自己手腕上的白色磨砂手链 突然道 阿姨 你的手链哪里买的呀 秦柳玉没反应过来 倒是苏又轻反应极快 妹妹 你应该叫我妈妈扫扫 晚晚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叫我妹妹 苏又轻一顿 低下头 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屑 可还是乖乖地喊了一声 小姑 苏婉婉垂眸 看着面前的苏又轻 却一句话没有说 秦阿姨 你和我三哥结婚了吗 秦柳玉看到苏婉婉的第一眼 就不喜欢这个小丫头 苏家世代都是男丁 有女孩都是上几辈的事了 好不容易 她女儿成为了苏家唯一的女孩 没想现在又冒出了一个 秦柳玉忍下心中的不快 脸上仍然温柔体贴 现在我和你三哥还没办法结婚 婉婉理解了 我师父说了 结婚的时候必须有小本本 阿姨没有小本本 就不能送我三哥的老婆 秦柳玉见这小丫头 牙尖嘴利 竟然这么会钻空子 肯定是苏启怀那个老狐狸娇的 老爷子见秦柳玉快哭了 忍不住扶鹅 说道 晚晚 不能对阿姨没有礼貌 晚晚知错就改 张口就道歉 秦阿姨 对不起 秦柳玉忍无可忍 正准备开口 却被苏又轻拦住 苏又轻朝她摇摇头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疯狂给秦柳玉湿眼神 晚晚歪着头 正好看见了这么一幕 她忍不住问道 秦阿姨 苏又轻 你们眼睛没事吧 没 没事 苏又轻的双手 死死地拽着餐桌布 她忍不住回想 上辈子的苏婉婉 明明刚回苏家时 又胆小懦弱 三岁了 连话都说不清楚 上小学时 明明每次都是刚过几个县 却还是能得到 亲戚众人的赞赏 而她虽然是苏家的孙小姐 但在苏婉婉面前 提携都不配 好在最后 苏家人一个个倒霉惨死 没有人在乎着苏婉婉 她这才有了出头之日 但是后来 想到了什么 苏又轻的脸色 又阴沉了起来 她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想 既然老天爷让她再重生一次 那么绝对是因为 想要再给自己走向巅峰的机会 她倒是要看看 这苏婉婉 究竟能活到几时 还能不能活到那个人来救她 婉婉站在桌子旁 亲眼见证了苏又轻 比天气还变化多端的脸 嘖嘖一声 心到这人不能处 可是 婉婉也没忘记自己的问题 再次问道 秦阿姨 你的手镯哪里买的 你还没有告诉婉婉呢 秦柳玉现在哪里还有心思 和苏婉婉说话 但是知道这死丫头 是老爷子和素季州的宝贝哥的 就算不愿意理她 也只能胡周 这是去年我送青青去国外比赛时 看着好看就买了 阿姨觉得挺好的 就想着送你了 苏婉婉张了张口 想到了什么 忽然说到 哪个国外啊 秦柳玉被问得有些烦了 去的国家太多了 阿姨一时间忘记了 实际上 这就是苏又卿 随便在股玩市场 花二十块钱 买的一串手链 哪知道这个死丫头 还一副打破杀郭文到底的架势 婉婉叹了口气 似乎有些遗憾 原来阿姨忘记了 我还准备再买两串 送给阿姨和苏又卿吗 苏又卿见苏婉婉 联名带姓喊自己 这些人没有丝毫斥责不说 反而还夸起苏婉婉 吃完饭 秦柳玉和苏又卿 找了个借口上去了 婉婉吃完饭 就容易犯困 此时只打哈欠 今天我要和大哥睡 不管老爷子同不同意 反正苏婉婉本尊已经决定好了 当晚就从主卧 把自己的布口袋 拿到了苏启怀的房间 这会儿 他终于想起来了 自己有什么东西忘记了 他黑羞黑羞地搬着自己的行李 回头就看着 正眼巴巴 看着自己的老爷子和老父亲 见他们身上没有黑物和阴气 才猜想 他们一定乖乖听他话 把护身符随身带着 他一时间 也看不出别墅阴气和黑物的破绽 只能想个折中的法子 不然不到半年 家里肯定会出大事故 婉婉脑子里虽然装不了多少东西 但是这两年 跟着师傅学了不少 只要自己想知道 那些竖法口诀 就自己突突突地 从脑袋里冒出来了 婉婉没让任何人帮忙 自己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布包拖进了苏启怀的房间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突然跑出了房间 老父亲还以为女儿舍不得自己 安慰的话都想出来了 没想到 女儿却伸出一只手 软糯糯地开口 爸爸 我的七星剑呢 七 七星剑 老父亲脸色一白 突然间想到了 还孤零零躺在门卫处的七星剑 他前几天刚回来 第二天就被老爷子 叫去了公司上班 三年没有管理过公司 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 不然也不会任由 晚晚天天往大儿子办公室跑 苏继舟真心实意地给晚晚道歉 宝宝对不起 爸爸这几天太忙了 忘记宝宝还有快递 待会儿爸爸就让人送来好不好 晚晚知道老父亲很忙 于是点了点头 走的时候还不忘叮嘱道 爸爸一定要给我送了啊 见苏继舟一不三回头的模样 苏继舟哭笑不得 直接打包送到了苏启怀的床上 你妹妹有时候会半夜起来找水喝 别睡得太死了 还有她晚上会剃被子 你这个当大哥的 要注意一点 老父亲还是不放心地交代了大大小小几十件事项 等苏启怀倒背如流后才放过他 等苏继舟走后 苏启怀推着轮椅 道 晚晚 大哥去洗漱 你先在床上玩一会儿 好晚晚 在床上玩了一会儿 老父亲就拿着七星剑走了进来 晚晚摸着七星剑上的剑碎 他能够感受到七星剑的战力 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晚晚抿了名嘴 眼中有些道歉 七星剑 对不起 晚晚这几天把你忘了 害你受委屈了 看着小女儿正在安慰一把剑 苏继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但是晚晚安慰七星剑的小模样 实在是太可爱了 没忍住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对着晚晚照了一张相 随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苏继舟 晚晚真可爱 图片 苏继舟的私人微信联系人很多的 在街道晚晚的第一天 他就在朋友圈发了消息 当时就有不少人祝贺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反正苏继舟本人 还是十分高兴 苏继舟平时不怎么发朋友圈 但是他作为全国首富 朋友圈的合作伙伴 少不了恭维 于是纷纷点赞留言 李总苏董的爱女 长得真可爱 王总 不愧是您女儿 和您长得真相 顾董我五岁的女儿告诉我 这是百拍 当然 苏家几兄弟 也刷到了老父亲的朋友圈 顿时激动地 想要立马飞回去吸小团子 老二 卧槽 我妹子这颜值 直接出道吧 老四爸 我过年回家 到时候把妹妹给我吸吸呗 老六 苏家就这么一个妹妹 大家自然都宠得不行 只是几兄弟 要么远在国外赶不回来 要么就是因为训练走不开 以至于每天只能 靠着照片吸宰宰 老父亲 可不管这些儿子们在想什么 只是拿着手机 365度的拍拍拍 发到了家庭群里 甚至到最后 晚晚发现苏继舟在拍他 反而还十分配合地 比着剪刀手 在老父亲走之前 还不忘叮嘱 他一定要把平安符戴在身上 苏婉婉布包里的黄符 还剩下不守 只是朱砂快没了 婉婉想着 可以什么时候找机会买一点 婉婉想着 一屁股坐在地上 黄符随意撒在地上 那鲜红的朱砂 倒在了一个残缺不堪的小碗里 然后五指死死地捏住笔 小团子动作行云流水 动作没有任何停顿 如果有天师在场 肯定会惊讶地 把眼珠子掉出来 要知道 他们占八成的天师 都画不出来一张完整的符 就算画出来了 实力也会大大缩减 更何况 画符之前都要秉息宁神 净身焚香 请神等诸多步骤 才有可能画出一张不错的 不然连笔都下不了 然而现在 小团子连笔都握不全 竟然直接开始下笔 等他写完 符纸金光一闪 婉婉知道这张符算是成了 婉婉嘿嘿一笑 他记得师父夸他是老天爷的亲女儿 还说他是最有天赋的那个 婉婉几乎是一分钟一张符纸 一画就成根本没有浪费的 等苏启怀出来 就看见自家妹妹正坐在地上画符 别说还有模有样的 婉婉感受到了大哥的气息 抓起一堆符就跑了过去 苏启怀的头发还滴着水 他怕把婉婉的衣服弄湿 于是赶紧用帕子包住头发 大哥 这是婉婉送给你的平安符哦 苏启怀知道 婉婉跟着老道士生活 因此并没有太多犹豫 爽快地接下了 婉婉接着又递了一张过去 养着小脑袋解释说 这是健康服 大哥待在身上后 要不了多久 就能下地陪婉婉玩了 今天婉婉给大哥捶了腿 大哥是不是感觉好很多了呀 短短几句话 苏启怀眼中就掀起了滔天巨浪 从婉婉给他捶完腿后 他腿上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刚才洗澡的时候 他甚至能轻轻地抬腿 虽然那点动作十分细微 可他还是注意到了 原来这一切 真的都是自家妹妹的功劳 苏启怀差点喜极而泣 他一把抱起婉婉 紧紧地把婉婉抱在怀里 婉婉真是大哥的小福星 自从婉婉一回来 苏启舟的心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好 而他的腿也慢慢有了知觉 这不是小福星是什么 估计是感受到了大哥的开心 婉婉自己也低声笑了起来 苏启怀收下了婉婉的平安服 和健康服 他不知道有没有用 可是既然是婉婉送的 他都一一收下 不然等那几个小子回来 苏启怀的眼眸一按 婉婉很乖 见苏启怀要上床休息了 赶紧把洒落了一地的皇服 一张张地收起来 放进布包里 然后自己也爬上床休息 苏启怀搂着他 婉婉侧躺着 一眼就能看见 自家大哥的侧脸 大哥 苏启怀睡眠不好 此时还没有困意 因此 从床头拿了一本书来的 听见婉婉喊自己 他下意识地低头 然而婉婉喊完以后 就低头不说话了 于是他又低头看书 大哥 婉婉又喊了一句 苏启怀侧过身 想了一会儿 是不是要困了 大哥把灯关了 婉婉连忙摇摇头 是不是要听故事 他记得女员工曾经说过 自己女儿每天晚上 都要听故事才能睡觉 然而 婉婉还是摇摇头 小团子的手指 在自己的胸前疯狂搅动 似乎有些犹豫 最后还是道 苏又卿是怎么惹大哥不开心的 文言 苏启怀脸色一变 但是 想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孩子是婉婉 阴沉的脸色瞬间收回 反而耐心问道 婉婉问这个干什么 婉婉的上手 此刻 捏着苏启怀的睡衣 原本丝滑的绸布 瞬间骤气 苏又卿是不是对着大哥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大哥 才会讨厌他和秦阿姨 小孩子虽然什么都不懂 但也猜对了一半 婉婉一直盯着苏启怀脸上的变化 心到自己果然猜得不错 下一秒 小团子获得一下掀开被子 从床上站起来 插着腰 大哥放心 婉婉是站在你这一头的 你不喜欢苏又卿 婉婉也不喜欢他 苏启怀心中一暖 婉婉 谢谢你 婉婉一听 立马就躺在床上 把被子又盖回了自己身上 然后歪着头 眼睛水汪汪的 一副让苏启怀接着说的样子 苏启怀有些无奈 有些事情 他本来不想让婉婉知道的 毕竟他不确定自己说出来 婉婉会不会相信 毕竟当初没有一个人相信 那件事是秦柳欲指使苏又卿做的 苏启怀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 两年半前 大哥去外地开会 车刚开到一半 就跟一辆大货车碰撞 而大哥的司机发现 刹车和方向盘同时出现了问题 最后 车子掉落了山崖 等救援队找到他的时候 他的双腿被压在废墟下 虽然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双腿残疾 他最先本来以为是一场意外 直到有一天 他意外在苏又卿的书桌里 找到了几个车 部位零件 经过对比 零件正是他车上丢失的 而出事当天 苏又卿刚好在自己车上 半天才下来 苏启怀也并没有立刻怀疑这两母女 而是旁敲侧击苏又卿的零件 哪里来的 结果秦柳豫却一口咬定 这是自己女儿在垃圾桶捡的 苏启怀起疑 再次调查起当天的事故监控 视频里 苏又卿的确悄悄地爬上了他的车 接下来 又找到了不少蛛丝马迹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苏又卿 只是当时车辆坠毁山崖 里面的监控被销毁 苏又卿和秦柳豫两母女 一口咬定 这件事和他们没关系 他将证据给了警方 最后却因为证据不足 没办法定案 毕竟谁都不相信 当初年仅四岁的苏又卿 会在车上坐手脚 当初这件事在苏家闹得挺大 可到最后 还是不慌而散 苏启怀这两年来 再也没有回过别墅一趟 要不是今天苏婉婉死缠烂打 估计苏启怀都没有想过 会再次回到这里 婉婉躺在床上 细长的眉头皱着 苏启怀看了一眼苏婉婉 一时间苦笑一声 心里有些自嘲 当初背后不少人 说他疑神疑鬼 毕竟那点证据 简直不像是证据 就连老爷子和自己父亲 也不是很相信 只是一想到小团子 也会不相信自己 心里便一酸 大哥 婉婉相信你 苏启怀一愣 内心十分感动 只是脸上十分平静 抬手轻轻摸了摸婉婉的小脑袋 没说话 苏启怀第一次对别人说出当年的事 和刚开始的愤怒和不甘不同 此刻他竟然觉得 说自己当初觉得沉痛的过往 是这么的轻松 一直压在心中的那块大石头 瞬间落了下去 苏启怀抬手关了灯 在苏婉婉的旁边 留了一盏橘黄色的小夜灯 半夜 七星剑躺在床边 冷白色的月光透进窗户 健身平白 多了一丝凉意 婉婉睁开眼 眼中没有任何困意 他转头看了一眼 正在熟睡的苏启怀 然后又抬手看了一眼 今天苏又卿送给自己的这串小手链 他大脑想不出来更复杂的事情 只是在看到苏又卿的那一刻 凭感觉认为自己不喜欢这对母女 唉 婉婉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最后翻了个身 没一会儿就睡了 第二天 婉婉起来的大早 苏启怀睁开眼 就看见趴在自己胸口上 储着脸看他的小团子 苏启怀 怪不得刚才做噩梦了 他又好气又好笑地 捏了捏婉婉脸上的软肉 然后上轮椅去卫生间洗漱 婉婉也屁颠屁颠 跟在苏启怀身后 苏启怀找来了一张小凳子 然后系上牙膏 婉婉乖巧地站在板凳上刷牙 见苏启怀递过来的漱口碑 于是歪着头 救了口水继续刷牙 婉婉的衣服在自己的房间 因此漱口后 婉婉穿着棕色的小熊睡衣 就跑到了自己的房间 没想到 出门就看见了苏又卿出门 婉婉看了他一眼 下一秒就从苏又卿的面前绕过去 连个眼神都给对方 苏又卿脸色一沉 乡下来的 果然是乡下来的 就是这么没礼貌 虽然他不知道 是哪里出了问题 让苏婉婉的收养人 变成了一个老道士 但是这个结果 明显让他更满意 毕竟他听说那老道士神圣叨叨的 估计苏婉婉在他身边 也没学到什么好东西 他不信 这辈子苏婉婉都这样了 苏家人还会我这苏婉婉团团转 妹妹 你要去哪 苏婉婉大三岁 个头比苏婉婉高多了 他一伸手 立马就抓到了苏婉婉的手腕 苏婉婉皱了皱眉 心里对苏又卿越发不喜 放开 他还要去拿衣服 让大哥帮忙换呢 然而苏又卿怎么可能放手 他立马提高音量 声音带着一丝委屈 妹妹 是不是我昨天哪里做得不对 惹你生气了 我说了 放开 要是不放开 我就揍你 妹妹 听着这渲然玉气的声音 苏婉婉歪着头 像看小丑一样看着对方 你别装了 这招是我玩剩下的 苏又卿像是听到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一时间有些恍神 婉婉趁着机会 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 自己白嫩的小手臂 此刻已经泛红了 苏又卿被甩开 本来有些生气 结果看到了苏婉婉手上 竟然带着自己送的那串手链时 脸上顿时燃满笑意 二人的动静很快吧 家里的大人给吸引了出来 秦柳玉离的最近 率先出门 就看见了昨晚让自己 下不来台面的人 婉婉 清清平时没有朋友 只是想跟你玩 你不可以这么对清清 知道吗 苏婉婉立刻摇摇头 说道 婉婉不知道啊 秦柳玉 一口气提在胸口 差点没上去 她脸上的笑容 都快忍不住淡下去了 最后只能强忍着不爽 寻寻善幼地说 昨天清清 是不是还送了你项链 这可是清清特意为你挑选的 而且你也很喜欢对不对 苏婉婉撅着嘴 看着 已经从房间里出来的 爷爷爸爸和哥哥 顿时大胆起来 她声音不大 但整个走廊 都能听见小团子的声音 一群人就看见 玩玩把手链 从手上粗鲁地扯下来 既然是苏又卿 千辛万苦挑选的 那我还是不要了吧 秦柳玉 这孩子 怎么不按照常理出牌 什么叫做就不要了吧 感情你收下 就只是装装样子 你不收下 清清会不开心的 而且 你刚从乡下回来 之后肯定还要认识 很多小朋友 你要是把清清 惹不高兴了 以后就没人带你玩了 秦柳玉还没有发现 一众老小 已经从房间出来 要是知道 肯定不敢说这话 苏基周顿时皱了皱眉头 二话不说 把一脸委屈的 仔仔抱在怀里 她有些不高兴地 看着秦柳玉 虽然秦柳玉身份特殊 但是老三卧床这么多年 秦柳玉照顾 也算是尽心尽力 她这些年也看开了 因此 对秦柳玉要求也不高 即便还没有结婚 但这两年 是把她当成 苏家媳妇看待的 但是刚才秦柳玉说的话 一瞬间让苏基周 对她的好感将为零 我苏家出去 要看谁的脸色 就算晚晚没有玩伴又怎么样 她几个哥哥不是人 秦柳玉被苏基周的出现 吓了个半死 下意识把目光望向了自己女儿 苏又卿没想到 自己这个妈竟然这样蠢 只但是现在苏基周和老爷子 心里不舒服 她现在不开口 怕是以后 都不会给秦柳玉好脸色 于是她向前一步 仰起头 可怜兮兮的挡在秦柳玉的面前 爷爷 你别怪妈妈 是刚才我惹婉婉生气了 妈妈就想跟她开个玩笑 没别的恶意 饶是这样 苏基周的脸色仍然不好 她不是小孩 刚才秦柳玉说的那番话 多少带着威胁的意味 够了 苏基周并没有因为苏又卿而心软 直接道 秦柳玉 你也是个成年人了 今天这件事 我算是看在你照顾老三的面子上 不跟你计较 但是下次再让我碰到 你跟婉婉说这些 别怪我不客气 秦柳玉哪里敢反驳 直接点点头 认错态度十分端正 看见母女二人被收拾 婉婉嘴角撩起一抹笑 目光看向坐在轮椅上的苏启怀 朝她眨了眨眼睛 苏启怀蹲手无奈地扶额 她刚才害怕小团子心思敏感 听到秦柳玉的话会多想 没想到是帮她报仇来了 苏又卿看见苏婉婉的动作 心里火冒三丈 但是面上却一点也不显 她学着苏婉婉的模样 眨巴眨巴眼睛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爷爷 你可不可以让婉婉收下 我和妈妈的礼物 苏继周没有伸手接过去 礼物我不能帮你收下 婉婉要与不要 要看她自己 说完 她看向婉婉 语气里没有一丝强迫 而是声音柔和地问道 婉婉 轻轻送你的手链 你还要吗 婉婉连忙摇了摇头 小脸上满是拒绝 我才不要死人骨头 做的手链 众人脸色一变 秦柳玉脸色茫然 苏又轻心中大惊 剩下三个男人 听到这话后 脸色迅速阴沉下来 苏启怀连忙推着轮椅过来 有些不相信 婉婉为什么会说 手链是人骨做的 苏婉婉 我用两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苏启怀没有任何犹豫 对苏婉婉的话十分相信 她准备将手链拿过来 却被苏婉婉指住 大哥 不可以碰哦 文言 苏启怀的手 立马缩了回去 婉婉继道 这十八颗珠子里面 分别藏入了 十八个大恶人的骨灰 而中间镶嵌的 四颗白色珠子 则是西域高僧的 头颅所制成 如果不信婉婉 可以找专门的师傅看看哦 苏启舟见苏婉婉 说得头头是道 心里也有了几分相信 于是叫来了管家 让他把手链 送到董行的人手里 秦柳玉 这串珠子 你是怎么来的 秦柳玉没想到 自己女儿随手买的一串珠子 竟然是用死人头颅做的 这会儿 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望见秦柳玉这般模样 苏启舟有些头疼 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少 说不说 秦柳玉被吓了一跳 眼泪说掉就掉 爸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真的是我和清清 几个月前在国外 你说谎 还没等秦柳玉把话说完 一到娇和声 就将秦柳玉的话给打断了 这手链本来应该在皇帝墓中 根本不可能流出国外 毕竟 如果被倒卖在国外 期间转手的人就狠 一旦出事 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秦柳玉还在狡辩 但是苏继舟已经不想听了 直接道 你今天就收拾行李走吧 秦柳玉不可置信地看着苏继舟 凭什么 老爷子这时候也开口了 他一出来 没有任何人敢反驳他的话 你们母女俩本来就是 受战友嘱托 才被苏家收留 如今老三昏迷不行 我们苏家可以养你们母女俩 但是结婚的事情就别想了 至于苏又轻 他还是把姓改回去吧 老爷子一发话 秦柳玉瞬间瘫倒在地 苏又轻知道 苏家人此刻正在气头上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苏家人都绝对不会 让任何人伤害到苏婉婉 只是可惜了那条 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手练 如果苏婉婉带上 不出一周 绝对横死街头 秦柳玉和苏又轻 母女二人的行李 当天晚上就被庸人打包带走 虽然苏继舟并没有因此怪苏又轻 但心里免不了有疙瘩 只是苏家从来不做忘恩负义之人 更何况秦柳玉的确照顾自己儿子两年多 因此 这件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苏又轻私底下给苏继舟和老爷子 打过几次电话 然而把他嘴皮说破了 两个死老头子 都没有松口的意思 最后两人甚至把他拉黑了 秦柳玉见自己女儿都没办法 蹲手慌了 轻轻 妈该怎么办 苏又轻脸色阴沉 他盯着秦柳玉 秦柳玉内心一颤 突然苏又轻笑了起来 妈 你觉得我还逗不过一个 从农村来的三岁丫头吗 自从秦柳玉一走 苏启怀就打算搬回别墅 毕竟婉婉也在这里 自从跟小团子待在一块后 苏启怀便不愿意再回去 面对自己那个冷冰冰的空别墅了 每天能跟自己妹子上下班 那滋味简直不要太爽 第二天一早 苏婉婉刚起床 就发现自己旁边多了一样东西 她打开一样 发现竟然是一部手机 顿时苏婉婉那双小手 激动地在空中不停摇晃 当她看见苏启怀时 忍不住问道 大哥 这是你送给婉婉的惊喜吗 苏启怀点点头 嗯 婉婉喜欢吗 婉婉点点头 喜欢 苏婉婉抱着比自己双手还大的手机 稍微带有肉感的手指 在屏幕上戳了两下 大哥 电话不在哪儿啊 苏启怀拿起婉婉的手机 把电话簿打开 里面赫然躺着八个联系电话 苏启怀十分耐心地教小团子使用 苏婉婉似乎学会了 于是给自己隔壁的老父亲 打了一个电话 三十秒后 电话被老父亲无情地挂断了 婉婉的包子脸瞬间委屈起来 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掉 哦 大哥 爸爸挂我电话 舌务 无情 小团子越说越伤心 最后直接跑下床 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苏启怀拦都拦不住 就看着苏婉婉扭着小屁股 去敲老父亲的门 苏季周本来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陌生电话 扰了休息 心情正烦躁着 干脆下床洗漱 结果刚下床 就听见门外一阵啪啪啪的敲门声 还伴有小姑娘的呜呜声 苏季周以为自己听错了 赶紧开门一看 低下头 就看见小姑娘眼泪滑滑滑地往下掉 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怎么也止不住 老父亲蹲下身 赶紧把女儿抱在怀里 轻声细语地问道 宝宝怎么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小团子点点头 不过这会儿却不哭了 他伸手抓住老父亲的袖子 擦了擦鼻涕 点点头 小脸仍然写着不高兴 老父亲也不在意 晚晚拿他袖子擦自己鼻涕这件事 反而还伸出另一只干净的袖子 让小团子擦擦自己的眼泪 是谁欺负我们宝宝了 爸爸帮你出气 晚晚却道 爸爸不能帮晚晚出气怎么办 那就让你爷爷来 苏季周只想哄女儿高兴 干脆想到什么打什么 他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所以到底是谁欺负了我们晚晚 晚晚闻言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直直地盯着苏季周 苏季周心里突然涌起了一抹不好的预感 晚晚道 就是爸爸欺负了晚晚 苏季周心里此刻比晚晚还委屈 心想自己疼他都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欺负他 更何况 哪有爸爸欺负女儿的 只是眼前的小祖宗从来不撒谎 于是苦着一张脸开始认错 爸爸错了 晚晚原谅爸爸好不好 晚晚见爸爸道歉这么诚恳 犹豫了一下 不过 却问道 爸爸你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苏季周 他哪里知道 只不过看着面前的小团子 眉头紧皱 似乎开始不高兴了 老父亲心里留下一把心酸泪 赶紧道 爸爸哪里都做错了 不应该惹晚晚这么生气 晚晚就给爸爸一次改正机会还不好 晚晚小脑袋瓜子 总觉得爸爸话里有些不对劲 但是看着自己老爸这么道歉这么诚恳 还是点了点头 大方说道 我原谅爸爸了 苏季周开心地抱着晚晚亲了两口 晚晚一边躲闪 一边道 那晚晚以后给爸爸打电话 一定要接哦 不然以后再惹晚晚生气 爸爸是哄不好的 苏季周一顿 这才注意到晚晚双手抱着的手机 紧接着就联想到了今天早上的那通电话 顿时明白过来 苏季周满脸愧疚 怪不得刚才晚晚在门外哭得这么凶 老父亲心里愧疚得要死 一时间又想不出来用什么方法来补偿 于是问道 晚晚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晚晚想了想 我想吃公保鸡丁 一品熊掌 鱼香肉丝 蛋糕 草莓 车梨子 香蕉 苏季周见晚晚还在不停地爆菜鸣和水果 一时间有些后悔 赶紧堵住了小团子的嘴 晚晚小嘴被苏季周的手掌堵着 只能呜呜两声 说不出来话 顿时 晚晚那小眼神变得十分优越 我好目睡完捏 我还没说完呢 苏季周自然听了懂晚晚说的是什么 但是一下子爆这么多菜名出来 怎么可能吃得完 更何况 这些菜都偏辣 小孩肠胃不好 吃出事了可怎么办 从来没拒绝过晚晚的苏季周最后到 只能选五样 晚晚有些失望 可还是点了几道 自己最爱吃的 点完菜以后还到 晚晚还能再要一个小甜品吗 就一个 苏晚晚竖起自己 肉乎乎的食指 眼中充满了渴望 苏季周有些无奈 但是女儿撒娇 简直是直接撒在了她的心上 于是只好点头答应 苏晚晚终于被哄高兴了 老父亲洗漱完后 准备晚晚换衣服 爸爸 我得到刨呢 苏季周先帮女儿盘发 小孩头发软 苏季周就用那根小木棍 在脑袋后面 盘了一个简单的发式 听到晚晚的话 苏季周疑惑问她 你要穿 晚晚点点头 我要穿的呀 苏季周见女儿坚持 便让庸人把小道袍拿过来 给晚晚穿上 而之前盘的头发也不适合了 苏季周便简单地 给晚晚晚了一个小道童的头发 下楼时 苏启怀看见晚晚的模样 有得惊讶 询问的目光望向苏季周 苏季周也有些无奈 晚晚喜欢穿 于是苏大哥画到嘴边 立马改口道 晚晚真漂亮 谢谢大哥 晚晚对别人的夸奖 一点也不害臊 反而还回了一句 顿时惹的苏家 三人大笑一通 老爷子这几天休息不错 红光满面的 晚晚看了一眼他的面相 可能是长期不住别墅的原因 他的身上并没有沾染到黑雾和阴气 尤其是昨天晚晚 又送给了他一张安神符 昨晚一夜好眠 今天早上起来时 红光满面 然而餐桌上 苏启怀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本大家都在餐桌上安静地吃饭 突然苏启怀放下筷子 脸上没什么表情 苏季周和老爷子 还以为苏启怀怎么了 纷纷停下手中的筷子 紧接着就听见苏启怀道 爸 这几天 我的腿开始有感觉了 今天我想请个假去医院检查 啪哒 瓷勺掉进碗里 碗里的白粥撒了一桌子 然而 老爷子和苏启怀 根本顾不上这些 二人愣了好一会儿 还是玩玩扯了扯他们的袖子 两人才反应过来 老爷子率先红了眼眶 自从三年前 几个孩子接连出事 尤其是苏启怀遭遇车祸后 整个人都阴沉了不少 他有心改变 却都无济于事 尤其是几个月前 医院那边 告知苏启怀双腿肌肉神经大面积坏死 没有知觉了不说 后续可能还要面临着截肢才能保命 虽然心中不认命 可是他们 心里都清楚 苏启怀这双腿 是保不住了 可是现在这孩子的双腿又有感觉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苏启怀的双腿还能保住 甚至还能再 站起来 老爷子和苏启舟的脸上 染上几分狂喜 尤其是苏启舟 拿着筷子的手都在发抖 行 待会儿多带几个保镖去医院 苏启怀摇摇头 我带上秘书和婉婉就行了 不行 两刀一口同声 阻止了苏启怀的话 老爷子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刚才的激动 板着一张脸 道 医院这种地方 怎么能带着小孩子 婉婉还是留在家陪我吧 苏启舟也十分认可自己父亲的话 医院人多 把我们家婉婉弄丢了怎么办 婉婉还是跟我去公司吧 一时间 家庭氛围剑拔弩张 苏家三个男人把目光看向了婉婉 婉婉 你跟谁走 穿着看得道袍的小团子 刚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去 就听见自己爷爷爸爸和哥哥 问他跟谁走的问题 于是 他想也不想地说道 我要跟大哥走 老爷子和老父亲 心里瞬间挖凉挖凉的 老父亲忍不住道 宝宝不爱爸爸了吗 苏婉婉赶紧小鸡啄米般地点头 回答十分迅速 爱的 爱的 好不等老爷子那边开口 小团子又赶紧开口 婉婉不仅爱爸爸 也爱爷爷 你们都是婉婉最爱的人呀 老爷子一愣 接着就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他捏了捏婉婉的小脸 我们端水小大师 婉婉最好了 婉婉还不懂端水小大师是什么 可单听语气 他觉得老爷子是在夸他 还黑黑地朝着老爷子 露出了自己的小乳牙 简直开心得不行 吃完饭 婉婉带上自己的七星剑和小布包 坐上大哥的劳斯莱斯 到了自家开的私人医院 私人医院离别墅距离有些远 而且还早上班高峰期 路上十分堵车 婉婉坐在车上 感觉屁股都做妈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刚到医院 婉婉前脚刚一粘地 下一秒面朝大地 扑通一声就摔到了地上 额头上露出了一个大包 婉婉撅着嘴 心里有些委屈 但意外的是 司机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的时候 没有丝毫地哭闹 司机这才松了口气 苏启怀把人抱在腿上坐着 揉了揉婉婉的额头 忍不住道 怎么就摔了 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婉婉乖乖地点头 脑袋小心靠在苏启怀耳边 解释说 大哥对不起 我刚才脚抹了没站稳 苏启怀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这个 一瞬间气也不是 笑也不是 他怕苏婉婉刚才摔出了事 打算挂个号 他明白 来医院看病的都着急 也没有临时插队 老老实实让保镖重新挂了号 运气不错 挂到了一张专家号 因此 本来应该去检查双腿的苏启怀 来到了儿童区 排专家号的人很多 苏启怀等了一个小时 婉婉在医院走廊 带着耳机看动画片 也没觉得无聊 好不容易到自己时 却告知专家下班了 苏启怀皱了皱眉头 排表上面显示12点下班 现在11点半都没有 离下班还有一段距离 怎么就下班了 跟着专家的实习生 看了一眼苏婉婉脑袋上的伤口 不屑道 这伤口看着就不大 回家擦点点服就完事了 用得着请专家号吗 说完 还痴笑一声 婉婉目光冷冷地看着实习生 时间长了 实习生觉得自己心里毛毛的 忍不住道 我说你们占用资源说错了 婉婉哼了一声 撇过头去 苏启怀摸了摸婉婉的头 让小团子先稍安勿躁 然后才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 难道你还要投诉我 我告诉你 我爸是医院的大股东 今天就算是老板来了 也要给我几分面子 苏启怀冷哼一声 他回头看向不远处的保镖 之前保镖没有立即上前 是因为老板让他们稍安勿躁 现在老板叫他们了 自然要第一时间保护老板的安全 于是 原本还宽阔的医院走廊里 顿时涌上来了几个黑衣保镖 将苏婉婉和苏启怀包围着 之前保镖都是分散开的 行人并没有注意到 然而现在十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保镖 忽然涌了上来 不少人都被吓了一跳 纷纷靠在了走廊边上 有的人甚至拿起手机悄悄地拍视频 苏启怀脸上看不见喜怒 就连语气也十分淡定 投诉你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一个实习生敢说这种话 直接开了吧 实习生也被苏启怀的保镖吓了一跳 估计心里也怕了 直接在门口哭了起来 很快 医院里的动静惊动了院长 本来以为是来医院闹事的 可是没想到 来得正是医院背后的老板 院长远远地就看到了苏启怀 赶紧加快了脚下的步子 苏总 您怎么来了 苏启怀语气平静 直接道 这是你们医院的实习生 院长看了一眼女人 看了一眼她的胸牌 点了点头 是 新来的 开了 院长心里咯噔一声 有些犹豫 可她是 苏启怀抬头 漆黑的毛子 没有一丝情绪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院长左右为难 两边都不敢得罪 苏启怀不想浪费之间 更何况婉婉脑袋还肿着 我妹妹头受伤了 先给她检查一下 最后 还是院长亲自检查 确定苏婉婉没事后 苏启怀才放心下来 接下来就该处理医生 和实习生的事情了 实习生名叫陶雅雅 是今年刚大学毕业来医院实习的医生 又是医院大股东的女儿 因此被分到了专家的手下 相对于其他医务工作者的实习艰辛 陶雅雅来到医院后 简直顺风顺水 平时也嚣张惯了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自己父亲是大股东 被患者家属投诉 钉点是没有 院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这也是为什么陶雅雅面对投诉 会无动于衷 因为投诉在她眼里屁都不是 之前苏启怀看见走廊上的人越来越多 也没有继续解释的打算 这会儿检查完了 苏启怀直接开口 如果院长自己管不好手底下的医生 我不介意再换一个 院长听后冷汗连连 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 这才苦着连解释说 可她是陶股东的女儿 要是开除了陶雅雅 我怕陶股东会不高兴 到时候双方闹得不好看就不好了 苏启怀冷笑一声 我苏家还怕她 原本窝在苏启怀怀中的婉婉 忽然开口道 院长爷爷 师父说 医者 要有父母心 不能见利妄议 更不能见钱眼开 陶雅雅脸上只有骄纵 没有正气 苏婉婉并不觉得 她会在医学的道路上走多久 苏婉婉就那么一小团 之前院长根本没注意到她 但是苏婉婉的话 却让她内心一震 小团子的一席话 似乎让她醍醐灌顶 院长重重点头 是我想差了 苏总您放心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今天的事 该寄过就寄过 该开除就开除 绝不姑息 婉婉眯了眯眼 忍不住夸赞道 院长爷爷做得真棒 婉婉关了关院长的面相 耳垂肥后 中庭开阔 身上环绕着淡淡的金光 说明她这辈子 绝对做过不少好事 对于这种人 婉婉一向喜欢 院长没想到 会被一个三岁的小孩给夸了 一时间脸色飞红 婉婉哈哈一笑 又窝在了苏启怀的怀里 当天中午 医院就出现了一通告示 儿科医生李飞燕 和实习医生陶雅雅 因为被多次投诉 以及违背职业道德 被医院开除 李飞燕吃完饭回来 就被通知自己被开除了 一时间都傻了 她闹着要见院长 然而院长 却直接把这几个月的 投诉单子给了她 刘医生 我知道你在儿科上面 很有成就 但如今你做的这些事情 早就违背了 医生的职业道德 我们医院绝对不能 留您这样的人 您自己还是选择高救吧 刘医生咬了咬牙 高救 他被医院开除了 现在哪个医院敢要他 只是不管他说什么 院长都不愿意留他 刘医生只能 愤愤地离开医院 院长看着刘医生 摔门而去 叹了一口气 另一边 苏启怀和婉婉 在外面吃完饭 才继续去医院检查 苏启怀几天前就预约了 因此检查的速度十分迅速 没一会儿就检查完了 当医生看见苏启怀的双腿 能够小幅度地移动后 纷纷表示了震惊 表示 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毕竟当初苏启怀双腿上的神经 大面积坏死 能保住双腿 已经不容易了 现在双腿 竟然还能有知觉 甚至还能移动 苏总 明日后一定要多做一些康复训练 这样的化腿 还是很有希望恢复的 苏启怀眼下心中的高兴 对着医生淡淡地点点头 倒是晚晚听到医生的话 高兴得又蹦又跳 高兴完后 又轻轻地摸了摸苏启怀的双腿 眼睛亮晶晶的 大哥 晚晚没说谎吧 你的腿一定能恢复的 苏启怀嘴角撩起一抹笑 嗯 我们晚晚是小福星 苏启怀并没有在医院停留 从医院出去后就回了公司 然而刚坐上车 苏启怀口袋里的手机 却响了起来 他打开手机 发现是苏语师发来的信息 微博上的热搜怎么回事 你跟我妹妹怎么上热搜了 我妹妹额头上的大包怎么回事 苏启怀一脸疑惑 什么热搜 自己去微博看 我已经让公司撤热搜了 但是热度上升太快 撤热搜不管用了 苏启怀皱了皱眉头 手上飞块打字 我去看看 说完 他准备打开微博 结果发现自己手机上面 根本没有这个软件 只能下载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完账号后 他很快就找到了热搜第一的视频 视频的内容 正好是今天在医院的内容 然而 视频拍得并不完全 视频中只能看见十几个保镖 对着桃牙哑 桃牙哑被吓得崩溃大哭 苏启怀又翻了几条评论 轻疑色的谩骂 一闹 实习生太可怜了吧 有这样的家长 孩子也挺可怜的 楼上的你在开玩笑 你看那小孩坐在大人腿上 一脸看好戏的模样 这叫可怜 果然是有欺负必有其女 地督警方 快快快 把这个男人抓起来 公共场合带保镖 爆发户才这么干吧 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呢 实习生好可怜 本来当医生就不容易 没想到还被人这么欺负 这男人必须给实习生道歉 说开除就开除 真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呀 网上的评论一头倒 点赞数没一会儿就高达百万 就连一些大V也纷纷转载 苏起怀头疼地揉了揉额脚 晚晚坐在一旁 还不知道怎么了 看见在家大哥揉脑袋 还以为他不舒服 大哥 你怎么了 苏起怀摇摇头 低声道 大哥没事 车上不要看动画片 小心头晕 晚晚乖乖地收起手机 目光看向窗外 苏起怀的目光 又看向了手机 苏起怀动作很快 在车上联系了医院 又联系了公司的律师团 对乱转发的大V和视频首发着 纷纷发起了起诉 回到公司后 把这件事告诉了苏继周 苏继周顿时火冒三丈 这些人吃饱了撑的吧 苏起怀没接话 苏继周却还是很生气 他知道这件事不能怪大儿子 但是现在已经上微博了 虽然大多数都是指责 苏继周的行为问题 可是其中还是有不少评论 扯到了晚晚身上 苏起怀垂谋 淡淡道 我已经联系医院了 他们会发公告 老父亲仍然不高兴 那我女儿白被骂了 你去告诉律师团 那些带有侮辱性的网友 点赞最高的那几个 都给我告上法庭 苏起怀 好 我也正好是这个意思 于是 帝都最出名的阳光律师所 发出了一张律师函 其中 被起诉的人高达300余个 有些大V本来想蹭点流量 结果是 看见阳光律师所 吓得直接删掉内容 有的甚至注销了账号 网友们看着操作 瞬间猛逼 曹 谁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怎么删微博了 怎么那几个带头的 对方官博也删微博了 我关注的博主 直接注销账号了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阳光事务所 帝都律师界的传说 他们任何人一张嘴 对方辩护律师都要进去 能不注销微博吗 果然 资本的力量就是强大 这么狂 以为阳光事务所的律师 都要为他服务不成 姐妹们 我已经把视频上的男人 给扒出来了 人家是苏氏集团的总裁 下一任董事长 也是他家的 网友 这么狂 网友们继续身疤 越疤越震惊 燕大毕业 经济管理 经济金融双博士学位 在校获得全额奖学金 毕业后担任苏氏集团总裁 网友们傻了 怎么人家27岁千亿身家 我的27岁连饭都吃不上 残疾了又怎么样 但是人家真的好帅啊 人家女儿也好可爱的 还穿着小道袍 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苏喜怀本人 每年都在做公益活动 我觉得可能不像视频上说的那样 我也觉得 事情虎头蛇尾的 而且人家千亿身家 恐怕去医院带100个保镖 都再正常不过吧 而这边 医院也把中午的解评书 放在了官网上 但是为了解释清楚 特意说明了今天事情的经过 并且还把监控视频发了出来 当时我跟我女儿就在现场 是那个医生没到下班时间就下班了 实习医生又出来说三到四 说那个男人的孩子 破一个小口 是占用资源 男人生气就让院长把实习医生给开了 对对对 楼上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我以前也带孩子来看过病 当时还没到下班时间 那医生就去食堂吃饭了 可把我无语惨了 我听说当时实习医生可狂傲了 还说什么医院股东 是我爸之类的话 要我是小孩的家长 我也生气啊 就算是小伤口又怎么样 我孩子受伤了 我带他来看看有错 人家是没交钱 还是没排队啊 现在的网友 听风就事语 无语了 热搜来得也快 去得也快 再加上苏季周 不想让事情继续发酵下去 在下午的时候 直接联系作者 把视频给删了 当然 该告还是要告 现在这些人为了夺人眼球 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也算给这些人常常记性 很快 热搜前三 就被当红明星苏玉石给霸占了 锦号苏玉石与某当红小花酒店优惠 锦号锦号苏玉石 即将公布念情 锦号锦号苏玉石新电影 即将上线 锦号 苏季周本来是想看一眼微博上 还有没有关于 今天在医院的消息 没想到就看见热搜的前三条 脸色铁青 这狗崽子 最好不要回来 办公室里 晚晚正捧着手机看动画片 听到苏季周说话 赶紧凑到老父亲身边 抬起头问 爸爸 谁是狗崽子呀 说完 他的余光就看到了热搜的界面 苏玉石与当红小花 晚晚皱了皱眉头 指着手机上的酒字问道 爸爸 这个字读什么呀 苏季周 这个字读酒 晚晚嗷嗷两声 继续往下念 酒店 什么会 他认了半天也认不出来 干脆又求教自己老爸 老父亲这次不再说话 反而想到了一件事 苏婉婉算算 年纪也三岁半了 这个年纪差不多可以读幼儿园了 他和大儿子 每天带着他来公司 始终有些不方便 而且 晚晚一个人 可能会比较孤单 是不是该让孩子去幼儿园了 宝宝 你想不想去幼儿园 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晚晚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我不要 我要跟爸爸哥哥在一块 说着 晚晚直接抓着苏季周的大腿不放 似乎害怕老父亲下一秒 就把他送进幼儿园了 苏季周低下头 把晚晚抱在怀里 继续哄骗道 可是晚晚以后 也要读书上学 更何况爸爸和哥哥 以后会经常出差不在家 到时候 就没人陪晚晚玩了 晚晚低着头 不说话 苏季周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苏晚晚的回答 奇怪地低下头 结果发现 怀里的小宅宅 眼里通红一片 嘴角一撇 下一秒 直接呜呜地哭了出来 像只受伤的小野兽一样 无助和害怕 苏季周心里一慌 可是哄了半天 怀里的小宅宅 还是一直哭 这可把老父亲吓坏了 苏启怀刚进办公室 就听见了小孩的哭声 赶紧推动轮椅 朝这边走来 晚晚哭的头发都湿了 小脸通红 看见自己大哥时 越发伤心 大哥 爸爸坏 他要送晚晚去幼儿园 不要我了 小团子一边哭 一边还不忘 扒拉苏启怀的大腿 苏启怀还不明白 是什么状况 可还是把晚晚 从苏季周的手上 接了过来 苏季周见晚晚还在哭 又心疼又着急 解释说 我想着 晚晚已经三岁半了 打算让他去幼儿园 结果这小崽子 下一秒就哭了 苏启怀哑然 不过联想到晚晚之前的话 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晚晚 爸爸和哥哥不是不要你 不要哭了好不好 晚晚一听 哭声果然小了很多 侧着耳朵 继续听苏启怀接下来的解释 苏启怀有些无奈 可还是继续道 其他小朋友 像晚晚这个年纪 都去幼儿园读书了 晚晚不去 是因为害怕吗 晚晚赶紧摇摇头 十分嘴硬道 晚晚才没有害怕 他抬头看着自己大哥 略带笑意的毛子 像是一只炸毛的小猫咪 晚晚一点也没有害怕 大哥你污蔑小孩 苏启怀哭笑不得 但是也怕把小家伙惹生气了 赶紧继续劝说 好 我们晚晚没害怕 晚晚见大哥这么肯定 有些心虚 他悄悄道 我没害怕 所以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关进幼儿园 之前怪阿姨说我不听话 就要把我关到幼儿园去 苏启怀脸色一变 意识到 为什么晚晚为什么 在听到幼儿园这三个字后 会这么害怕 于是正色道 爸爸和哥哥 怎么会把晚晚关进幼儿园 晚晚每天晚上都要回家 和爷爷爸爸和哥哥一块吃饭睡觉的 而且幼儿园还有很多小朋友 可以跟晚晚一块玩 难道晚晚不想去吗 晚晚想了一会儿 似乎明白了 就像爸爸和哥哥 每天都要上班一样吗 嗯 到时候晚晚上幼儿园 爸爸和哥哥来接晚晚放学还不好 晚晚最终还是犹豫了一下 但是大哥的语气不作假 最终乖乖地答应了 回去以后 父子二人把晚晚上幼儿园的事情 告诉了老爷子 老爷子一听 当即拍了拍大腿 这是好啊 宰宰愿意 嗯 虽然费了一点功夫 可好歹小祖宗答应了 晚晚上学是大事 老爷子得知后 更是天天往幼儿园跑 最后选了一家 离家最近的幼儿园 不行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以后 我接晚晚上下学 你们安心工作吧 老爷子直接在餐桌上宣布 晚晚一听 真的有人会接他上下学 高兴地拍了拍手掌 老父亲和苏大哥顿时不干了 纷纷表示 我们也可以 你们可以 早上七点出门 晚上八点回来 那晚晚岂不是全校最后走的宰宰 父子二人闭口不言 不过最后表示 晚晚上学第一天 一家人都要去 苏启怀怕晚晚以后 见不到他们伤心 便跟晚晚解释 爸爸和哥哥工作忙 有时候不能准时接到晚晚 所以大部分上下学 可能都是爷爷来接 他一边说着 脑中快速旋转 想着自己待会儿 应该怎么哄小崽子 然而 晚晚却丝毫不在意 反正 有人来接他回家就行 苏启怀心里松了口气 紧接着涌上了一抹心酸 感情小团子 根本不是舍不得他们 而是害怕自己被丢掉 想到这里 苏启怀摸了摸小团子的脑袋 满脸宠溺 晚晚 我们不会再把你弄丢的 柔软的月光透过窗户 撒到了床上 床上的小团子 睡颜一脸甜蜜 双手压在耳朵旁边 呼吸绵长 苏启怀见小团子睡着了 替他搁上毛毯 自己拿着一本书开始读着 晚晚的幼儿园 是一所名办幼儿园 老师素质都比较高 晚晚穿着一件 灰蓝色的小棉袄 背上背着一个 黄色的小恐龙书包 一到幼儿园 就让老师们喜欢得不得了 苏家三的男人 一看就气势不凡 孩子一入学 就捐了一栋楼 老师们更不敢怠慢 原本以为有钱人家的小孩 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好相处 没想到 晚晚一口一个漂亮小姐姐 把整个幼儿园的老师 哄得掏心掏肺 老师 我们家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 待会儿我们走了可能会哭闹 到时候 还得麻烦你了 老师们早就被晚晚哄得晕头转向 哪里还会怕这些麻烦 赶紧点点头 晚晚家长你们放心 晚晚这种情况 小班里很常见 我们会好好照顾晚晚小朋友的 三个大家长顿时放松下来 临走前 晚晚一人给了一个亲亲大人们 才肯离开 老师们看着一步三回头的大人 突然有些搞不清楚 到底是谁有分离焦虑 晚晚这边适应良好 但是三个大人 却一点也不好过 老爷子回到家就坐立不安 连最喜欢看的综艺 也提不起兴趣 而远在公司的苏继州 和苏大哥也是如此 开会的时候频频走神 动不动就盯着手机看 甚至中午的时候 还跑去幼儿园门口 看了一眼自家小团子 只不过入园以后 幼儿园大门紧闭 二人只能在门口看个寂寞 三个大人一天魂不守舍 纷纷在想 小团子第一天上幼儿园 有没有害怕 有没有哭 有没有被其他小孩子欺负 有没有想他们 然而 在幼儿园吃着午饭的小团子 对自己爷爷爸爸和哥哥的想法 并不知晓 他吃完饭后 就拿着自己的饭碗 走到老师面前 眨巴眨巴眼睛 可怜兮兮地说 老师 还有吗 老师看着苏婉婉递过来的饭碗 有些头疼 苏婉婉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学校虐待孩子 不给孩子吃饱 实则这是婉婉 今天的第五碗饭了 更何况 早餐的时候 婉婉自己一个人 就吃了七个馒头 三碗豆浆 这真的是人类又宰吗 就算成年人 也吃不了五碗饭吧 可偏偏他摸了摸苏婉婉的肚子 一点都没有鼓起来的迹象 他有些担心 想着放学的时候 跟苏婉婉家长沟通一下 于是 老师温声细语地解释道 婉婉小朋友 今天午饭已经没有了 待会儿睡完觉起来吃水果好不好 婉婉有些失望 好在自己已经吃了七分饱 因此也没有闹着再要 点了点头 抱着自己的小婉 回到了座位上 加上苏婉婉 班上有二十八个小朋友 教室里有四张大桌子 每个组都有七个小朋友 婉婉无聊地趴在桌子上 看着门口 偷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开始算爷爷 还有多久来接他回家吃饭 正在这时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女人手上 牵着一个五六岁左右的男孩 婉婉正好看见小男孩 浑身金光和紫气 惊讶地张开了嘴 这是不是师父说的 功德圆满之人 又有金光 又有紫气 说明前几辈子都是大善人 这辈子功德圆满 应该做皇帝 只不过 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了 老师看见女人和孩子 马上站了起来 小吃家长 小吃得病好了 曹叔点点头 嘴上聊起一抹温和的笑意 嗯 我送他来上学 曹叔长得很漂亮 非常直的头发披在脑后 似乎带有一抹天然的清和力 然而下一秒 他的笑容淡了下来 语气不嫌不淡 进去吧 放学我派人来接你 说着 就离开了 男孩站在门口 没有动作 他的双眸淡漠而又疏离 对于老师的问题 一概不理 老师也不生气 脾气温和地 让他先回位置上坐着 男孩走得很慢 走路姿势十分奇怪 晚晚的目光 一直盯着男孩 而对方看见自己旁边 多了一个小孩时 只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坐了下去 我叫晚晚 你叫什么啊 男孩沉默着 似乎把晚晚当成了空气 晚晚以为对方没听见 整个脑袋都靠了过去 再次问道 你长得好高啊 你是我们班最高的孩子 他今天排队的时候 看了一下 他是班上最矮的 不过小团子想得开 觉得自己蹦一蹦 肯定能长得高 男孩自从入座后 晚晚就一直在他旁边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挖 你好好看呀 你的手也好看 眼睛也好看 你好白啊 你是小白脸吗 最终 男孩忍无可忍 直接捂住了晚晚的嘴巴 语气中带着一丝崩溃 顾方池 啊 男孩再次道 我说 我叫顾方池 晚晚知道顾方池名字后 心里可高兴了 以后 你就是晚晚在班上的 第26个朋友了 以后有事晚晚召你 顾方池嘴角一抽 可很快又低下毛子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苏晚晚见顾方池 又不跟自己说话了 也不气恼 猜测对方应该是不好意思 于是跟自己旁边的人说话 吃完饭后 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别的小朋友坐在地上玩积木 顾方池却坐在客桌上 一动不动 晚晚觉得顾方池有些孤单 拿着自己好不容易抢到的雪花片 准备送给顾方池 然而 却被一个胖胖的小男生拦下了 你把雪花片给我 我拿积木给你换 晚晚摇摇头 这是我给顾方池的 你要的话 明天我抢了送给你 晚晚觉得 都是他的朋友 绝对不能厚此薄彼 然而小胖子却不愿意 直接想要抢晚晚的雪花片 晚晚早有防备 小胖子本来蹲位就不小 结果最后连晚晚的衣袖都没碰到 你干嘛要理那个小瘸子 晚晚知道 什么叫做瘸子 因此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小胖子 人家有名字 叫顾方池 不准喊人家的外号 小胖子没有拿到雪花片 本来就很生气 现在又被晚晚教训了一顿 心里更加不高兴 哼 我说错了吗 他本来就是小瘸子 走路一瘸一拐的 说完 竟然还模仿起了顾方池走路的样子 小团子不高兴了 莫名的有些手痒 然而 理智告诉他 打人是不对的 晚晚想了一会儿 正色道 如果有一天 你忽然瘸了 走路一瘸一拐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办 小胖猛了 我 我会 小胖急得抓耳挠腮 晚晚叹了一口气 像是看小傻子的眼神 看着下胖 我想 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是会瘸的 为了 小团子还问道 小胖 我说的对不对 那小胖子摸了摸脑袋 觉得对 又觉得不对 可是看着晚晚一副 求表扬的模样 小胖子 却没办法拒绝 干脆开口道 晚晚说的对 晚晚你真棒 说完 摸了摸自己的小心脏 这时候的小孩 还不知道 有个词叫做 昧着良心说屁话 我师父说了 人的出生和意外 都是不能选的 所以 别人的短处你 不能取笑 这次小胖子觉得 晚晚说的好有道理 甚至还拍了拍手 那你把雪花片 拿给顾方池吧 我 我以后不嘲笑他就是了 晚晚眯着眼笑了起来 乖孩子 小胖的脸红的 像红屁股 直接害羞地 跑到了老师的怀里 看着小胖跑去找老师 晚晚便拿着雪花片 找坐在小凳子上的顾方池 顾方池一直注意着苏婉婉 听到苏婉婉的话时 内心多少有些触动 他拳头死死地捏着 等婉婉走过来 整个人半边身子 都贴在他身上时 整个人都僵了 小团子奶乎乎的 不禁说话软 就连身上都有一股 软乎乎的味道 像是花香中 夹着淡淡的蜂蜜味 顾方池 你玩雪花片吗 不玩 可是晚晚不会玩 你陪我玩还不好 顾方池没说话 晚晚没有丝毫生气 把雪花片摆了一桌子 自顾自地玩了起来 顾方池 小鸡怎么拼啊 顾方池 我的小鸡怎么散架了呀 顾方池 顾方池看了一眼苏婉婉 那只所谓的鸡 丑得可谓是神形巨灭 还是苏婉婉不说 他都不敢相信 苏婉婉拼的是一只鸡 他眼中染上了一丝疲惫 拿过苏婉婉手上的那只鸡 几下就把他拆了 苏婉婉看见自己拼了半天 才拼好的鸡 竟然被拆掉了 嘴角顿时一撇 要哭不哭的模样 一向不怎么开口说话的顾方池 再次开口 太丑了 我给你拼 苏婉婉一听 自动忽略了前面一句话 赶紧点了点头 顾方池你真好 于是 顾方池手上的动作 又快了几分 等一只鸡拼完 婉婉挖了一声 一双小手抱着顾方池给他拼的鸡 甜甜地说了一句谢谢 那你会拼鸭子吗 猪也会吗 顾方池答应苏婉婉每天中午 给他拼一只动物后 婉婉开心地围着桌子转一圈 然后拿着鸡到处炫耀 逢人就说 顾方池给婉婉拼的 他好厉害啊 不过休息时间一过 婉婉在老师的注视下 把那只鸡给拆了 放进了收纳盒里 婉婉有些伤心 睡午觉的时候专门走最后 凑到了顾方池的耳边道 我明天还想要鸡 顾方池知道自己不答应 可能这个午觉都别睡了 最后在婉婉色淫威之下 只能答应下来 被子是从家里带来的 婉婉选了一张自己午睡的小床 没一会儿就梦周公去了 午睡后 婉婉还有些困 老师叫了几次都没反应 老师没办法 只能一边给他穿衣服 一边让他醒瞌睡 顾方池醒后 最先下楼静静地坐在板凳上 似乎班上的热闹都和他无关 不过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 正在慢悠悠下楼的小团子 小团子睡眼心松 小手握着栏杆 走了两步后 另外一只手 时不时挡在嘴前打哈欠 光是短短的几步路 苏婉婉整整走了一分钟 婉婉头发有些松 老师给他扎了一个小辫子 婉婉扎完以后觉得头皮有些紧 坐在位置上时 一个劲地扒了他的头发 顾方池见了 沉默了一会儿 伸出一只手 婉婉正和自己的头发较劲呢 忽然眼前出现一只手 疑惑地抬起头 水汪汪的眼睛里有一丝疑惑 顾方池剪明恶药 簪子 婉婉听话地 把簪子递给了对方 紧接着转过身去 圆润的后脑勺 对着顾方池 顾方池解开了婉婉头上繁杂的小辫子 手上随便抓了几下 在后脑勺上盘了一个小啾啾后 然后用木簪固定 谢谢你 你真棒婉婉十分满意 顾方池给他盘的头发 顾方池脸上一红 低着头 不再说话 下午放学的时候 婉婉被老师牵着 走在了人群的最前面 还没出幼儿园 婉婉就看见了 站在人群中的爷爷爸爸和哥哥 还没等老师反应过来 婉婉立马像个小炮弹一样 冲了出去 老师觉得自己的手一空 抬眸看过去 便看见婉婉 已经隔着围栏 跟自己那几个大家长 打起了招呼 小团子 一点也不像第一天刚入学的样子 家长们顿时就被这个 突然跑过来的小团子给吸引住了 小姑娘看起来挺开朗的 你家的孩子 苏家三个男人可骄傲了 结实点点头 苏继周矜持地恩了一声 说 我家的 你是他爷爷 苏继周嘴角一抽 解释说 我是他爸 大家还以为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才是小孩的亲店 没想到旁边那个中年人才是 说话的那个家长 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目光没有从婉婉的身上 移开过嘶吼 苏继周隔着栏栏 不能把女儿抱起来 这时候 婉婉的老师也过来了 她玩下腰 细心地解释 小朋友 现在还没有放学 不可以乱走 婉婉看了一眼自己的班级 大家都还排着队等她 一时间有些愧疚 小声地道歉 老师对不起 老师也怪自己 没有事先给婉婉说清楚 因此也没怪婉婉 跟苏继周等人解释了两句后 就把婉婉签了回去 下午四点钟 幼儿园准时放学 婉婉是第一个出校门的 苏启怀给她拿书包 婉婉一手牵一个 慢悠悠地走着 他们今天中午不放心 来看婉婉后 下午便没有心情工作 一个董事长 一个总裁 纷纷翘班回了家 好不容易到了下午两点 苏家三个男人 便过来幼儿园 守着 此时牵着婉婉的小手 忍不住后悔 把小孩送幼儿园了 三个大人内心的想法并不清楚 婉婉只知道自己今天十分开心 婉婉今天交到新朋友了 大家有些好奇 忍不住问 谁啊 她叫顾方池 对婉婉可好了 今天给了婉婉一只鸡 还给婉婉扎头发 婉婉可喜欢她了 她答应 婉婉明天还送我一只鸡 婉婉嘴上滔滔不绝 把今天的趣事 全都说了一遍 几个男人听着 面上不显 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苏季周最后无情地 告诉自己宝贝 宝宝 明天周六 幼儿园放假了 婉婉一听 有些失望 不过 想到明天还可以玩 婉婉又忍不住高兴起来 爸爸 明天我想买东西 苏季周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结果第二天 苏婉婉说的 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 宝宝 小孩子一个人出去不安全 可是爸爸和哥哥要工作呀 爸爸和哥哥今天可以不工作 不工作要扣钱钱 爸爸和哥哥没钱 怎么样婉婉 老父亲 他一个全国首富 会害怕没钱 婉婉坚持不让老父亲陪他 苏季周还是不放心 我有保镖大哥 爸爸和哥哥还是去工作吧 婉婉只是出去买点东西 买完就回来 婉婉说完 包子脸突然有了一抹正色 今天爸爸和哥哥如果不去 公司会出大问题的 文言 二人皆是一愣 今天 他们的确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签约仪式 婉婉这么说 肯定是算到了什么 这些天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婉婉的确有几分本事在身上 这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因此 婉婉这么一说 父子二人皆是相互看了一眼 老父亲还是有些不放心 说道 那婉婉多带些保镖去 中午十二点 让保镖送你去公司 知道吗 这下子 婉婉没拒绝 点了点头 说了句好 苏家保镖多 老父亲生怕自家宝贝出个什么意外 让十几个保镖跟在身后 婉婉坐在中间 前后左右 全是保镖围着 婉婉也不怕声 在车上直接跟保镖聊起天来 婉婉逛了一圈商场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却没有找到一样自己想要的商品 最后走累了 还得保镖抱着 婉婉有些苦恼 不是说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吗 怎么婉婉想要的一件也没有 保镖 婉婉小姐想要什么 我可以看看附近有没有 于是 婉婉便伸出手指头 开始念自己需要的东西 朱纱 黄指 黄旗 眼看着保镖的眼神越来越疑惑 婉婉终于停了下来 歪着头 看着保镖的眼睛 没有吗 保镖虽然不知道 苏婉婉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但毕竟是 拿钱干活的打工人 于是对着身后的同事道 去搜搜附近有没有古玩街之类的 好巧不巧 还真的被找到了一个 就在附近不到三百米的小巷子里 保镖们似乎没想到 在热闹非凡的帝都中心 竟然还有这么一条小巷子的存在 走进去的时候 满脸不可思议 婉婉被保镖牵着 走得很慢 一双大眼睛 在门市上来回寻找 最终在一个算命摊子面前停了下来 这家算命的生意十分红火 婉婉站在一旁听了一会儿 后来才慢慢明白了 其中的原因 算命的老头张口闭口全是好话 就算是些不好的事情 也是无伤大雅 就像现在 算命的老头子才看了一眼 就开始说着各种好话 别说旁人 就连他都差点性了 结果后面越说越离谱 婉婉实在没忍住 走在摊位前 道 大叔 钱可不能这么赚 要遭天谴的 老头子算命算到一半 面前突然出现了个小屁孩 对他说这种话 顿时忍不了了 大声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还不快临走 保镖没想到 苏婉婉前一秒还听得津津有味 下一秒就说出这么牵揍的话 他们怕算命的老头子揍人 赶紧把婉婉护在身后 然而婉婉并不害怕 反而像只小泥丘一样 从保镖的身边钻了出来 说道 看首相讲究左先天 右后天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右手的影响力比左手高 而这位阿姨伸出的是左手 你却把好话说得头头是道 你知不知道 阿姨会因为你的这些话 影响内心的判断 说着 他看了一眼面前中年女人的首相 沉吟了一会儿 轻声道 阿姨手掌宽厚 说明家庭和睦 应该有一儿一女 且都已成家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阿姨的儿女 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中年女人听见苏婉婉的话 下意识地点点头 紧接着 婉婉继续道 所以阿姨来求的并不是姻缘 而您的婚姻线 在三年前已经断掉 请问您的丈夫三年前 是否已经离世 中年女人心里一惊 最终还是点点头 所以 你真正想算的 是您能活多少岁吧 中年女人 此刻已经对苏婉婉信服的不行 这会儿 已经自动忽略了面前的小孩 才几岁的事实 婉婉叹了一口气 最终说道 阿姨 人的气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左右手也分先天后天 您如果愿意相信婉婉 还是让您的孩子 带您去做个检查 中年女人一顿 赶紧点点头 什么都没留下 拿着买菜的口袋 就匆匆离开了 算命的见苏婉婉这样 毁坏她的生意 做事要打人 然而婉婉跑得飞快 几秒的时间 就跑到了保镖大哥的身后 保镖各个身材魁梧 正气凛然 算命老头本来就心虚 见此手赶紧收了回去 准备收拾摊子跑路 婉婉歪着头 在保镖大哥的腿边 露出一个小脑袋 笑眯眯地说 别跑哦 越跑越倒霉 下一秒 人群中就走来了 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道 您好 我们接到举报 说您涉嫌诈骗 请跟我们回去 核实一下情况 民警话刚说完 那算命老头见识不对 拔腿就跑 眼看着 就要从婉婉旁边跑走 婉婉却伸出了 自己的小短腿 下一秒 算命老头重心不稳 快步向前跑了两步 眼看着就要撞着行人 行人纷纷躲闪 而一辆小三轮躲闪不及 再有粪水的白桶 直接侧翻 悉数洒到了 算命老道士的身上 哦 老道士嘴里有些异痒 闻着那股奇怪的味道 直接呕了出来 婉婉嫌弃地爬上了 保镖大哥的大腿 不敢看着滑稽的一幕 保镖大哥们 人已经傻了 赶紧捂着婉婉的鼻子 把人给带走 离开后 婉婉忍不住叹了口气 哎 都说了越跑越倒霉 怎么从来没人信我念 保镖无言 见识到了婉婉的神奇之处后 保镖对婉婉多了一份尊重 他们是从部队退役下来的 以前也听过 世界上存在一些 超出科学的东西 因此 内心虽然惊讶 但是对刚才的事情 只字不提 一行人继续往小巷子 深处走去 终于 婉婉在一处古典的店铺处 停了下来 婉婉抬头看过去 就看见了不少宝贝 于是主动牵着保镖 走进了店铺 见有客人过来 老板赶紧过去招呼 小兄弟 老板还以为是保镖要买东西 于是准备开口介绍 然而 一直没有被注意到的小团子 却开口道 我要各种颜色的符纸 还要朱砂 黄旗 婉婉抱了一长串 老板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老板有些生气 小孩子家家的 来凑什么热闹 这些东西 是你能用的 保镖上前一步 说 开门做生意 我们小姐要的东西 只管准备就行 老板见保镖 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犹豫了一下 想着自己开门做生意 最终把苏婉婉要的东西拿了出来 婉婉有模有样地咽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谢谢老板收了钱 婉婉就准备离开 婉婉刚出门 就有一个穿着蓝灰色道袍的少年进去了 少年走得很快 看起来有些着急 老板 我要三百张黄服 老板一愣 有些惊讶 不是昨个儿才买了五百张吗 少年也有些无奈 这一届弟子太拉胯了 连安神服都画不出来 这不 一天就废了五百张黄服 师父他老人家都快气死了 天天都念叨着 还不如他家三岁的小师姐厉害 总之 您快卖点福纸给我吧 我好会去交差 可是今天的黄服已经没有了 要的话 只能等明天 少年有些着急 怎么会没有呢 老板指了指 站在店门口的苏婉婉 说道 诺 就是那个小孩 直接买了一千张 我们店的存货都被他买了 少年 老板给他出了个主意 要不你跟那小姑娘云点 少年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胆紧走到苏婉婉面前 低着头 面对眼前长相乖巧的小团子 道 小朋友 哥哥今天需要一些福纸 但是店里没有了 哥哥能不能在你这里买些 婉婉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身道袍 显然是某个道观的道士 张怀玉看见婉婉不说话 还以为小姑娘不愿意给 一时间有些失望 古城街 只有这家店铺的黄纸最好 他师父也指明 要这家店铺的黄纸 张怀玉站起身 突然 手腕被苏婉婉拉住 婉婉有些奇怪 你不是要福纸吗 张怀玉一愣 反应过来后狂喜 你要卖给我 婉婉摇摇头 婉婉觉得跟你有缘 福纸算是我送你的 但婉婉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张怀玉接过一包厚厚的福纸 大约有五六百张的样子 于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刚才我听见你说 画幅很难 对啊 张怀玉想都不想地就回答了 画幅可是最难的了 你还小 可能还没画过幅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有人能从一百张符纸里面 画出一张符出来 天赋算是很高的了 婉婉不太懂 明明她和师父随随便便 就能把符画出来的呀 难道没有一画就成功的 张怀玉睁大眼睛 忍不住说 怎么可能 就算是我师父她老人家 也只能在十张符里面 画成功一张 不过我师父倒是经常吹嘘 她她那个三岁的小师姐 说她提笔就能画 不过 我觉得我师父多半是吹的 婉婉摸了摸鼻子 关了一眼张怀玉的面相 犹豫了一下 问道 你师父是不是叫向德寿啊 张怀玉睁大双眼 褐色眸子 满眼不可置信 你怎么知道的 婉婉 实不相瞒 婉婉就是她师姐呀 半小时后 张怀玉和婉婉一同坐在店门口 张怀玉嘴巴微张 她觉得 就算再过半年 自己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她师父 向德寿 那可是天师派的顶级人物 如今78岁高龄了 却有一个三岁半的小师姐 饶视张怀玉见多识广 可她仍然不愿意相信 一旁的保镖 见自家小姐坐在门口 已经快半小时了 赶紧道 婉婉小姐 先生让您中午去公司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差不多该出发了 婉婉一听 赶紧拍拍屁股 从地上站起来 那我们走吧 说完 又回过头 看着身无可恋的张怀玉 忍不住说 我记得我那个师弟画幅的本事 的确一般 不过在看乡破数方面 造诣却不错 试着你好好跟他学就是了 说完 直接牵着保镖大叔 离开了古玩巷子 等张怀玉反应过来时 人都已经走没影了 张怀玉意识到了什么 拔腿就往回跑 天师公会里 香德寿看着今年的天师 气不打一处来 几个年轻的天师 在一旁瑟瑟发抖 连枪都不敢开 好在这时 张怀玉抱着福祉回来了 香德寿看着自己这个徒弟 姗姗来迟 心情更加不好 怒火直接歉意到了张怀玉身上 让你出去买个福祉 几个小时都不回来 要你有什么用 张怀玉是个人惊 见香德寿生气 赶紧道 老师 今天店里的福祉卖完了 香德寿皱了皱眉头 不过他清楚 这个徒弟不会说谎 只是狐疑了一下 然而张怀玉却凑近自家师傅 偷偷道 不过徒弟今天碰到一个 自称是您师姐的小孩 他说与我有缘 赠了徒弟一些 香德寿一愣 我师姐 他只是愣了一秒 摇了摇头 随即否定了对方 怎么可能 小师姐可是我师傅的宝贝疙瘩 我师傅怎么可能 带他来帝都不告诉我 张怀玉听了自己师傅的话 终于放心下来 大大咧咧地吐槽道 我就说嘛 那小屁孩 肯定是骗徒弟的 不过他也是厉害 既然知道师傅的名字 差点就被骗过去了 香德寿一愣 脸上出现一丝军烈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张怀玉被自家师傅的模样 吓了一跳 吞了吞口水 忍不住后退几步 师傅 怎么 你刚才说 你遇到的是一个小丫头 香德寿的语气焦急 赶紧又问 那丫头长什么样子 张怀玉被吓了一跳 他赶紧磕磕巴巴地说道 长得还挺可爱的 皮肤很白 香德寿恨铁不成钢地望着自己徒弟 平时让你多读书 结果偏要读书的时候去放猪 九年义务教育 怎么就把你漏了 张怀玉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 但是他绞尽脑汁也形容不出来那小姑娘的模样 毕竟那小姑娘长得跟个天线一样 这哪是他能形容的 行了 我也不指望你了 七十几岁高龄的老道士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免得自己被徒弟给气死 我问你 那小姑娘右眼角是不是有一颗肋质 张怀玉想了一会儿 点点头 香德寿心里一慌 赶紧又问 是不是扎着一个丸子头 头上有一根黑色的木簪 张怀玉又点点头 那他背后 是不是还背着一把七星剑 张怀玉这下子摇摇头 没有 他有大人跟着 香德寿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他跟着师父学相术也才两年的时间 他拜师的时候 小师姐才一岁 才刚刚学会走路 不过那时候 七星剑就已经在小师姐手上了 那会儿 师兄弟还很多 小师姐路都走不稳 却能提着一把比他人还高的七星剑 追着他们到处看 那会儿 七星剑可找小师姐喜欢了 走哪带哪儿 难道是长大了 就不喜欢了 香德寿想不明白 他沉思一会儿 突然瞥了一眼张怀玉 那小丫头 是不是还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符纸 张怀玉想了想 他的确是看见了 苏碗碗背包里 还有各种颜色的符纸 只不过并不多 香德寿听见后 内心已经十分肯定了 他直接一巴掌拍在自己徒弟头上 那就是你小师伯 除了他 谁还能使用五颜六色的符纸 张怀玉抱着头痛的呲牙咧嘴 一时间有些憋屈 可是内心却一点也不相信 他师父老人家 已经七十几了呀 怎么会有一个三岁半的小师姐 那他以后 不得喊一个三岁半的小姑娘师伯 张怀玉想想那个场景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你师伯好不容易才来一趟帝都 你怎么也不喊人家 来天师会做做 张怀玉满脸无奈 香德寿似乎想到了什么 七十几岁的老年人 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最后忍不住戳戳自己笨徒弟的脑袋 怎么连个联系方式都不留下 张怀玉心里委屈 但是又不敢反驳自己师父的话 师父 既然小师伯来帝都了 指不定哪天又要去买古玩节买东西 到时候 我一定把小师伯给您接过来 听到这个回答 香德寿总算是满意了 只不过张怀玉有些好奇 道 师父 您不是说 小师伯一直跟着师祖生活在C市 怎么忽然来帝都了 而且我今天没看见师祖在场啊 香德寿 师父以前替你师伯算了一挂 挂像显示你小师伯的亲缘在帝都 时机一到 你小师伯自然会回家 那师祖人呢 这么个宝贝疙瘩来帝都 师祖他老人家能不跟着 香德寿微微叹了口气 你师祖他十有八九 已经归西了 张怀玉 张怀玉想从自己师父的脸上 找到一丝悲伤 然而老人一脸平静 别说悲伤了 连一点惋惜都看不到 华夏失去这么一个守护神 难道不应该感到悲痛欲绝吗 倒是张怀玉有些难过 忍不住问道 师祖他 怎么去的 他心里已经想到了各种阴谋论了 毕竟这些年 华夏受到的针对不少 每次遇到大事 都是师祖他老人家 跑到最前面 国外早就看他老人家不顺眼了 香德寿不明白自己徒弟怎么这副模样 感觉有些丢脸 默默地移开了几步 眼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 你师祖都一百四十岁了 能不去吗 张怀玉都怪师祖平时太猛了 都快忘记人家一把年纪了 张怀玉缅怀了一会儿 就带着师弟们下去一块画幅 香德寿又开始各种嫌弃 苏婉婉这边 他坐上车后 就被保镖送到了公司 一到公司大厅 就被公司里面的小姐姐小哥哥 各种嚎 到最后 婉婉撇着嘴 眼啪啪地到了老父亲的办公室 苏记周好不容易处理完上午的意外 就看见婉婉垂头丧气地进了办公室 连招呼都没打 直接一头栽进沙发里 老父亲有些搞笑 忍不住问道 婉婉怎么了 是不是累着了 婉婉小耳朵一动 露出了那双幽怨的小眼睛 爸爸 你公司的员工太太太热情了 一进公司大门就被薅 进电梯又被薅 在走廊上还要被薅 他觉得自己小小年纪 就有了秃顶的烦恼 苏记周哭笑不得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来到婉婉身边将她一把抱起 闻着婉婉身上独特的香味 瞬间觉得疲惫的大脑 舒服了不少 说明我们婉婉招人疼 不过婉婉要是不喜欢 爸爸待会儿 就在公司群里告诉他们 不要好我们婉婉了 婉婉赶紧摇摇头 婉婉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们是因为喜欢婉婉 才想跟婉婉玩的 如果爸爸跟他们说了 大家一定会伤心的 苏记周越发觉得 自己女儿就是个小可爱 四岁不到就知道为大家着想 此刻 苏记周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送给自己的宝贝疙瘩 估计此刻婉婉就算是 想要天上的月亮 苏记周都会想方设法 给婉婉弄下来 嬉闹了一会儿后 婉婉看了看老父亲的面相 阴气已经消散 只不过额头上还有几丝残留 婉婉挥了挥手 那阴气便消失不见了 今天又帮了婉婉一个大忙 婉婉是不是很厉害 老父亲想到今天上午的事情 仍然心有余悸 他看着小女儿 一副求表扬的模样 心中满是宠溺 嗯 我们婉婉是天下最棒的小孩 想到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 心中后怕 以前他从不相信鬼神怪力的事情 但自从接婉婉回来 尤其是今天的事情 让他不得不相信 苏记周亲了一口苏婉婉的小脸蛋 忍不住道 今天谢谢婉婉 替爸爸救了你顾叔叔婉婉摇摇头 软声软气地说 不客气啊 不过顾叔叔是谁 顾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 过几天你顾叔叔过生日 婉婉和爸爸一起去好不好 婉婉 过生日 是不是可以吃生日蛋糕呀 苏记周顿了一下 他有些不确定 不过看着女儿这么细意的样子 还是点了点头 有 就算没有也得有 大不了到时候 他自己带一个过去 婉婉眼睛顿时就亮了 疯狂点头 表示自己一定要去 末了 他又道 正好顾叔叔的死结还没有过 到时候 婉婉可以去看看吗 他虽然能窥探一丝天机 可是却不能窥探太多 因此 他并不确定 顾叔叔到底是阳寿到了 还是背后有人搞鬼 这一切都必须见到顾叔叔在说 然而 苏记周却有些担心 婉婉的意思是说 你顾叔叔 还会经历今天的事 苏婉婉摇摇头 不一定的呀 可能是别的死法呢 喝水被呛死 也是有可能的 苏记周嘴角一抽 可是内心却不愿意再经历今天的事情 要不是今天多留了的心眼 那顾廷员岂不是休的一下 就从他公司楼上跳下去了 只不过婉婉的话 让苏记周警铃大作 他不知道 这一切是不是巧合 如果不是 那岂不是有人想要同时搞垮苏顾两家企业 婉婉望着自己老父亲 见对方眉头紧皱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他 毕竟家里的情况 比这个顾叔叔还要惨 苏婉婉犹豫了一小会儿 最后决定 这件事以后再说 婉婉被爸爸带去了餐厅 干了午晚饭后 才摸了摸肚子 他想到自己在幼儿园中午吃不饱的事情 小脸血满了难受 苏记周和苏启怀 一直注意着大口干饭的苏婉婉 见苏婉婉突然难过 忍不住问道 婉婉怎么了 婉婉乌咽一声 可怜巴巴地控诉自己 在学校吃不饱的事情 爸爸 婉婉在幼儿园好惨啊 中午都吃不饱饭 下午的水果老师一人只发一个 婉婉两口就吃完了 婉婉越想越伤心 难过地 瘫在大哥的腿上 苏记周和苏启怀一愣 随后就反应过来 忍不住服额 他们在家 已经习惯了婉婉日常干无碗饭的事情 但是人家老师不清楚啊 苏记周顿时哭笑不得 周一的时候 爸爸跟老师说 让老师中午的时候 给婉婉多打两碗饭 婉婉这才点点头 乖巧道 嗯嗯 爸爸真好 婉婉最爱爸爸了 老父亲心里跟吃了蜜一样 得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儿子 苏启怀懒得跟这个幼稚鬼计较 他低下头 轻声问道 婉婉还要不要吃 婉婉拍拍自己的小肚子 饱了 那我们走吧 下午 婉婉在老父亲和大哥的办公室来回跑 快下班时 婉婉终于想起来 自己今天买的东西 赶紧拿出来 给自己老父亲和大哥看 今天婉婉遇到一个算命的骗子 他骗一个生病的阿姨 说他身体很好 阿姨真信了 婉婉看不下去了 就出手教训了那个骗子 婉婉把今天的事情 活灵活现地掩饰了一遍 边说边跑 中午的时候 其实就有保镖跟他说了 但是此时婉婉再说一遍 他且忍不住觉得好笑 婉婉做得对 骗子就应该被警察抓起来 不过以后这种事让保镖上 保镖揍人是最厉害的 婉婉乖巧地点点头 婉婉在办公室画了一张符 画完以后 折成了三角形 然后递给了老父亲 爸爸 给顾叔叔苏季周 本来想晚上回去的时候 再让婉婉画一张给顾婷元 此时接到平安符的时候 整个心都软成了一片 谢谢婉婉 婉婉赶紧摇摇头 老实说道 不谢不谢 爸爸你抽空 赶紧把符送给顾叔叔吧 不然顾叔叔活不到生日 他吃不到蛋糕怎么办 苏季周不知道自己女儿这么单纯 赶紧点点头 知道此事事关重大 于是让小王把平安符 送到顾婷元公司 下班回到家 银灰色的劳斯莱斯 驶入别墅车库 车才刚刚停稳 晚晚就独自打开 车门冲了出去 爷爷 老爷子一早就在别墅门口等着了 他刚晃神 就看见不远处的小团子 朝自己飞奔过来 爷爷 晚晚好想你呀 对于老爷子 晚晚十分亲近 老爷子自然喜欢得不得了 爷爷也想你了 老爷子喜欢钓鱼 昨天晚上吃完晚饭 就被鱼有约出去钓鱼了 这一整天运气相当不错 钓到了不少鱼 苏季周和苏启怀听到后 稍稍有些震惊 毕竟老爷子爱钓鱼和技术好不好 那是两码事 平常钓到的 最多就是一些小虾米 没想到 今天还能钓到大鱼 老爷子一看二人的眼神 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冷哼一声后 目光转向苏婉婉 满眼宠蜜 多亏了我们婉婉的一张小嘴 就跟开了光一样 说能钓大鱼 那就是能钓大鱼 好了 都别在外面站着 把我乖孙女冷着了怎么办 说着 抱着婉婉 转身进了大厅 吃完饭 婉婉抱着自己的小枕头 来到了大哥的房间 不知不觉 苏启怀的房间里 多了许多小姑娘用的东西 大哥 你的腿今天好些了吗 婉婉坐在床上 脑袋却贴在苏启怀的胸口上 苏启怀把婉婉抱在怀里 嗯 那大哥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啊 苏启怀这次却摇摇头 大哥也不知道 但是大哥一定会尽快恢复的 等恢复了婉婉带大哥 去参加家长会好不好 婉婉点点头 好啊 不过什么是家长会啊 苏启怀耐心地解释了一会儿 婉婉立马就懂了 为什么要大哥腿好了 才能去给婉婉开家长会 美好不能去吗 苏启怀不说话 婉婉却明白了 认真说 到时候让爷爷 爸爸和哥哥们 都参加婉婉的家长会 一个都不许落下 苏启怀内心触动 小团子说话时 语气诚恳 苏启怀点点头 恩了一声 睡觉吧 明天早上 爸爸和哥哥不上班 宝宝想去什么地方玩 婉婉摇摇头 爸爸和哥哥上班辛苦了 明天婉婉不出去玩 他去过公司 虽然年纪小 但这几天也发现了 爸爸和哥哥十分忙碌 好不容易明天休息 婉婉当然希望 爸爸和哥哥 好在家休息 苏启怀见婉婉不出去 也没多问 正好想起他 明天还要再去医院复查 第二天一早 婉婉早早地就起床了 他起床时 苏启怀还早些 见大哥还在休息 便亲手亲脚地下床 走到洗手间独自洗漱 这几天 苏婉婉一直睡在大哥的房间 因此 苏启怀为了照顾苏婉婉 专门订购了一张小凳子 婉婉站在上面 刚好够得着水龙头 甚至还贴心地 帮自家大哥挤了牙膏 等婉婉洗漱完后 苏启怀刚好听见动静 下意识地摸了摸旁边的位置 结果发现 被窝是温热的 但小团子不在床上 苏启怀大脑瞬间清明 赶紧从床上坐起 一转头 就看见旁边半趴着的苏婉婉 苏启怀见婉婉 已经自己把衣服穿好了 心里满是骄傲 婉婉会自己穿衣服了 嗯嗯 婉婉早就会了 估计是听得出苏启怀口中的赞叹 婉婉的大眼睛眯起 像只乖巧的小狗 在不停地晃尾巴 大哥 我先下楼了 说完 打开门就跑了下去 婉婉下楼时 老爷子和苏启舟正在吃早饭 婉婉老远就闻到了香气 小鼻子在空中嗅了几下 赶紧迈着小腿跑了过去 爸爸 今天吃什么 苏启舟含笑把小团子从地上抱起 婉婉想吃什么 婉婉看着餐桌上的菜品 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忍不住到 婉婉都喜欢 两个男人顿时被婉婉逗得哈哈大笑 纷纷朝婉婉的小碗里加菜 吃完饭 婉婉窝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最近天冷得厉害 婉婉身上已经套上了一层厚厚的小棉袄 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 小团子小脸白皙 睫毛卷翘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就像两颗琥珀 苏家三个男人对婉婉一向纵容 苏婉婉想看多久电视 就看多久电视 到了晚上 老父亲自替婉婉收拾书包时 发现了这周的家庭作业 婉婉还小 有些事情听不明白 因此 苏季周问他的时候 眼睛里写满了一问三不知 老父亲看婉婉的眼神 顿时就败下阵来 婉婉聪明是聪明 但动手能力真的不强 写了一点后 就不肯继续写了 不管老父亲 怎么威逼利诱都不行 老父亲愁得要死 宝宝 我们再写一篇字好不好 婉婉摇摇头 可怜巴巴地举起手 开始卖惨 婉婉手累了 写不动了 婉婉这么一说 老父亲哪里舍得 再让自己宝贝女儿继续写 干脆本子一合 道不写了 婉婉还以为自己躲过一劫 眼睛顿时一亮 结果下一秒就听见老父亲说道 我们明天再写 婉婉 果然第二天一早 苏季周比平时早起了半小时 洗漱完后 拍了拍 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宝贝女儿 宝宝 做作业了 婉婉本来还眯着眼 下一秒直接合着铺盖 滚到了另外一头 任凭苏季周怎么说 都是一副装睡的模样 老父亲觉得 要不是看见小姑娘那乱动的睫毛 他差点就信了 只是到最后 婉婉还是没逃过写家庭作业的命运 等老爷子把他送到幼儿园门口时 婉婉仍然是一副烟 啪啪的模样 婉婉坐在凳子上 想着待会儿顾方迟来上学 他一定要跟他诉苦 然而婉婉等了大半天 顾方迟都没来 中午吃完饭 婉婉看着大家都在玩玩具 但是自己却提不起半分兴趣 老师见状 赶紧问道 婉婉 你怎么了 婉婉绝了绝嘴 眼睛里有些委屈 老师 顾方迟呢 顾方迟小朋友今天生病了 他妈妈给他请假了 明天才能来上学 婉婉 顾方迟身体不好吗 他怎么总生病了 明明那人身上的紫气这么浓 金光这么赏啊 按道理说 连感冒这种问题 都不能在对方身上出现才对啊 老师没接话 婉婉又问 那我的小鸡怎么办啊 老师 什么小鸡 顾方迟答应我的 今天给我拼一只小鸡 婉婉越想越委屈 唧唧呜呜 有点想哭 呜 顾方迟是个大骗子 老师想要开口安慰 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老师 然而这时候 门口的声音突然打断了老师的思路 老师回过头 便看见曹叔旁边的顾方迟 顾方迟仍然是一身黑色 卫衣卫裤 脸上没有多余的神情 只是他的目光 此刻却放在了苏婉婉身上 二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婉婉愣了一两秒 忽然站了起来 顾方迟 说着 直接绕过桌子 跑到了顾方迟面前 然后一把把他抱住 然而苏婉婉人小手短 抱着顾方迟还要点着脚才行 顾方迟脸上没这么表情 可是耳朵后面却红了个彻底 你干什么 顾方迟声音沙哑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母亲 曹叔脸上还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但顾方迟却只要曹叔生气了 心下意尘 他想把面前的小团子推开 然而这小团子力气大得不行 任凭他怎么使劲 苏婉婉都纹丝不动 婉婉此时可高兴了 压根没注意曹叔的眼神 好在没抱多久 婉婉便放开了顾方迟 这时候苏婉婉才发现 顾方迟的紫气似乎少了一点 顾方迟 你没事吧 婉婉有些担心 顾方迟张了张嘴 可是瞥见一旁的女人 最终还是选择闭嘴 沉着脸走进了教室 老师出去跟曹叔说了几句 婉婉就在桌子上 跟顾方迟玩 她也不让顾方迟给他拼击了 而是不放心地问道 我听说你生病了 你现在好些了吗 你是不是身体不好 婉婉会一点点医术 我可以帮你哦 婉婉凑在顾方迟的耳边 悄悄说道 顾方迟嘴角一抽 实际上 她很想问苏婉婉 她口中所谓的一点点医术 是不是半家家的时候 自己想象出来的 毕竟三岁的小孩子 还分不清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区别 婉婉一个劲地说了好一会儿 见顾方迟不理她 决定换个话题聊天 顾方迟 你再给我拼只鸡好不好 顾方迟张了张嘴 很想拒绝这个小话牢的要求 然而 苏婉婉像是知道顾方迟心里的想法一样 赶紧开口 你答应过我的 顾方迟这下子被吃得死死的 黑色的毛子 波澜不惊地看着苏婉婉 给我 苏婉婉瞄懂 赶紧从箱子里拿出一些雪花片出来 顾方迟的动作很快 几乎不用思考 几分钟的时间就拼出了一只鸡 婉婉高兴地抱着鸡 嘚瑟地在同学间转了一圈 可能是眼馋的关系 不少小朋友都想要顾方迟帮他们拼一个 然而 顾方迟那毛子只是轻轻一抬 冷得能冻死人 我拒绝 话音刚落 直接吓哭了班上大班的小朋友 老师们一听班上的孩子哭了 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得知是顾方迟把小朋友们吓哭了 便想开口问问情况 但是婉婉 却误解了老师的意思 以为老师是想责怪顾方迟 于是 小团子像知乎崽子的老母鸡 愣是不让老师碰顾方迟丝毫 老师 顾方迟不是故意的 是这些小朋友 太不惊吓了 说完 还肯定地赞同了自己的话 嗯 婉婉说的没错 顾方迟脸上满是无奈 他几次想到开口解释 然而好死不死的 都被苏婉婉给接了过去 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开口 如今苏婉婉的解释越来越乱 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在最后终于有了解释机会 这才没继续让苏婉婉越描越乱 然而老师刚走 婉婉就抱着自己的机 跑到顾方迟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放心 以后婉婉照着你 顾方迟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苏婉婉直接跑了 顾方迟回来 婉婉心情大好 就连上课都认真了几分 下午是课外活动 婉婉一听说可以出去玩 第一个跑出去排队 顾方迟排在最后 没有任何人会关注他 苏婉婉到了外面 开心到飞起 整个幼儿园就数他最欢乐 绵绵老师 你们搬那个苏婉婉是新来的吧 适应这么快 苏婉婉玩的也太快了吧 这崽子要笑死我 卧槽 苏婉婉力气是不是有点大 轮胎都搬得动 绵绵老师看了过去 脸上带着一丝无奈 这边 苏婉婉把轮胎绕着幼儿园搬了一圈 感觉有些无聊了 大眼睛四处晃荡 结果没看见顾方迟的踪迹 婉婉挠了挠头 刚才不还在这儿吗 婉婉满脑子疑惑 开始到处找顾方迟 苏婉婉走的时候 老师们并没有注意到 她凭感觉走到了幼儿园教学楼的后面 后面是一堵高高的围墙 围墙外面 就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子 她到的时候 便看见顾方迟 被几个戴着口罩压舌帽的男人捂住鼻子 下一秒 直接不省人事 婉婉大脑里 立马想到了人贩子三个字 来不及多想 婉婉直接冲了过去 动手的几个男人 似乎没想到竟然会出现个奶团子 心里慌了一秒 然后又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坏笑 老大 没想到一箭双雕啊 然而下一秒 她便被冲过来的小团子 撞得倒在地上 男人被撞开 顾方迟也掉在了地上 婉婉像只小野兽 朝着他们呲牙咧嘴 我要打死你们 这一句话 惹得几个男人哈哈大笑 这小屁孩 怎么这么傻 说完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出现在苏婉婉身后 苏婉婉下意识地 抬起头 结果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 就被一张帕子捂住口鼻 玩玩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啪哒一声 就栽到了顾方迟的身上 等户外活动结束时 老师们组织归队 结果绵绵老师发现自己 无论怎么数 班上总是少了两个人 糟了 班上两个小朋友一起不见 这把两位老师给吓坏了 在幼儿园里找了一圈 找不到后 赶紧掉了监控 然而 监控此刻却坏了 两位老师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 直接报了警 并且通知双方监护人 苏继周原本还在开会 结果就听见电话铃声响了 低头一看 竟然是玩玩主班老师打来的电话 这时候给他打电话 苏继周心里涌上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赶紧接通了电话 结果对面说完话后 他脑中顿时轰隆一片 连散会都忘了说 直接开车奔去警察局 警察局里 苏继周头发已经散乱 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已 警察还在不断地安慰苏继周 让他不要着急 你让我怎么不着急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来 说到最后 苏继周声音有些哽咽 此时苏继怀也闻讯感到 他心里和苏继周一样慌乱 但好歹还能冷静思考 他直接问监控查了吗 老师红着眼 我们发现晚晚和顾方吃不见后 查了监控 结果发现监控坏了 最后排查线路 发现被人恶意切断了 苏继怀皱了皱眉头 你是说不止我们晚晚失踪 还有其他人 对 老师赶紧点点头 老师刚说完 警局里又跑来了一个男人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气喘吁吁的助理 苏继周看到男人时 脸上充满了震惊 顾婷元 顾婷元还在微微喘气 听到熟悉的声音抬起头 顾婷元戴着一副银矿眼镜 一身灰色的西装 多了一丝静语 只不过此刻他脸上满是汗珠 和刚来的苏继周 没什么两样 苏继周似乎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问道 被绑架的不会是你儿子吧 顾婷元点了点头 我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 说我儿子不见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话是朝着警察和老师说的 顾婷元因为戴着眼镜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斯文 尤其是说话时 声音带着一股淡淡的书香气 别人总觉得他脾气很好 然而顾婷元此刻 却取下眼镜 一双漆黑的眸子 如同阴损一般看着警察 警察心里一颤 可还是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 顾婷元听后 道 既然如此 就调查幼儿园外面的监控 如果真是绑架犯 肯定会有车 附近监控这么多 这些人不可能把监控全部断掉 警察点点头 我们已经开始从周边调查了 此刻 两个小孩 正被双手双脚地绑在车座后面 老大 我们把这丫头绑了 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 开车的男人看了一眼 还在昏迷中的苏婉婉 和顾芳舟 麻烦 顾驾唯一的公子爷 我们都绑了 还害怕这点小麻烦 他们调查外面的监控 起码也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 足够我们出城了 开车男笑了笑 也是 不过我们接下来该怎么 先去C市再说吧 到时候看看 那个人怎么安排 婉婉迷糊糊地 听到这些人的对话 意识也开始渐渐回笼 他觉得自己手上 腿上哪都是麻麻的感觉 婉婉睁开眼 蹭得一下就坐了起来 婉婉这动作 把车上的黑衣男人吓了一跳 卧槽 老妖 你研发的迷药不行啊 这丫头 怎么这么快就行了 不是说 能睡三天吗 叫老妖的也是一愣 大声反驳道 我怎么知道 你看这死小子 不是还睡着的吗 说着 老妖又拿出了 婉婉熟悉的帕子 眼住婉婉的口鼻 三秒过去了 婉婉睁着大眼睛 小眼神十分无辜 老妖见帕子没效果 按骂了一声 然后又加重了伎俩 然而三秒过后 苏婉婉眼睛还是睁着 好奇地看着四周 老大忍不住开口道 行了 迷药失笑就失笑了 反正这鲜丫头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婉婉乖巧地点点头 趁机说道 我人小 翻不出花 要不帮我把绳子 给解开吧 我妈了 苏婉婉看起来就这么一小团 她委屈的时候 眼睛一眨一眨的 卷翘的睫毛上 沾有一点点泪花 看起来让人心疼 几个男人犹豫了一下 老妖忍不住开口 老大 要不给她松了 不然到时候 这丫头要是哭了 恐怕会引来麻烦 老大点了点头 同意了 婉婉被松了绑 但是被两个男人 夹在中间 她回头看了一眼 顾方池 还有她 说着 指了指顾方池身上的绳子 几个男人相互看了一眼 想到顾方池 不会这么快醒来 于是把绳子给解开了 可能是苏婉婉太过镇定了 几个绑匪 都有些不敢相信 老妖忍不住问自家老大 要不这丫头 我们半路上 把她给丢掉吧 我总觉得这丫头 有些邪门 老大却不赞成 冷哼一声 绑都绑了 哪有放回去的道理 你都干了这么多票了 难道还怕一个小丫头不成 老妖有些没面子 随后便没有说话 苏婉婉心里有些害怕 她频频看向顾方池 然而顾方池双眼紧闭 一直昏迷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婉婉坐在车车上 屁股都做妈了 她忍不住问道 你们要带我 和顾方池去哪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卖了 你们是人贩子吗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婉婉问题数不胜数 绑匪起初并不想理她 然而苏婉婉的话实在太多 操 你能不能别说了 老妖更是烦不胜烦 直接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婉婉吓了一跳 看对方手即将落在自己身上 忍不住一抬手 老妖的手 直接悬在了半空中 老妖睁大了眼睛 任凭她怎么挣扎 却不能动弹半分 老大 这丫头就是个怪物 她力气怎么这么打 老妖眼睛满是惊恐 老大皱了皱眉头 见老妖说这话 直接笑出了声 老妖 你怎么还是这么虚 两个丫头都打不过 老妖有口难辨 只能信信地收回手 这时候 开车的男人转过头 询问道 老大 开了这么久的车 要不我们还是 先找地方吃个饭吧 晚晚一听到吃饭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我也饿了 此时天已经黑了 这时候 晚晚早就应该 回别墅接受投胃 但是今天被人贩子 抓了起来 别说吃饭了 连口水都没得喝 晚晚下意识地报菜名 我要吃红烧排骨 爆炒鸭针 炸脆皮鞍唇蛋 干烧黄花鱼 停停停 老妖忍不住 打断死宿晚晚的话 你怎么还开始报菜名了 真当这里是你家 晚晚脖子一缩 心里委屈极了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晚晚哭起来嗓门大 眼看有人来 查看情况 开车的男人见识不对 赶紧一脚 油门踩了下去 车上 几个男人 发现自己面对着 哭天喊地的苏晚晚 毫无办法 三岁的孩子 哭起来浑得不行 全然一副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的模样 一哭哭了半小时 都不带停歇的 更狠的是 还把顾方池给吵醒了 顾方池一个人 被扔在后座 他迷迷糊糊之间 听见了苏晚晚的哭声 陡然间睁开了双眼 哇 你们欺负小孩 我要肥家 我要肥家 几个男人手忙脚乱 想要伸手 捂住苏晚晚的嘴巴 然而苏晚晚力气大如牛 几个男人愣是 一点都没碰到苏晚晚 反而脸上 还被苏晚晚 打了几个耳巴子 老大最终忍无可忍 道 你别哭了 你要吃什么 我让人给你买 婉婉立马闭嘴 撅着嘴巴 吸了吸鼻子 带着一股鼻音 小心翼翼地报菜名 我想吃红烧排骨 爆炒鸭针 炸脆皮鞍唇蛋 干烧黄花鱼 对了 要五碗米饭 说完 婉婉还吸了吸自己的鼻涕 结果鼻涕没吸上去 反而还掉了下去 眼瞅着又要哭了 老妖赶紧拿指 堵住苏婉婉的鼻子 苏婉婉眼泪这才憋了回去 她看了一眼老大 忍不住问 我还能点 点餐吗 老大心里火冒三丈 点个屁 婉婉有些失望 嗚了一声 低下头 几个男人以为她又要哭了 赶紧道 你还要什么 苏婉婉 我还要两包可比克薯片 两包辣条 还要喝牛奶 彩虹糖 巧克力 老大忍不住打断苏婉婉的话 她觉得 苏婉婉再这么说下去 估计要把整个超市都掏空 老大看向老妖 道 你去买 老妖接过钱 便出了车门 这时候 老大终于发现了车后的动静 她转过头一看 发现顾芳池一双骨弹般的毛子正 一顺不顺地看着她 如同一只苍蝇紧紧地盯着猎物 倒是苏婉婉最先反应过来 高兴地说道 顾芳池 你醒了 顾芳池头还晕乎乎的 看到苏婉婉 不禁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在这儿 婉婉叹了口气 我太没用鸟 我想救你 结果也被抓过来了 笨死了 顾芳池忍不住道 不过放在两旁的拳头 确实紧紧地握着 如果是她一个人被绑架 她最后怎么样 倒是无所谓 可是这小团子才三岁 顾芳池沉默了一会儿 目光却和老大对上 放了她 我给你钱 老大吃笑一声 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还想保护这小丫头 说着 准备抓苏婉婉的小辫子 彰显自己的狠力 然而下一秒 就被一双软乎乎的小手给抓住 低下头 就听见小团子恶狠狠地看着她 不准薅我头发 老大睁大了双眼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 被一个小团子挡在半空中 动弹不得 小团子还在朝她呲牙咧嘴 老大瞬间如梗在喉 想到之前被自己嘲笑的老妖 后面的顾芳池 看着这戏剧化的一幕 忍不住嘴角一抽 他倒是想收拾苏婉婉一顿 然而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前面开车的男人回过头 就看见自己头儿的手 被一个小姑娘给死死地架住 一时间还以为男人 在跟苏婉婉玩游戏 不过这时候 在后面的顾芳池 却终于缓过劲来 赶紧冲了过去 将苏婉婉和男人分开 喘着粗气 死死地将人护在身后 老大连续两次落了面子 气不打一处来 恶狠狠地说道 待会儿 你们俩别想吃饭了 苏婉婉一听 顿时不乐意了 嘴巴一掘 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呜 我呜 我要吃饭 肥家 苏婉婉哭起来 就是一个小魂球 任谁都哄不好 老大被哭得头疼 再哭 信不信我把你做了 苏婉婉一顿 哭声立马停止 紧接着看了老大一眼 又是一阵嚎啕大哭 男人也只是吓吓苏婉婉 毕竟现在他的上级 还没有给他进一步的指示 因此 他不敢把事情闹得太大 老大独自坐在车的前座 忍不住服额 他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这么想不通 把这祖宗一起绑了 等老妖回来的时候 远远地就听见车上 传来一阵阵的哭声 他赶紧加快脚步 一上车便忍不住埋怨道 怎么又把这小祖宗给惹哭了 老大顿时吃扁 亲着一张脸 说不出来话 先开车 而苏婉婉此刻 已经被塞到了 面包车后面的后备箱 面包车的后备箱比较宽阔 苏婉婉一闻到香味 立马站了起来 扒拉着车壁 来到老妖的身后 老妖怕小祖宗继续哭 直接把饭菜和零食 一股脑地塞给了苏婉婉 老大目睹这一切 却一句话也不敢说 苏婉婉一一打开包装 闻到香味 眼眶忽然一热 吸了吸小鼻子 凑到顾方池的面前 小声地说 顾方池 我想爸爸了 但是他们仗着人多欺负小孩 如果他手上七星剑 眼前这帮人 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是上幼儿园 不能带七星剑 此刻七星剑 正孤零零地待在家里 顾方池怕苏婉婉继续哭 有些担心 他真的因为太招人 烦被灭口 赶紧喂了他一口饭 婉婉的哭声瞬间被堵住 尝到味道后 忍不住点点头 好吃 说完 再次张口 意思让顾方池再喂喂 顾方池没办法 只能一勺一勺地喂着 直到婉婉 吃了第三碗盒饭 顾方池忍不住道 你是不是吃得有点多 婉婉眨了眨眼睛 歪着头 满脸疑惑 多吗 可是他在家都是吃五碗饭的 现在他都没吃饱呢 顾方池 你快吃吧 我能自己吃的 说着 直接拿起勺子干饭 速度比之前还快点 顾方池 他总觉得是苏婉婉嫌弃他 喂饭速度太慢了 只不过看着苏婉婉吃饭这么香 他也有些饿了 干脆也拿了一盒饭 就着菜吃了两口 乡间的公路上 一辆银黑色的面包车 在马路上快速穿行 车上的香味 让几个男人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老妖回头看过去 便看见苏婉婉吃完了最后一口饭 一张小嘴 还沾着金黄色的油 只是看着后备箱 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一点佐料 和骨头的饭菜 老妖眼里满是惊恐 老大还没发现后备箱的情景 他见老妖这么失态 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说完 缓缓回过头 看到后备箱的情景后 整个人都裂开了 你们吃完了 那足足有七八个菜啊 苏婉婉当时点了这么多菜 老妖觉得 一个小孩也吃不了多少 干脆就点了 那几样回来 刚才看苏婉婉哭得这么凶 老妖干脆让两个孩子吃完了 他们再吃 结果现在 除了佐料 和两个小崽子吐出来的骨头 其余的一点也不剩 然而 罪魁祸首 现在还朝着他们眨眨眼 笑嘻嘻地回答 今天有点饿 是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 绑匪 老妖沉默了一会儿 忍不住道 把他干掉吧 这死丫头 简直能把人气死 老大看了一眼外面 黑漆漆的一片 只能借着惨白的月光 能够看到一点外面的情况 先把人送到C室 到时候再把他干掉 顾方池心头一慌 牵着苏婉婉的手 又紧了几分 然而 苏婉婉还不明白 几个绑匪的意思 悄悄地凑到顾方池耳边 忍不住询问 干掉是什么意思啊 顾方池心里 顿时涌上一抹心力焦脆 他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 低声道 就是把你杀掉的意思 婉婉眨巴眨巴眼睛 杀我 顾方池见苏婉婉 懵懵懂懂的模样 忍不住训斥两句 简直笨死了 看到我被绑架 难道不知道去叫老师吗 现在好了 他还没死 小丫头自己就先搭进去了 顾方池心里满是愧疚 婉婉有些委屈 我关你印堂发黑 有大凶之兆 我不是担心你吗 而且刚才婉婉算过了 到了C室 会有人来救我们呢 顾方池瞥了他一眼 显然是不幸 他心里还在想 怎么才能让苏婉婉逃走 然而到了后半夜 两个小孩实在坚持不住了 沉沉地抱在一起睡着了 第二天 绑匪把车停到了一家老式居民楼下 老大和老妖一手拎一个 像提小鸡崽子一样 把人提了起来 我警告你们 到时候最好机灵着点 要是敢闹腾 等下我打死你们 二人被拎着 安静如基地点点头 见苏婉婉如此乖巧 几个男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居民楼是C室90年代的建筑 墙壁是黑漆漆的一片 每层上面都有走廊 几个男人把苏婉婉和顾方池 带到了顶楼 苏婉婉腿太短 没走两步就喊累了 眼看着就要叽叽歪歪地哭出声 男人们没办法 只能把苏婉婉抱起来 爬上了顶楼 等几个男人回到老窝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苏婉婉和顾方舟 被绑在沙发上 老妖刚打开电视 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几个男人心里一紧 相互看了一眼 老大最先冷静下来 谁啊 你好 公安局的 人口普查 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老妖赶紧封上顾方池和苏婉婉的嘴 威胁道 你们要是敢出声 我马上弄死你们 大不了 我们谁也别活 说着 手上没有丝毫留情 直接把顾方池和苏婉婉 丢进了隔壁房间 最后将人反锁起来 老大见事情办妥 赶紧去开门 何穷站在外面 皱着眉头 看着屋子里的三个男人 怎么这么慢 老大赶紧陪笑道 刚才来开门的时候 被绊了一跤 抱歉抱歉 何穷倒是没有怀疑 但是却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最终视线停留到了沙发上的那包零食口袋上 家里有小孩吗 老大想都没想 赶紧摇摇头 我一个单身汉 哪来的小孩 那你这些零食 哪里来的 老大视线落在给苏丸丸买的那包零食上 顿时冷汗连连 我 我就给自己买的 不 不犯法吧 何穷皱着眉 总觉得有一丝不对劲 一旁新来的警察笑着打岔道 师傅 说不定是人家想吃买来尝尝呢 老大赶紧点头 馋妹道 我这不是没吃过 就买来尝尝吗 何穷忍下心里的怪异 又环视了一下四周 临走时 又瞥了一眼电视上的新闻 等确定何穷离开后 老大松了一口气 出来吧 老妖和开车的那个男人 死死地抓住二人 脸色铁青 开车的男人是个暴脾气 见何穷一走 直接一脚踹在顾方池身上 顾方池一个亮呛倒在地上 疼得半天都站不起来 这死小子 刚才听见外面有警察 就想要通风报信 要不是我反应快 我们差点就露线了 苏安婉见顾方池被打 眼圈顿时就红了 可是 他手脚被死死地绑着 任凭力气再打 都震不开麻绳 顾方池 你痛不痛啊 苏安婉半趴在顾方池身上 哭得一抽一抽的 顾方池被猛然踹了一脚 疼得站都站不起来 但是听见苏安婉哭 赶紧安慰道 婉婉 别哭 顾方池不说还好 越说苏安婉哭得越发厉害 老大 才解决掉一个麻烦 心里正喘喘不安 害怕何穷会半道上折回 心里正烦着 听见苏安婉的哭声 问道 刚才不是把嘴给封上了吗 怎么给娶了 老幺 他们自己娶的 都怪他们 低估了这两个小孩子的能力 先别管这些了 刚才那个警察不是一般人 我怕他待会反应过来 会半途中折返回来 现在就把他俩给我解决了 老幺一愣 顾家公子爷一起解决 那我们剩下的钱怎么办 先别管这些了 命没钱重要 老幺被瞬间点醒 转身进入厨房 在出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把锋利的菜刀 顾方池脸色大便 管不了身上的疼痛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把小刀 直接割开了手上的绳子 然而当时 几个男人怕他俩跑掉 在身上绑了不少绳子 一时半会儿也解不完 这时候 老幺已经慢慢走了过来 脸上已经换了一副面孔 另一边 苏安婉的绳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解开 他挡在顾方舟的前面 道 师父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但是大说 你佛肯定是成不了 人家肯定嫌弃你 不过阎王叔叔肯定不会的 说不定 您还能去十八层地狱参观一圈呢 苏婉婉翘无声息地解开绳子 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老幺脚步一顿 停在了二人的前面 顾方舟这时候 也将绳子解开 顾不得身上的隐隐传来的疼痛 把苏婉婉拉了回来 自己挡在苏婉婉的前面 我爸很有钱 只要你开口 多少钱我爸都愿意给你 只要你放了我们 等我们出去 保证什么都不说 老幺吃笑一声 钱 现在老子还在乎钱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俩必须死 尤其是你 老幺的声音 陡然拔高几分 吓得苏婉婉小心肝一颤 要不是你 这个死丫头 我们这一路上 不知道有多顺利 昨天他明明打包这么多饭菜 结果到最后 只给他们三个人 剩下一盒白米饭 老幺越想越气 老子今天先把你办了 顾方舟瞳孔一缩 带着苏婉婉到处跑 小孩人小又灵活 老幺摔了一个亮呛 顾方舟见此 赶紧道 待会儿我去引开他们 你自己 就跑出去呼救 知道吗 婉婉摇摇头 你怎么办 顾方舟没想到 这时候苏婉婉还想着自己 但是如果不跑 他们两个人都得死在这里 你先跑 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婉婉抬着头 突然看见顾方舟额头上的死气 又浓重了一些 我跑了你就得死 你放心 婉婉保护你 顾方舟张了张口 紧接着就看见苏婉婉站了出来 下一秒 婉婉周身的气质一变 周边的气温陡然降低了不少 五行相克颠倒乾坤金声目落 话音刚落 老妖手里的刀像是不受控制一样 直直地从他手上飞出去 嗡的一声 锋利明亮的菜刀直接飞到了那黑漆漆的水泥墙壁上 三个男人被这一幕看傻了 老大 谢 见鬼了 几个男人睁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时候 苏婉婉和顾方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两把扫把 直接朝他们打过来 几个绑匪被这一幕吓到了 顿时痛地嗷嗷叫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却毫无招架之事 顾方舟虽然年纪不大 但因为脚上有残疾 顾廷原怕孩子在学校受欺负 从小就送顾方舟去学武术 因此 顾方舟虽然在力气上吃亏 但是凭借自己年纪小 游刃有余地在几个绑匪身边穿来穿去 任凭几个绑匪怎么抓他们 结果却连一片衣角都没有摸到 两个孩子在房间里到处乱串 东西倒了一地 这时候 几个男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掏出一把黑色的手枪 黑漆漆的洞口 对着苏婉婉 别动 苏婉婉脚下一顿 睁着大眼睛 看着男人手上的东西 顾方舟听到声音往回一看 便看见男人手上的手枪 正对着苏婉婉 心顿时停在了嗓子眼 他怕自己的动作会惹怒男人 因此也停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老大见两个孩子 被吓得如同一只鞍唇 得意地笑了 不是挺厉害的吗 跑啊 怎么不继续跑了呀 婉婉直觉面前的枪有些危险 听到老大的话 忍不住问道 我能跑吗 老大被苏婉婉这话问得哑口无言 跑个屁 婉婉见男人说粗话 包子脸顿时皱了起来 我就站在这你也打不着我 然而 这话在男人眼里 就是在挑衅 老大举着枪 神情激动 你别以为我不敢 你敢 那你打我呀 反正你打不着我 苏婉婉插着腰 挺着自己的小肚子 那小模样几乎能把人气死 老大被气得 差点吐血三声 下一秒朝着苏婉婉扣动扳机 碰 何穷和自己的新徒弟一块下楼 但是心里总有些不安 新徒弟见何穷心神不宁的样子 有些不解 师父 您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啊 何穷点点头 棕色的毛子 染上几分困惑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 何穷看着人口普查的资料 资料上显示 他是外地的农民工 刚才C市不到三年 没有结婚 又无儿无女 但是刚才里面 买了这么多零食 你觉得一个中年男人 舍得买这么多零食吗 最重要的是在这种环境下 一包薯片就得十几块 一个奶酪棒 就想要五块 一个在外地打工的中年男人 根本不会去买这么贵的东西 而且他问的时候 男人神色慌张 你有没有注意看 沙发上还有小孩的脚印 还有小孩的头发 新警察也只是个毕业生 上岗不到三天 哪里会注意到这些 于是摇了摇头 何穷也没指望这个徒弟 能发现异常 正准备折回去再看看情况 没想到楼顶传来一声巨响 这熟悉的声音 让何穷瞬间脸色惨白 徒弟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什么声音 何穷脸色凝重 把腿开跑 只留下了一句 是枪声 徒弟反应过来 也跟着何穷跑了上去 何穷一秒钟也不敢耽误 刚才枪声实在是太突然 他无法断定 到底是哪里传出来的 而且 自己身上并没有随身配备手枪 只能先通知一声对立 让他们赶快出警 好不容易跑到了顶楼 他本以为自己需要好一番的探查 没想到刚到楼梯拐脚 就听见了一道软软糯糯的声音 你们双手举过头顶 哭 哭什么哭 晚晚三岁都没哭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哭了 看什么看 再看到没 转过去 何穷推门进来时 就看见三个男人 双手举过头顶 蹲着面向墙壁 而苏安婉旁边 是一个四五岁左右的男孩 脸上挂了彩 但是眼神异常凶狠 他手上拿着一把组装手枪 瞄准了其中一个男人的脑袋 而蹲在地上的其中一个男人 腿上血流不止 痛得嚎叫出声 但是又不得不双手举过头顶 场面异常滑稽 何穷 搁这儿演戏呢 苏安婉 何穷有些不确定 毕竟面前的小团子 长得比之前更漂亮了一些 再加上之前在警局见到他时 还是一身道袍 而现在一身天蓝色的小棉袄 看起来更像一个小朋友 苏安婉手里还握着棍子 他一个没收住 一棍子打到了其中一个绑匪身上 绑匪顿时疼得嗷嗷直叫 看见何穷折返回来 顿时像看到亲爹亲妈一样 直接爬过去 抱住何穷的大腿 眼泪鼻涕横流 呜呜 警官 您终于回来了 我自首 我坦白 把我抓进去吧 这丫头简直不是人 怎么这么小力气这么大 我刚才从这里休的一下 就被这丫头拽飞到了沙发上 您还是再不来 我的小命就不保了呀 警官 您行行好 把我抓起来 怕五年 十年都没问题 老妖见何穷不为所动 直接把脸贴在何穷腿上 大哭道 我求您了 您就让我进去吧 您再不来救我们 我们哥仨 真的就死在这儿了 就在刚才 他们老大准备一枪绷了这死丫头 然而哪知道到了苏婉婉面前 动作突然慢了下来 然后就在半空中停住了 下一秒 子弹似乎还会害怕一样 突然拐了一个弯 直接射中了老妖的小腿 老妖顿时疼得嗷嗷直叫 这时候 苏婉婉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出现在老大的面前 然后老大手里的枪搜的一下 就出现在了苏婉婉的手上 然后苏婉婉随手 拉住了老大的衣服 老大直接从原地摔到沙发上 几个男人的三观顿时炸脸 这时候 何穷的出现让他们觉得 救星来了 新警察气喘吁吁地跑上楼 就看见了三个男人 争先恐后的诉苦 而一旁的小丫头一脸委屈 很快 警车就赶到了 苏婉婉第二次坐上了警车 她也没客气 直接坐在了何穷的怀里 小徒弟见苏婉婉不怕生 还觉得有些有趣 问道 师父 你们认识 何穷点点头 嗯 一周前的那个拐卖案 她就是其中一个 小徒弟眼神瞬间就变了 她小声地胆态道 这丫头 你太倒霉了吧 对了 联系到这两个孩子父母了吗 何穷点点头 刚才已经在联系了 他们说会尽快赶来 说完 何穷低着头 语气带着一丝无奈 说吧 你这次是怎么回事 晚晚没说话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顾方池 何穷也随之看了过去 顾方池从上车开始 没有说过一句话 大家以为孩子是受到了惊吓 但是何穷却不这么认为 刚才这小孩端着枪的眼神 简直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一样 这会儿不说话 估计是不想开口说 但是当苏婉婉看向顾方池时 顾方池也只是犹豫了一下 简明恶要道 他们的目标是我 他是被我连累的 何穷问苏婉婉 是这样吗 婉婉 婉婉摇摇头 我不是被连累的 我是自愿的 那模样看起来还挺骄傲 何穷没有多问 反正到了警局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医院看看 两个孩子身上有没有受伤 最后只有顾方池腰部扭伤 上两天要就好了 何穷这才松了口气 回到警局时 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何穷从自己的办公室里 拿出了五桶泡面 一一打开泡上 等面泡得差不多后 将其中三桶递给了苏婉婉 另外一桶递给了顾方池 而他自己则是匆匆吃完泡面后 开始进行审问工作 苏婉婉看着不同口味的泡面 开心地拍了拍掌 一桶泡面被他挤口 就吃完了 等他把剩下的泡面解决后 他不禁看着顾方池一口没动的泡面 吞了吞口水 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 顾方池 你不吃吗 顾方池嫌弃地看了一眼眼前的泡面 不吃 苏婉婉眼神一亮 双手直接抱住顾方池的泡面 师父说 不能浪费食物 所以晚晚帮你解决掉可以吗 审讯事例 除了被送往医院救治的绑匪没来 剩下二人都被送到了这里 两个绑匪对警察感激涕零 就差没跪下来 磕三个响头 警官 您是不知道 那丫头太能吃了 一个人就吃了七个菜 六碗饭 您说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饭桶 还有那力气 牛估计都没他的力气大 这要是以后嫁人 谁娶媳妇 敢娶她这样的 还有这丫头邪门死了 那子弹在她面前就跟个孙子一样 明明都射出去了 结果半路拐了个弯 不是说 建国以后不许成金吗 两个男人说着 又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本来觉得绑个小孩子简单 结果没想到 临时绑了一个祸害回来 何穷听完绑匪的话 嘴角一抽 但听着这些人越说越离谱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桌子上的玻璃茶杯 都被震得慌了三下 说明情况就说明情况 怎么还侮辱上人了 人家小姑娘吃得多怎么了 人家小姑娘力气大怎么了 人家小姑娘有点能力怎么了 何穷的声音很大 那绑匪缩了缩脖子 眼神有些委屈 我就是实话实说 何穷无言 他倒是真的相信了绑匪说的话 毕竟素王婉吃得多这一点 他无法否认 何穷也不去纠结这个问题 直接问道 我们已经调查过你的社会底细 一周前 你的账户里莫名其妙多了五百万 我倒是想问问你 这五百万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男人没想到 警方查得这么快 面露慌张 何穷声音没有一丝变化 阴线依旧冷冷的 不说 你的同伴都快交代完了 你要是再不交代 到时候 恐怕就没机会再说了 老大眼神瞬间变得惊恐不已 何穷嘴角露出一抹笑 随后点开了录音 说吧 男人犹豫了一下 可以想到自己兄弟竟然背叛了他 于是全部都招了 我说 但是我说完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机会减刑 何穷语气淡淡地 说的时候模棱两可 就要看看你说的线索 是不是有价值了 男人咬咬牙 一五一十地把整件事交代完毕 一周前 有个女人来找我 说去帝都绑架一个孩子 五百万作为定金 剩下的必须等事成之后 他再转给我们 女人 你们见过面 男人摇摇头 道 他是用手机联系我的 何穷对着审讯室的外面看了一眼 审讯室外的警察连忙会议 然后对着手机道 我们第一时间就查看了几个嫌疑人的手机 但是那个女人的号码 已经显示成了空号 转账银行是国外地址 并且这个地址并不存在 何穷侧着耳朵听耳机里传来的汇报 心里一点也不意外 对于这种豪门绑架案 查不到才正常 何穷一脸审问了一个多小时 问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以后 便和同事换了一下班 何穷拿着线索 交代下面的人去查 自己则是回到办公室 准备找两个孩子问问情况 结果等他回去的时候 苏婉婉已经倒在了顾芳池的怀里 打着呼睡觉 而顾芳池正挺直着小身板 任由苏婉婉倒在他的身上 只不过目着一张小脸 眼神有些忧怨 何穷眸中含着一丝笑意 似乎没看见顾芳池的求救一样 静止走向了自己的宫位上坐着 等他从顾芳池旁边绕过去的时候 他看见顾芳池漂亮的小脸 瞬间阴沉下来 何穷把控着尺度 在顾芳池彻底生气前 将苏婉婉抱了起来 何穷没怎么抱过孩子 他一动 苏婉婉直接醒了 似乎还没有睡醒 小团子还迷迷糊糊的 看见他时 还有些不确定 何穷哥哥 何穷听着小团子 声音又软又糯 整个人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醒了吗 苏婉婉打了的哈欠 睡眼朦胧地点点头 睡醒了 何穷被蒙了一脸 抱着苏婉婉的双手 瞬间僵硬 苏婉婉被抱着 有些不舒服 挣扎着要下来 何穷哥哥 我爸爸是不是要来接婉婉回家啊 何穷看了一眼时间 才过去两个小时 苏继周想要从帝都赶过来 最起码也需要四个小时 不过 他怕苏婉婉哭 赶紧道 爸爸还在路上 哥哥能不能先问婉婉和小池一点事情 苏婉婉回过头 看见正在沙发上揉肩膀的顾方池 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连忙问道 顾方池 你肩膀怎么了 顾方池闻言 不可置信地盯着苏婉婉 像是看复兴汉一样 看着小团子 然而小团子一脸疑惑 丝毫没有想过 罪魁祸首就是他自己 顾方池脸色一沉 没怎么 那婉婉给你揉揉 虽然苏婉婉不知道顾方池 为什么突然生气了 但是他还是十分心疼自己的小伙伴 说着说着 直接就爬到沙发上 给顾方池揉肩膀 揉着揉着 苏婉婉忽然觉得顾方池的衣服有些湿润 惊奇地问道 顾方池 你肩膀怎么湿了 原本已经消下去的火气 再次被苏婉婉这么无辜的话给点燃 这死丫头 还好意思说 吃完她的泡面以后 又直接睡在她身上 现在竟然还流了这么多口水 关键是 小丫头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自己干的好事 顾方池的耐心 几乎达到了自己忍受的极限 忍不住深呼吸几下 何穷被面前两个活宝给逗笑了 他拍拍苏婉婉的后背 调侃道 你不知道谁流的口水 婉婉卷翘的睫毛上下颤抖 心里涌上一丝不好的预感 但还是摇摇头 我不知道呀 说完 婉婉似乎有些不放心 双手背在身后 小心翼翼地歪着头问 婉婉应该知道吗 何穷 噗 何穷快被苏婉婉这耸兮兮的小模样给笑死了 实在没忍住 捂着肚子就开始笑 就连顾方池脸上 也染上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忍不住到 苏婉婉 你摸摸你自己的嘴 苏婉婉文言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湿漉漉的 苏婉婉睁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二人 怎么可能 婉婉睡觉 从来不流口水 顾方池忍不住毒舌道 难道口水是我流的 婉婉看了一眼 顾方池湿了一大半的肩膀 忍不住低下头 小脸满是愧疚 顾方池 你是不是生气了 是婉婉不好 你能不能不要生气了 顾方池 其实早就不生气了 但是看着苏婉婉的小模样 就忍不住想要逗逗他 于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转过头冷着一张脸 没看苏婉 实际上 是他实在是快忍不住想笑了 没办法才转头不看他 何穷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 但苏婉婉还憨憨地觉得 肯定是自己睡觉流口水 把顾方池惹生气了 见道歉没用 苏婉婉直接把平时 自己的撒娇本领统统用上 他拉着顾方池的衣袖 小脑袋一个劲地 往顾方池胸口上蹭 一口一个小奶音 听了差点没把人猛死 顾方池 你不要生气了吗 我知道错了 婉婉跟你道歉好不好 说完 他抬头看了一眼顾方池 正好这时候 顾方池也正低头看着自己 二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顾方池先败下阵 他喉咙有些发紧 他能够把深刻地感受 苏婉婉的头发 一直扫着他的下巴 就像一只小猫的尾巴 顾方池将着身体 一动也不敢动 声音有些慌乱 苏婉婉 你先从我身上下来 苏婉婉自然不肯 顾方池有些后悔 自己怎么这么想不开 要逗苏婉婉 眼中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感受到身上小团子的重量 顾方池声音不禁软了几分 婉婉 我没生气 你先从我身上下来 好 苏婉婉这次十分好说话 只是小孩这时候并不灵活 苏婉婉动作有些慢 最后还是何穷看不下去了 把苏婉婉抱了下去 这时候 苏婉婉才想起来自己的事 扒拉了一下顾方池的裤脚 何穷哥哥有事情 要问我们呀 顾方池垂眸 朝着苏婉婉点了点头 婉归婉 闹归闹 何穷工作的时候十分认真 见两个小孩已经做好了 何穷一边拿出手机录音 一边记笔记 因为两个孩子都还小 有些事情还不明白 何穷也没打算问很多问题 一般就是何穷问问题 苏婉婉先回答 顾方池在后面补充 我们勘察房间的时候 发现墙壁上有一把刀 婉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苏婉婉歪着头 认真说 知道呀 就这么羞的一下 飞进去了 何穷 他求助的目光 看向顾方池 顾方池点点头 脸上没什么表情 实际上 心里慌得一皮 他看得出来 何穷不是一般的警察 不管是在侦察里 还是观察里 都是普通警察能够办到的 当时的情况虽然混乱 但是他却能够猜到 这些事情隐隐约约 和苏婉婉有几分关系 苏婉婉的能力 已经超出了科学范围之外 好在何穷看了他一眼 没有继续追问这件事情 何穷关上录音 和上记录的小本子 忽然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一个红色的警囊 婉婉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里面的符纸 会变成这样吗 苏婉婉接过警囊打开一看 原本黄色的符纸 已经变成了一堆灰烬 苏婉婉看了何穷一眼 见对方硬堂开阔 山根雄厚 之前那浓重的死气 已经消失 说明这一劫 何穷已经躲过去了 因为何穷哥哥不听话 所以婉婉的扶你帮忙挡了死结 回帝都之前 苏婉婉看见何穷额头上的死气 越来越重 就把平安符送给了他 并且叮嘱何穷别一个人去小巷子 人的生老病死 大都有因果 苏婉婉不敢干涉太多 因此只留下了平安符 希望能够替何穷抵挡一次死结 剩下的 只能看造化了 如今平安符已经烧焦 说明何穷已经经历过了死结 这张符自然没有了用处 何穷心中大惊失色 前几天他追查到了拐卖案团伙的踪迹 为了得到进一步的线索 然而 那天到了小巷子后 因为还不熟悉龙潭镇 收集证据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犯罪团伙养的恶犬 他是特种部队出来的 一打时完全没问题 但是犯罪团伙的数量比他想象中还要多 当时天黑路滑 犯罪团伙见情况不对 准备速战速决 于是掏出一把枪 想要把它解决 就在子弹挨在他身上的时候 何穷忽然觉得自己腰间的口袋一热 紧接着 他面前像是出现一层白色的气流 子弹就在这时停了下来 紧接着忽然拐了个弯 事后 何穷觉得不可思议 更加好奇的是 自己身上 为什么会像火燃烧时一样灼热 他在身上摸了半天 只摸到了苏婉婉送给的锦囊 打开一看 里面原本叠成三角形的符纸 此时已经成了一包渣渣 此刻又连想到今天绑匪说的话 何穷觉得这件事 可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苏婉婉的长辈 可能是传说中特殊部门的人 两个孩子都还小 即便知道苏婉婉身手不凡 但是何穷并没有打算多问 他收到自己的笔记本和手机 站起身准备离开 只是他 还是有些不放心 两个孩子独自待在办公室 干脆找自己的小徒弟带一下孩子 小徒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还有些不乐意 结果 当苏婉婉养着小脑袋 奶生奶气地喊他哥哥时 小徒弟那个心顿时颤了颤 没一会儿就抱着苏婉婉不撒手 婉婉 你要不要玩游戏 苏婉婉摇摇头 眼巴巴地看着门口 那要不要看电视 办公室里有一台小型的液晶电视 是平时大家看新闻联播时 安装上去的 小徒弟拿着遥控板按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一部 在小朋友中口碑还不错的动画片 婉婉听着声音看了过去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理解 哥哥你喜欢看吹风机小猪呀 小徒弟头上缓缓打出三个问号 有点跟不上小姑娘的节奏 什么吹风机小猪 婉婉指着电视里的长得 跟个纸片的猪疑惑地问 他长得不像吹风机吗 小徒弟瞬间如梗在喉 别说形容得还真他妈想 小朋友不都喜欢吗 每次他回家 自己侄子看得可欢喜了 每次下雨 还要叫上自己爸妈 一起出去踩水坑 你看顾方池不就挺喜欢看的吗 说着 他把目光放在了顾方池身上 然而顾方池的毛子 却紧紧地贴在苏婉婉身上 都不曾离开过半分 小徒弟感觉就像是有人一巴掌 拍在他脸上一样 死疼死疼的 更疼的是 顾方池冰冷冷地对他道 不喜欢 冷酷无情的话 让小徒弟瞬间感受到了江湖险恶 小徒弟干脆让苏婉婉 自己拿着遥控板 想看什么自己按 苏婉婉也不客气 电视台被他按了一圈 忽然委屈巴巴地说道 怎么只有十个台啊 小徒弟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平时这个电视机在办公室 就如同摆设 大家根本不看电视 外面的锅盖 还是八九年前买的 天气好的时候 还可以多搜几个台 一旦刮风下雨 电视上全是马赛客 婉婉找不到好玩的 微微叹了口气 顾方池这时候 从沙发上下来 牵着苏婉婉的小手 我们出去等大人 过来接我们 好婉婉关上电视 礼貌地把遥控板放了回去 小徒弟还没反应过来 两个小崽子 就已经走出了办公室 顾方池的脚 在一岁的时候 就因为意外 造成了残疾 顾方池从小 就被身边的人嘲笑 渐渐地就习惯了慢慢走 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瞧不出来 然而苏婉婉一听 要去等老父亲 便拉着顾方池狂跑 顾方池跑得慢 到最后 就只剩下苏婉婉 一个人在前面跑 顾方池在后面追 等苏婉婉反应过来时 自己身边的顾方池 已经被自己 甩出了远远的一大截 苏婉婉回头看过去 只见顾方池 在距离地朝他跑过来 但是因为跑步幅度太大 顾方池跑起来 正好这动作被顾方池看见了 小孩脸上的表情瞬间收拢 冷着一张脸 停在了原地 紧接着红卓眼 疯狂地往回走 婉婉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但是看见顾方池掉头走 心里一慌 连忙追了上去 苏婉婉跑得快 几步就追上了 他霸道地拦在顾方池的面前 忍不住问 你怎么了 顾方池心里别扭 直接道 不关你的事 说着 准备推开苏婉婉 然而想到 把苏婉婉推到 小姑娘估计等会儿会哭 又收回了手 婉婉心思纯净 这次脑瓜子转得飞快 你是不是觉得我嫌弃你 顾方池脸色大变 阴沉着脸 一身的怒火 却在苏婉婉面前发不出来 此刻顾方池毛子已经心红 像是一只疯了的野兽 目光凶狠吓人 婉婉知道自己猜对了 为此还松了一口气 他自动屏蔽了顾方池的抗拒 认真说 婉婉没有嫌弃你 当才我是在想 怎么治好你的腿 顾方池耳朵一动 目光有些犹豫 但是一想到医院给自己宣布的结果 心情忍不住一尘 虽然知道 苏婉婉可能说的是假话 但不得不说 自己刚才的那点怨气 已经荡然无存 苏婉婉见顾方池不幸 赶紧道 我没骗你啊 我本事大着呢 我真的可以治好你的腿 你只要给我一个月月的时间 婉婉一定能让你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 又蹦又跳 顾方池抓了个字眼 你说我不正常 婉婉 她挠了脑脑袋 干脆直接跳过这个问题 顾方池 你就答应我吗 今年过年之前 我一定能治好你的 顾方池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虽然心里不相信 可是她舍不得看见小姑娘的眼神里有失望 两个小孩的矛盾 来得快去得也快 小徒弟明明前一秒 还看见两个小朋友 一副要干账的样子 结果下一秒 又开始搂搂搂搂 苏婉婉爬到椅子上 一双小短腿 在空中晃荡 她见顾方池站着 赶紧挪了一点位置 顾方池 你快来坐 顾方池看着苏婉婉给自己的挪洞 那一丁点位置 表情僵重 你自己坐吧 本来椅子就不大 苏婉婉给她挪的位置 跟没挪一样 苏婉婉又劝了几句 但是都遭到了顾方池的拒绝 接连几次邀请都被拒绝 婉婉有些失望 过了一会儿 顾方池忽然问道 你冷不冷 苏婉婉歪着头反问 你冷吗 坐在椅子上的苏婉婉 比她高一点 顾方池微微抬眸 只见苏婉婉 双眸如同山葡萄一样 漆黑明亮 脸胖的的小奶镖 还泛着红韵 看起来是真的不冷 顾方池放心下来了 然而下一秒 她的手却被小团子的手捏住 苏婉婉的双手 如同火团子 原本已经冰冷入骨的手指 瞬间温暖 婉婉帮你暖暖 她看着面前的小团子 眼中永远含着笑意 乖巧的模样 让她明白 为什么大人们总喜欢捏小团子的小脸 就像现在 她也很想动手捏一捏 只不过苏婉婉手虽然小 可是力气却不是一般的大 她的双手被握住 想动都动不了 等苏婉婉觉得顾方池不冷以后 才放开了她 结果小团子就跟个小流氓一样 抹了一把她的手不说 还挖了一声 眼睛里充满了羡慕 你的手好好看啊 说完还看了看自己的小胖手 苏婉婉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一个圆乎乎的小团子 但是顾方池不同 她常年轻瘦 虽然比同龄人长得高 但是却比大多数同龄人瘦不少 就连手指也是骨节分明 婉婉眼里满是羡慕 二人坐在亭子里 旁边就是直守的警察 小徒弟也不怕二人再次走丢 不过还是叮嘱了一句 让直守的警察多留个心眼 自己则是回去充了两个保温袋 给他们送过来 婉婉坐了一会儿 便开始犯困 顾方池担心 苏婉婉在外面睡感冒了 便打算让苏婉婉回办公室休息 然而苏婉婉半睁着眼睛 眼皮还在上下打架 爸爸等会儿就到了 话音刚落 警局门外就传来了苏继周急冲冲的声音 苏婉婉眼皮本来还搭拉着 听到苏继周的声音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爸爸 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 苏婉婉就已经朝刚才声音的方向飞奔过去 苏继周见小女儿跟个小炮弹一样 下意识地扎紧马步 一旁的顾婷员满脸疑惑 紧接着便看见苏婉婉从自己身边跑过 夹杂着一股冰冷的寒风 顾婉婉昨天一夜未眠 此刻只穿了一件西装外套 冷得她冒了一层鸡皮疙瘩 爸爸我好想你 苏婉婉在距离自己老父亲几步之遥的时候 直接跳到了苏继周的怀里 巨大的冲击力不禁让她后退了好几步 婉婉有没有受伤 苏继周上下打量起了苏婉婉 见苏婉婉除了衣服脏了外 没有任何外伤 激动之下红了眼眶 一同跟过来的苏启怀也检查了一圈 苏婉婉歪着头左右看了看 苏继周好奇问道 婉婉在找什么 爷爷呢 爷爷年纪大了 出不了远门 等婉婉回去就能见到爷爷了 婉婉一听 乖巧地点点头 这边顾婉婉也走到了儿子的身边 见顾方池身上只是挂了几道彩 心中的担心瞬间放松下来了一大半 只不过父子二人的话不多 两人一见面就寒暄了一句 紧接着谁都没在开口 苏婉婉看着顾方池和顾婉婉之间的相处方式 总觉得怪怪的 然而当顾婉婉转过头 苏婉婉瞬间大惊失色 他刚想开口 这时候何穷和他的小徒弟接到电话 就赶了过来 何穷自然认识苏继周 二人相互点头示意后来到了办公室 这次案件大致就是这样 后续我们会跟踪调查 顾婉婉坐在椅子上 沉默了半声 他没想到 这次的绑架案件 竟然还是提前计划好的 怪不得会这么顺利 倒是苏家的小丫头被他们家连累了 顾婉婉脸上涌上一丝愧疚 等走出警局后 顾婉婉突然停下脚步 他低头看着苏婉婉 哪知道苏婉婉一直抬着自己的小脑袋 直勾勾地盯着他 顾婉婉的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 只能道婉婉要说什么 婉婉向前走了几步 抓着顾婉婉的大腿 认真说 大叔 我关你硬堂发黑 阴气缠身 恐有生命之忧啊 顾婉婉张了张嘴 他觉得苏婉婉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见 但是苏婉婉连起来说的话 他却一个也听不懂 最后只能把目光放在了苏继周的身上 苏继周神色也凝了起来 蹲下身解释道 婉婉 这就是爸爸跟你说的顾叔叔 他怕苏婉婉忘性大 又提醒道 我们过两天要去他家吃蛋糕的那位 苏婉婉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是顾叔叔啊 苏婉婉赶紧道 叔叔你放心 婉婉一定会让你长命百岁的 顾婉婉越听越迷糊 眼前的小团子先说自己命不久矣 现在又说自己长命百岁 但他着实喜欢眼前这个小丫头 也舍不得生气 老郭 那天小王送你的那道福 就是婉婉化的 苏继周解释说 婉婉的师父是个道士 顾婉婉看了一眼苏继周的眼神 确定他没说谎后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婉婉还以为顾婉婉是在害怕 连忙安抚道 顾叔叔 婉婉真的能救你 就是您能不能答应婉婉一个事 顾婉婉此刻并没有因为苏婉婉年龄小 而轻视他 赶紧点了点头 婉婉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手指在肚子前面不停地搅着 轻轻道 舅 就是顾叔叔你过生日的时候 能不能多分块蛋糕给 婉婉 说完 那张小脸都红透了 顾婉婉呆愣了一会儿 忽然大笑了起来 周哥 你这女儿也太可爱了吧 正好我缺个女儿 要不你把女儿借我养两天 苏继周脸色一黑 忍不住一巴掌拍在了顾婉婉的身上 毫不客气道 借个屁 顾婉婉摸了摸鼻子 忽然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眼神里突然有了一丝嫌弃 顾芳池抬眸瞥了他一眼 你再生一个 也生不出这么可爱的女儿 顾婉婉气得 想在大街上打儿子 然而顾芳池像是没看见顾婉婉 痴人一般的眼神一样 他走过去 拉住苏婉婉的手 两个小孩走在前面 说着悄悄话 婉婉 我爸 会没事吧 顾芳池有些担心地问道 苏婉婉点点头 此刻顾芳池身上的死气全消 说明死结已经平安度过 身上的金光和紫气 又长了一些回来 婉婉觉得 顾芳池此时就像个暖暖的小太阳 忍不住多凑近了几分 顾叔叔会没事的 不过婉婉觉得 问题可能不是出现在顾叔叔的身上 所以 我得去你家里看看 顾芳池心中充满了感激 婉婉 谢谢你 婉婉停下脚步 忽然问道 我们不是朋友吗 顾芳池心中一颤 这是第一次 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 顾芳池内心七上八下的点点头 那不就得了 你是婉婉的朋友 婉婉帮你是应该的 这话正好被顾芳池听见 他呵呵一笑 内心惊讶于 儿子竟然跟婉婉说了这么多话 要知道自己这个儿子 性格古怪偏僻 就连他平时回家 也得不到这孩子什么好脸色 然而 苏婉婉却能神奇地 让自己这个儿子 多了几分孩子的模样 顾芳池蹲下身 揉了揉苏婉婉的小脑袋 觉得小孩脑袋还挺圆润 忍不住多摸了两下 约摸过了一会儿 婉婉表情有些小纠结 顾叔说 你再摸下去 婉婉的头都要凸了 以后婉婉就不好看了 想到自己脑袋没头发的样子 婉婉咬唇 眼眶顿时就红了 见此 顾芳池狠狠地瞪了一眼 自己的老父亲 顾芳池一时没忍住 此刻遭到自己儿子的毒眼 性性然地收回手 婉婉对不起 能原谅叔叔一次吗 婉婉嗷了一声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那我就原谅顾叔叔一次吧 说话时 婉婉的长睫毛一眨一眨的 卷翘的睫毛上 还挂着几颗小珍珠 瞧着像是受了天大的欺负一般 顾婉婉此刻即便是蹲着 仍然比苏婉婉高了一个脑袋 苏婉婉只能抬起头 大眼睛朝她眨了又眨 那小模样说 有多可爱就有多可爱 顾叔叔想跟婉婉说什么 顾婉婉刚才摸婉婉的小脑袋 摸上瘾了 这么一打岔 都差点忘记自己要说什么了 小赤今年已经五岁了 以后婉婉得喊哥哥才行 顾婉婉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小声的又哄道 而且婉婉以后不能喊我叔叔了 那我叫你什么啊 叫干爹 婉婉睁大眼睛 迈着小短腿急冲冲地 跑到了老父亲的身边 爸爸 叔叔说 以后要让我叫他干爹 苏继周 无语归无语 但是苏继周还是耐心问道 婉婉愿意吗 苏婉婉犹豫了一下 点着脚尖 凑到老父亲的耳边 敲咪咪地说 如果顾叔叔愿意每次见面 都给婉婉买个蛋糕的话 婉婉还是愿意的 苏婉婉说的 虽然是悄悄话 实际上 他的话 大家听得一清二楚 苏继周见自己女儿这么贪吃 一时间哭笑不得 拍了拍小女儿的屁股 婉婉没想到 自己说句话 自己爸爸怎么又是笑又是打她 于是捂着自己的小屁股 跑到了顾婉婉的身边去 她腾出一只捂着屁股的小手 扯了扯顾婉婉的裤子 抬起头 黑葡萄般的大眼睛 正亮晶晶地看着她 顾叔叔 你愿以后我们每次见面 都给婉婉买一个蛋糕吗 顾婉婉心里乐得不行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但是苏婉婉见对方答应这么爽快 早知道刚才再多说两个了 不过 想到自己每次见面 都有蛋糕吃 婉婉还是很开心地喊了一声 干店 顾婉婉被喊得心干颤 连忙捞起苏婉婉在空中抛了几下 这把其余几个旁观地吓得不行 顾婉婉感受到了三道死亡射线后 赶紧把干女儿放下 苏婉婉脚刚站稳 就看见顾芳池正渴望地看着她 苏婉婉倒是十分开窍 甚至比刚才还热情了不手 脆声声地喊道 小吃哥哥 顾芳池被这声哥哥喊得不知所措 耳垂瞬间通红 一向聪明的大脑此刻一片空白 此刻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隔了很久 才说了一句干巴巴的恩字 嘿嘿 小吃哥哥最好了 说着 巴基一口亲在了顾芳池的脸上 顾芳池的脸红得 顿时像一只煮熟的瞎子 手足无措地看着几个大人 哈哈哈哈 看着儿子第一次露出这种表情 顾婉婉忍不住掏出手机 给他拍了一张照 顾芳池无视自己老父亲 这么幼稚的举动 而是摸了摸自己的脸 湿漉漉的 上面还残留着苏婉婉的口水 而他罕见的没有厌恶 内心甚至还有一点小雀跃 一路上 两个小朋友手拉着手 关系更好了 顾芳池不断给苏婉婉投胃 到最后还拿着勺子喂 婉婉来着不惧 给什么就吃什么 等飞机落地时 两个孩子已经睡着 尤其是苏婉婉 微微张着小嘴 若有若无地打个呼 把几个大人给乐坏了 回到家时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老爷子快四十八小时没合眼了 看见苏婉婉被抱回来 这才松了口气 我宝贝孙女有没有受伤啊 老爷子亲手亲脚地接过苏婉婉 虽然在儿子孙子口中得知苏婉婉没事 可还是自己检查了一番 孙女还在睡觉 老爷子动作也不敢太大 等检查完后 便让苏继周抱回屋休息 第二天 苏家一家老小 都没能准时起床 苏婉婉更是一觉睡到了下午 醒后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整个人像是没有骨头一般 任由老父亲给他穿衣 咕咕咕 忽然巨大的声响 从婉婉的肚子里传了出来 还没等苏继周反应 婉婉直接捂着自己的肚子 脸色爆红 甚至死不承认 婉婉现在 争着说瞎话的本事 已经进入了精髓阶段 他眨巴眨巴眼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竟显无辜 爸爸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呀 苏继周瞬间被女儿这模样给逗笑了 好气又好笑地拍拍女儿的屁股 婉婉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掩耳盗铃 婉婉摇摇头 明明是爸爸肚子叫了 你捂着自己的肚子干嘛 苏继周调侃道 婉婉瞬间发现不对劲 也顾不得脸红 伸手就捂着自家老父亲的肚子 那我给爸爸捂一捂 苏继周无奈地摇摇头 也不再逗苏婉婉 下去吃饭吧 婉婉高高兴兴地下了楼 发现今天的菜比之前还要丰盛些 有很多自己都没吃过 苏继周怕婉婉这么久没吃饭 突然吃多了会伤肠胃 最开始只敢喂点青粥 婉婉也不嫌弃 自己端着碗 大口大口地吃着 吃完饭 婉婉便提出要上幼儿园 苏继周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哪里还敢让在家孩子上幼儿园 但是看着婉婉兴致勃勃勃的样子 也不好拒绝 今天快放学了 等明天我再送你去 婉婉点点头 吃完饭 婉婉抱着自己的手机 正任任真真的跟何穷报平安 苏继周和苏起怀吃完饭 就去上班去了 别墅里只有老爷子一个人 他见孙女再打视频 也不过去打扰 只不过频频举起手机 短短半个小时就拍了几十张照片 别看老爷子七十几的高龄 但是网上冲浪永远5G 微博 抖音 淘宝玩得比谁都溜 苏家人长得不显老 就像是苏继周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样貌和身材 看起来和三十几岁的大叔没什么区别 甚至面貌还要更精神一些 而老爷子除了头发有些花白 脸上的皮肤有些松弛外 也根本看不出是个七十出头的老人 因为长相实在出挑 老爷子在抖音上还有小几十万的粉丝 他挑选了几张婉婉背影的照片发了上去 刚发出去就有好几十人点赞 底下的一众评论更是满足了老爷子的虚荣心 等苏婉婉好不容结束通话 老爷子就问道 婉婉 爷爷要出去钓鱼 要不要跟爷爷一块去 婉婉知道自己爷爷平时不是去钓鱼 就是去下象棋 因此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伸出双手 让老爷子抱抱 见小孙女这么黏自己 老爷子内心满足极了 平日里 婉婉不是被他爹爸站着 就是被苏启怀那臭小子爸站着 他都找不到时间和自己乖孙女培养感情 好不容易能把自己孙女带出去 当然要和他那些好友好好显摆显摆 余具有庸人准备着 司机开车把老爷子送到了附近野调的地方 然后便开始了一段崎岖之路 晚晚怕爷爷不小心摔了 自己走在前面 一直小手牵着老爷子 时不时用自己的小奶鹰 叮嘱老爷子慢点走 老爷子心里直乐呵 野调的地方是一条支流 宽度大约在五十米的样子 河水静缓缓地 风轻轻拂过表面 惹起了阵阵波澜 老爷子估计是这里的常客 河滩上到处都是老头 看见老爷子的时候 还惊讶了一会儿 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来 今天怎么又想着过来了 老爷子正在安装吊具 文言乐呵呵地抬起头 语气中有几分得意 今天孙女过来陪我钓鱼 钓友一愣 这才注意到老爷子身后的奶团子 一时间稀奇不已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孙女 这么多年了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老爷子不愿意提起这件事 倒是一旁的苏婉婉一点也不认声 他看得出面前的老人是个热心肠 于是奶生奶气地喊了一句 爷爷好 钓友眼一热 又是极度又是羡慕 你这孙女真怪 我们家都是小子 烦人得很 老人的语气里 全然是对自己孙子的嫌弃 晚晚黑黑一笑 看了看老人的竿子 道 爷爷 鱼上竿了 老人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鱼竿突然抖动 明显是有鱼上钩 想要逃跑 于是死死地抓着鱼竿 一步步地开始收网 那鱼竿都快弯成了一道弧线 好在最后成功把鱼拉了上来 这边的动静不小 见有人钓到了大鱼 全都围了过来 一个个地都十分眼热 老张 厉害啊 这么快就钓到了一条大鱼 这鱼估计得有七八斤吧 大家你一眼我一眼 看到老爷子也有些眼馋 晚晚拍拍爷爷的大腿 安慰道 没关系 爷爷会钓到比这更大的鱼 老爷子眉头一扬 心情十分不错 他把苏安婉放在凳子上 叮嘱道 待会儿宝宝 不能自己去河边知道吗 苏安婉乖巧地点点头 我知道 师父说 小孩子靠近河边 容易被淹死 晚晚还小 不想这么早死 老爷子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摸了摸晚晚的小脑袋 见晚晚乖巧地坐在凳子上 自己也开始防线钓鱼 老爷子鱼线刚放下去没几分钟 鱼线就开始动了 老爷子瞬间惊讶地看着晚晚 来不及多想 赶紧收线 等老爷子把鱼钓上来时 不少人又围了上来 看着老爷子桶里面的大鱼羡慕地扎舌 老爷子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才刚把鱼线放下去吧 怎么这么快就有鱼上钩了 这鱼也太肥了 可以拿回去 给你家宰宰炖汤喝 刚才钓上大鱼的老人感叹一句 你这孙女 该不会就是我儿媳妇说的 锦里在世吧 说话这么灵 羡慕和赞叹的声音纷支踏来 老爷子嘴都快咧开了 他谦虚地笑了笑 嗨 都是托我乖孙女的福 不然也不会这么快 就钓到这么大一条鱼 一旁看热闹的钓友 老爷子可不管这些老友心里怎么想 反正现在他心里说 有多高兴就有多高兴 那嘴角都快翘上天了 老爷子今天运气出奇的好 没一会儿又是一条大鱼 这可把大家羡慕坏了 完完也不觉得无聊 坐在小椅子上 看着大家钓鱼 然而 今天除了老爷子 和一开始的那个老人 钓到了几条鱼外 其余的钓友 大多数都只钓到了几条小鱼 眼看着已经快到了晚饭时间 老爷子准备收拾工具 准备回家 晚晚提着两根小板凳 递给了身旁的保镖大哥 保镖哥哥 帮晚晚拿一下保镖 跟在老爷子身边四五年了 一直跟老爷子形影不离 因此 晚晚对他十分脸熟 但是这么一个小可爱 软软地叫着自己保镖哥哥 保镖大哥瞬间红了脸 下意识地接过那两根板凳 谢谢保镖哥哥 晚晚说完 抬眸看向保镖 车开过来吧 晚晚和爷爷在这里等你哦 话音刚落 忽然传来了扑通的落水声 晚晚吓了一跳 老爷子直接把人抱了起来 轻声安抚道 晚晚不怕 爷爷在这儿呢 苏晚晚的双手 死死地抓着老爷子的肩膀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朝不远处看过去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掉在了河里 但是周围并没有支撑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头直接被河水推到了河中央 周围的惊呼声和叫喊声 此起彼伏 但是没有一个想办法 有的人甚至掏出了手机 有些惋惜地记录下这一幕 老爷子抱着苏晚晚有些着急 赶紧救人啊 其中一个人离老爷子很近 他叹息一声 没办法的 都已经被水冲这么远了 老爷子放下苏晚晚 脱掉自己的外套 只留下了一件薄薄的的外衫 他蹲下身 认真说 晚晚就待在岸上 爷爷待会儿就回来 说完 老爷子看向保镖 赶紧报警 保镖点点头 紧接着就眼睁睁看着老爷子 跳进了冰冷的河里 周围的人满是震惊 纷纷喊道 你不要命了呀 然而 老爷子人已经有远了 保镖想要跳下去一起救人 无奈还有一个小孩子 还在岸边 保镖怕苏晚晚待会儿哭闹 忍不住安慰道 晚晚小姐 老爷子会平安回来的 晚晚知道啊 待会儿爷爷就回来了 晚晚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满是骄傲 我爷爷真棒 保镖 苏晚晚没哭 反而还为老爷子骄傲着 但是保镖一想到老爷子 七十几岁的高龄 又忍不住担心起来 好在老爷子此刻 已经就吓了老人 准备往回游 突然间 苏晚晚的眉头紧紧皱着 眉间多了一抹担心 怎么回事 晚晚刚嘀咕完 就见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河面水流 忽然湍急了起来 老爷子速度明显慢了不少 中途的时候 还呛了几口水 保镖暗道不好 晚晚间事情不对 趁着保镖不注意 偷偷跑到了河堤的高处 只见一条河流满是阴气 甚至还有一丝 若有若无的煞气 但明明刚才都还是好好的 晚晚皱着小眉头想不明白 手上快速掐了一个手绝 口中念念有词 赫赫扬扬 日出东方 无斥此福 朴扫不详 降服妖怪 化为吉祥 口诀一出 原本还湍急的河水 瞬间平静下来 然而没多久 又有了湍急之势 晚晚没想到 刚被镇压下去的阴气和煞气 不到片刻竟然又涌了上来 这些阴气和煞气 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晚晚看着自己的手指头 叹了口气 紧接着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一把迷你水果刀 闭着眼在自己的手指上 滑了一道 烟红的血液 瞬间从皮肤里涌出 晚晚眼泪汪汪地 看着自己的手指 快速在空中滑了一道符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水库边 晚晚人小 又躲在河坝旁的竹林里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它 因此 凭空中出现的红符 浮衣化成 晚晚沉谋掐绝 风生水起 随我驱化 嗡 竹林瞬间发出了嗡嗡的声响 翠绿的竹叶从空中飘落 有的落到了河里 第一片竹叶落在水面时 原本蠢蠢欲动的河面忽然停止 缠绕在河面上的煞气 瞬间烟消云散 原本刚才阴沉下去的天气 天上的阴云瞬间散开 阳光透入竹林 洒向河面 老爷子瞬间觉得自己周身暖了不少 就连力气也恢复了几分 这时候 保镖担心老爷子的安全 在别处找到两个救生圈 直接跳下了水 可能是接二连三的跳河救人 其中有不少人也跳了下去 没一会儿 老爷子就带着落水的老人上了岸 刚才吓死人了 怎么河水会这儿湍结 就是啊 真的太神人了 还好人就起来了 在岸上钓鱼的 有一两百号人 这么大的事情 大家哪里还管钓鱼 全部都涌了上来 救护车估计进不来 我先去开车 把人送医院去 被救上来的老头已经昏迷 估计是呛了不少水 只是急救后仍然不见好转 老爷子身上已经湿透了 被冻得浑身发抖 苏安婉从河堤上跑下来 看见帅老爷子 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小孩直接挖的 一声哭了出来 爷爷 老爷子身上全是水 他虽然身体不错 但是长时间泡在水里 回去难免不会生病 现在孙女张开手要抱 但是保镖和他 都是一身事 老爷子只能忍痛 道 婉婉 爷爷身上湿了 你就站在那里 婉婉脚下一顿 哭声压在喉间 怎么也哭不出来 只不过 那长长的睫毛上 挂着几颗小珍珠 白净的小脸上 还有两道明显的泪痕 老爷子知道自己此举冲动 赶紧跟孙女认错 婉婉对不起 是爷爷的错 不要生气了还不好 婉婉哼了一声 可是 感觉到爷爷浑身颤抖 婉婉还是没忍住 上前几步 温暖的小手握住老爷子的大手 但是他无论怎么握 一只手都握不完 婉婉给爷爷暖暖 婉婉朝着老爷子的手 哈了一口气 问道 爷爷 你还冷不冷啊 老爷子本来冷得浑身发抖 此刻却因为婉婉的一句话 而感到一丝温暖 刚才落水昏迷的老头子 被送往了医院 这边婉婉和爷爷 以及保镖大哥 回到了车上 车上暖气被打满 婉婉被安排到了副驾驶 回程的路上尤其的快 老爷子回到别墅 正好看见儿子和孙子 坐在客厅 他来不及多解释 先上楼换了一件衣服 苏继周见老爷子浑身湿透 脸上有些担心 看见婉婉 忍不住问道 婉婉 今天你跟你爷爷去哪了 婉婉 去钓鱼呀 婉婉想到后备箱的那几条大鱼 道 好大 好多大鱼 老父亲不指望一个小孩 能把话说清楚 而是自己重新组织苏婉婉的语言 试探地问道 不会是你爷爷为了抓鱼钓水里了吧 这么一想 他爹可真用 婉婉还是分得轻钓鱼和抓鱼的区别 因此摇了摇头 不是的呀 爷爷看见别人钓水里 就扑通一声跳下去了 师父说 见义勇为 是英雄 虽然今天要不是他 爷爷就差点游不上来了 这么想着 婉婉后知后觉才开始害怕 忍不住拍拍自己的小胸脯 老爷子换好衣服 就看见小孙女使劲捶胸口 婉婉这是怎么了 婉婉抬起头 看着还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老爷子 突然鼻子酸酸的 他站在沙发上 身高才刚刚老爷子的肚子 婉婉伸出自己的手紧紧搂住自家老爷子 吸了吸鼻涕 爷爷我怕 老爷子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低下头时 苏婉婉眼泪躺逝了他的衬衫 不像以前那样嚎啕大哭 小团子哭的时候 像一只受伤的小野兽 低声乌液 瞧着 让人越发心疼 老爷子心疼了 赶紧把婉婉抱在怀里哄了好一会儿 婉婉抽抽爷爷的说 婉婉没用 不 不想爸爸出事 不想爷爷出事 也不想哥哥们有意外 都是婉婉没 没用 乌乌 苏家 三个男人神色一顿 明显听出了小团子话里有话 苏启怀让佣人们先离开 等确保安全后 苏姬周脸上带着少有的严肃 但是语气柔和 婉婉为什么不想让爷爷爸爸和哥哥们出事 婉婉的小手紧紧地捏着老爷子的衣服 原本划顺的布料顿时变成了皱巴巴的一团 婉婉有些心虚 悄眯眯地抚平了褶皱 打了的小奶格 家里全是黑雾和阴气 但是婉婉不知道怎么办 说完 婉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婉婉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门 早知道道观外的生活这么阴险 师兄弟们上课的时候 他也应该多听听 婉婉哭完 自己给自己擦了擦眼泪 可怜兮兮的小模样 让苏姬周恨不得把婉婉从老爷子手上 把他抢过来自己哄 婉婉继续道 今天爷爷救人本来好好的 没想到河里突然多了好多煞气和阴气 老爷子大惊失色 他看不见小孙女说的黑雾 还是阴气 但今天救人的时候 他的确感受到了水流湍急了不少 甚至还能清楚地感觉 有东西把他往水下拉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经历太久 以至于让他以为这是错觉 如今婉婉这么一说 老爷子当然不可能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觉了 所以婉婉救了爷爷 是吗 婉婉垂着头 婉婉没用 只能暂时解决危机 所谓治标不治本 他总觉得家里的情况在哪里见过 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老爷子可不管暂时不暂时的 他就是认定了小孙女救了他一命 一直没说话的苏大哥也没想到家里还会出现这种事 可是此刻他还是柔声安慰到 婉婉还小 等婉婉长大了 或许就能解决家里的事了 老爷子和老父亲也是十分赞同 对 是因为我们婉婉太小了 等长大以后 婉婉会更厉害 虽然婉婉说他们都有生命之忧 但是自从婉婉回来后 家里至少都一帆风顺 逢凶化吉 婉婉使劲地点点头 认真说婉婉一定会保护你们的 当天晚上 婉婉提笔 直接画了几十张平安符送给了老爷子他们 甚至在外的几个哥哥都没有落下 郊外 一所破旧的道观里摆着一张金红色的桌子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法器 两个男人站在法坛的中央 嘴里嘀嘀咕咕地面着皱 碰 忽然 面前的香炉突然炸开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瞬间被炸飞鸡米远 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中年男人艰难地站起身 脸色难看 反噬 怎么可能 苏家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吗 中年男人漆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邪笑 凄厉沙哑的声音在道观里响起 苏家还有点本事 竟然找了个道行不错的道士 但是那又怎么样 一年之内 苏家的所有人 一个也别想活 昨天晚上 晚晚睡得特别早 因此 今天一大早 晚晚就从大哥的怀里起来 静悄悄地下床洗漱 洗漱完后 又爬上床完了一会儿手机 苏启怀醒来的时候 就看着一个圆润的小屁股对着他 小团子两只小脚放在床上 粉嫩的脚趾头 看起来可爱极了 忽然 小团子回过头 看见苏启怀睡醒了 连忙道 大哥 你醒了 苏启怀笑着点了点头 起身就去了浴室 他走了两步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苏启怀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脚 瞬间睁大了眼睛 他回过头望着晚晚 晚晚也看着他 大哥 你能走了 晚晚一说 苏启怀感觉自己的双腿更有劲了 紧接着又缓缓地向前走了两步 虽然艰难 但是真的可以独自行走了 苏启怀眼中充满了惊醒 顾不得自己还没有洗漱 走过去抱起晚晚 在小团子脸上亲了两个 晚晚也不嫌弃 在苏启怀的怀中 咯咯笑 苏启怀能走的消息 在当天就告诉了两位长辈 苏启舟当即安排医生来检查 爸爸 大哥能走了 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带着晚晚散步了呀 晚晚吃着盘子里最后一口包子 认真问道 苏启舟脸上满是高兴 恩了一声 等你大哥好了 我让他背着你跑 晚晚一听 高兴地拍了拍手 太好了 说完 还不忘问问苏启怀的意见 大哥 可以吗 对于晚晚的要求 苏启怀从来不会拒绝 此刻别说晚晚让他背着跑 就算是让晚晚坐在他肩膀上 他都愿意 以后大哥带晚晚出去玩 晚晚挖了一声 一下子抱住自家大哥 开心地说 嘿嘿 大哥最好了 晚晚最喜欢大哥了 吃完饭 晚晚便上楼收拾自己的书包 知道女儿想去幼儿园 苏启舟劝说几次无果后 最后只能答应 因为怕女儿吃不饱 老父亲往晚晚的书包里 塞了不少零食 直到塞不下去 老父亲才停手 苏启怀看着自己父亲塞进去的零食 皱了皱眉头 爸 哪有小孩子吃这么多零食的 他爸也不怕孩子生病 巧克力辣条 直接一盒一盒地往里面塞 晚晚赶紧到 晚晚吃得不多啊 而且 我还要给小吃哥哥带些呢 苏启怀没办法 只能从零食柜里 拿出几个面包 还有十张纸币 在学校没吃饱 就让小吃带你去隔壁的小学买东西吃 晚晚点点头 虽然他不知道小学是什么 可是一听到有顾方池带着他 苏晚晚便爽快地点点头 晚晚被爷爷和老父亲一人牵着一只手 一路上蹦蹦跳跳地 丝毫看不出前几天才被绑架过 爸爸 今天晚上晚晚可以吃炸鸡吗 苏季周立马道 我让厨房做 那我还想吃蛋糕啊 下午爸爸 来接你的时候 给你带 晚晚顿时满意了 小孩也不贪多 嘴里跟抹了蜜一样 一会儿说爸爸好 一会儿又说爷爷好 以至于到了幼儿园门口 两个大家长再次出现了分离焦虑 老爷子拉着晚晚的小手 脸上依依不舍 晚晚 要不我们不去上幼儿园了 陪爷爷去掉 下期怎么样 跟爸爸去公司上班还不好 公司里的哥哥姐姐 都很想我们晚晚 老父亲和老爷子你一句我一句 使得晚晚无奈地摇摇小脑袋 垫着脚尖 轻轻安慰两个超龄幼儿 晚晚去上学 是晚晚这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 就像爸爸每天都要去上班 爷爷每天都要去钓鱼下棋一样 说着 分别在老爷子和老父亲脸上巴唧一口 放心了 晚晚很快就放学了 你们快走吧 说完 自己走到幼儿园的大门 看见自己班上的老师 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 老师没想到 苏晚晚今天竟然会来上学 震惊了一会儿 就把苏晚晚迁进了教室 路上 晚晚忍不住问道 绵绵老师 今天顾方池来上课吗 嗯 你们两个小朋友 是不是约好的呀 一起来上课了 绵绵老师忍不住逗逗婉婉 婉婉一听 开心极了 一进教室 他就看见了 在桌子上 坐得规规矩矩的顾方池 婉婉今天 一身粉色大棉袄 下面是一条白的的阔腿棉裤 整个人 看起来像是一只 又摇又摆的小企鹅 顾方池心头一紧 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 扎了个马步 饶是如此 还是被苏婉婉的热情 吓得节节后退 好不容易停下来 结果一个没站稳 两个人一起摔到了地上 老师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好在两个孩子都没事 尤其是苏婉婉 还抱着顾方池 一口一个小吃哥哥 老师虽然松了一口气 可是刚才苏婉婉的动作 差点没把他吓死 前几天苏婉婉不见 他做了一整晚噩梦 不断责怪自己 怎么没把孩子看好 今天要是再出点什么意外 他觉得自己 可能要从幼儿园楼顶跳下去了 婉婉 你过来 苏婉婉回过头 见绵绵老师正在喊他 赶紧啪哒啪哒地跑过去 歪着头问道 什么事呀 绵绵老师 绵绵老师 差点没被这歪头杀猛死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目的 绵绵老师便正色道 婉婉 你知不知道 自己刚才的动作很危险 以后不准横冲直撞 知道吗 婉婉不理解 婉婉委屈 婉婉没有呀 他只是想抱抱小吃哥哥嘛 绵绵老师并没有因为婉婉无辜 就不继续教育 他看行顾方池 继续道 刚才小吃哥哥 是不是因为你摔倒的 婉婉点点头 似乎突然理解到了什么 问道 是不是我的力气太大了 绵绵老师觉得 想要让婉婉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动作 要费很大的力气 结果小团子开始自己总结 绵绵老师点了点头 婉婉顿时有些愧疚 那我以后轻轻地抱小吃哥哥可以吗 说完 把把目光放到了顾方池的身上 顾方池脸上没有表情 但是却朝着苏婉婉招了招手 婉婉走了过去 顾方池替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垂眸道 我没摔疼 绵绵老师觉得 今天顾方池有些不一样 顾方池今年快六岁了 仍然读得小班 虽然他对此和对方妈妈交谈 但是曹叔执意要把顾方池送小班 这一年来 顾方池跟他说过的话 不超过十句 加起来一共才十个字 平常都冷着一张脸 从来不参与游戏和平常活动 前段时间 甚至还把班上的小朋友吓哭了 然而现在 顾方池竟然说了这么多字 而且明显眼神有了变化 就像是死气沉沉的潭水里 突然落下了一颗小石头 绵绵老师心里狠狠地惊讶了一番 苏婉婉知道错误后 绵绵老师便没有再继续教育 因为二人来得都比较早 班上还没有什么小朋友 婉婉把自己的书包 放在了书包脂肪架上后 又转身回去 从自己的小恐龙书包里 拿出了几块巧克力 小吃哥哥 我给你带了巧克力 你吃不吃呀 顾方池看着婉婉的小脸 拒绝的话憋在喉咙间 怎么也说不出口 沉默了一会儿 伸出一只手 我吃 那婉婉为小吃哥哥呀 婉婉赶紧拨开包装袋 黑黑的巧克力 下一秒就递在了顾方池的唇边 甜蜜丝滑的香味 瞬间在顾方池的鼻尖环绕 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顾方池便感觉到了一股 甜掉牙的巧克力钻入口中 顾方池皱了皱眉头 她不太喜欢吃这么甜的东西 可是看起来 小姑娘挺爱吃的 顾方池默默地记了下来 艰难地 把巧克力咽下去后 顾方池点点头 好吃 婉婉开心极了 这是婉婉最喜欢吃的 小吃哥哥 你既然喜欢吃 那我再喂你一个好不好 这是大哥给他买的 可惜家里人吃了一块后 就不爱吃了 他想要跟人分享都不行 小吃哥哥是第一个说好吃的 这让婉婉恨不得再喂顾方池 包十块巧克力 最终 顾方池在苏婉婉的热情下 接连吃了三块巧克力 最后实在是受不了这么甜腻的味道 等苏婉婉还打算喂他的时候 直接被顾方池无情地拒绝了 此时班上的小朋友 已经来了一大半 看见婉婉喂巧克力给顾方池 一个个的眼神满是羡慕 之前要和婉婉交换玩具的小胖子 眼巴巴地望着他 婉婉 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 婉婉点点头 小胖子眼睛顿时亮起 张着嘴准备投胃 一旁的顾方池皱了皱眉头 给你 婉婉拿出自己的巧克力 递给了小胖子 结果小胖子张着嘴 眯着眼 一副等头位的模样 小胖子等了半天 都没等到头位 睁着眼睛看着苏婉婉 你怎么不喂我呀 婉婉摸了摸脑袋 忍不住疑惑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 我为什么要喂你啊 小胖子满眼委屈 忍不住看了顾方池一眼 明明顾方池是他们班最大的孩子 然而顾方池一双漆黑的毛子 直勾勾地盯着他 小胖子后背发麻 被吓在位置上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下一秒 小胖子脸色一变 哭得昏天暗地 呜呜 赖皮蛇吃小孩了 小胖子一哭 全班的小朋友都哭了起来 老师一个头两个大 安慰这个不是安慰那个也不是 等老师好不容易安抚完班上的小孩 忍不住问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小胖子一边哭 一边用手背擦眼泪 另外还不忘告状 老师 顾方池吓我 老师一听 顿时有些不相信 毕竟顾方池因为身体原因 在班上的存在感几乎不强 可是看着小胖子哭得这么伤心 老师还是耐心问道 他怎么吓你的 他用眼睛吓我 说完 怕老师不相信他 小胖子赶紧瞪着自己的小眼睛 然而 模样除了有些憨态可居外 毫无杀伤性 老师大概也明白了前因后果 捂着嘴 忍不住想笑 那顾方池为什么要瞪你 小胖子顿时不说话了 这时候 晚晚却在一旁告状道 绵绵老师 小胖说小吃哥哥是赖皮蛇 说完 晚晚有些生气 插着腰道 我看过小鲤鱼厉险记 赖皮蛇丑 小吃哥哥这么好看 小胖他说谎 小胖想要反驳 可是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么说不对 但是又拉不下脸道歉 一时间耿着脖子不说话 绵绵老师有些头痛 但是对着小胖的语气有些严肃 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不可以给任何人起外号 小胖子点点头 绵绵老师摸了摸小胖的脑袋 那你应该怎么做 下胖低着头 脸颊上还有两刀泪痕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顾方池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这么说你的 顾方池没说话 只不过刚才紧皱的眉头 终于放松下来 隔了好一会儿 顾方池才缓缓道 没关系 这个小矛盾 很快就话解开了 小胖子拿到了三块巧克力 也不纠结婉婉为顾方池 不为他的事了 到了中午 婉婉看着顾方池 一口没冻的午饭 忍不住问道 小池哥哥 你不饿吗 今天的饭菜 明明这么好吃 说着 又挖了一勺白米饭 在自己嘴里 顾方池默默吃惊 苏婉婉的饭量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苏婉婉已经吃了五碗饭 保育员阿姨给他打饭的时候 还压匀了的 顾方池这么想着 还是没忍住好奇 摸了摸婉婉的小肚子 见他肚子竟然还是平缓的 有些惊讶 说 我不饿 你呢 婉婉也摇摇头 现在婉婉也不饿了 说完 眼巴巴地看着顾方池碗里面的饭 小池哥哥 你还吃不吃 你不吃话 婉婉帮你解决好不好 别浪费了 顾方池 最终顾方池 还是没忍住小团子的撒娇 直接把碗自己一口没冻的饭菜 递到了苏婉婉的面前 等苏婉婉吃饱后 他的嘴边还沾上了几口白米饭 顾方池眼里有些嫌弃 可还是抽出了一张餐纸 在婉婉的嘴边擦了擦 都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吃个饭 满嘴都是 婉婉嘿嘿一笑 婉婉还小 等长大以后就不会了 小团子还挺会为自己找借口的 苏婉婉一点也不浪费粮食 顾方池那碗饭 被吃得丁点丢不剩 等中午休息的时候 苏婉婉又缠着顾方池给他拼小动物 顾方池这次给他拼了一只霸王龙 婉婉拿在手里不知道是什么 忍不住问道 这是什么呀 霸王龙 婉婉一定就觉得很厉害 于是直接跑到别的班去炫耀 以至于别的班小朋友都知道了 小二班的顾方池很厉害 会拼霸王龙 下午放学时 婉婉对顾方池还有些念念不舍 等老爷子和老父亲来接他的时候 他忍不住道 顾方池 你明天一定要来幼儿园哦 顾方池捧着小脸 可是面对苏婉婉的邀请 最终高冷地点点头 即便是这样 苏婉婉还是十分开心 接下来一连几天 顾方池都来幼儿园了 周五这天 婉婉被爸爸提前接回家 而顾方池一整天都没来幼儿园 爸爸 我们待会儿 是不是要去找干爹他们呀 苏继周点了点头 苏继周今天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装 里面夹着一条麻灰色的领带 英俊的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宠蜜 今天婉婉想穿哪件衣服 婉婉看了一眼衣柜 各种各样的衣服 占据了大半个屋子 婉婉被晃得眼睛疼 见婉婉皱着眉头选不出来 老父亲干脆挑了一件粉色的连衣裙 这件衣服好不好 婉婉点点头 好看 紧接着又问道 穿着不冷吗 老父亲 好在这次顾廷园并没有请生意上的伙伴 只是请了平时关系较近的朋友和亲戚 也不用太注意穿着 因此 给婉婉找了一件白粉色的羊毛小外套 下半身一条黑色的小喇叭裤 头发披在肩膀上 小模样可爱得厉害 婉婉坐上车 想到待会儿就能见到顾芳池了 心里有些激动 苏季周在车上听了不下一百遍小吃哥哥 忍不住调侃道 不就一天没见着面吗 怎么这么想人家 婉婉摇摇头思考了一会儿认真说 不知道呀 苏季周被小女儿这模样给逗乐了 无奈地摇摇头 顾婉婉原本是想把宴会举行在就近的别墅 但因为自己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最后顾婉婉听从了苏婉婉的建议 把宴会地点放在了老宅 老宅远离市中心 苏季周和婉婉坐了两个小时的车 才到了老宅 顾家同苏家一样 财大气粗 与之相比的话 顾家算是百年豪门 根基雄厚 因此 老宅也是修得相当气派 光是那大门 婉婉都得养着脑袋看 爸爸呀 苏季周听到女儿的话 低着头问 怎么了 婉婉抬起头 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满是惊讶 小吃哥哥家好大 以前师父的道观又小又破 雨天不是漏雨 就是湿墙壁 回到苏家后 他以为自己住的房子已经很大了 没想到还有更大的 苏季周撇了撇嘴 忽然想到 自己女儿没去过苏家老宅 他忍不住道 我们家的老宅 也这么大这么气派 等什么时候 爸爸带婉婉回老宅看看 自己家也有这么气派的房子 婉婉的眼睛 书得一下就亮了起来 兴奋地点了点头 今年顾婉元的生日宴会来的人 并不算多 但规格却不小 因为是祖上传下来的宅子 所以宅子外部 更偏于庭院风格 随处可见的亭台宣泄 看起来十分雅致 一进门 苏婉婉眼睛 就到处看 没办法 他今天不仅仅是来吃小蛋糕的 更是为了解决干爹身上的麻烦 只不过 苏季周带苏婉婉走了一圈 仍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别墅前院的风水很好 坐北朝阳 且此处有山有水 别墅左落的方向 也是十分不错的 外面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 老宅的内部有问题了 婉婉拉了拉苏季周的裤腿 道 爸爸 这里没问题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苏季周文言 刚准备说话 便看见顾婉元 和几个生意上熟悉的老总过来 顾婉元看到苏婉婉时 脸上的笑意 怎么也止不住 把酒放在适应生盘子里 道 婉婉 干爹抱抱 苏婉婉看着顾婉元 硬膛上浓密的阴气 忍不住摇了摇头 挥了挥手 将他们挥散 随后才歪着脑袋 喊了一句干爹 这一下子 可把顾婉元可欢喜坏了 抱着苏婉婉不肯撒手 苏季周忍到最后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婉婉去找你小池哥哥玩吧 婉婉点点头 干爹 小池哥哥在哪里啊 苏季周想了想 应该是在后院 跟家里的小孩玩 说着 看着一旁路过的庸人 让小池看好婉婉 别走丢了 庸人忙不迭视地点点头 苏婉婉运气不错 一到后院就看见了顾方池 但是现场情况算不上多好 只见在宽敞的后院中 三四个小孩围在顾方池 口气十分不好 有的说两句 甚至还想动手 顾方池 今天你必须跟小燕道歉 对 不然我就告诉曹阿姨去 说你欺负顾燕 真以为你是顾家大少爷 一个小瘸子 也配当顾家的少爷 真是搞笑 我看顾叔叔 就是看他可怜 要是我有个瘸子儿子 我才不要呢 我妈说了 顾方池就是一个小灾心 一出生死了妈 前段时间 我妈还听说 他爸差点跳楼了 他爷爷也掉河里去了 我们离这个灾心远点 不然待会儿 倒霉了怎么办 几个孩子比顾方池大很多 顾方池行动不便 虽然他们讨不着好处 但顾方池却被他们左右拦着 根本走不了 远处的苏婉婉 此刻拳头已经硬了 只可惜 他现在没带他的七星剑 不然一定要把这几个小屁孩儿 好好教育一顿 苏婉婉的动作丝毫不慢 在草丛里 找了两根掉落的树枝 直接冲了出来 几个小孩似乎没有发现 苏婉婉已经快速逼近 还在不断用更恶毒的刺激顾方池 顾方池 我妈说了 他要是你 都不愿意活在这个世上了 话音刚落 说话的人忽然觉得 自己的屁股被戳了一下 直接抱着屁股跳了起来 曹行舟回过头 边看见一个穿着白粉丝的小团子 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最重要的是 手里还拿着两根大只鸭 也不知道哪里捡的 但是打在人身上 老疼了 曹行舟忍不住又呲了一声 越想越生气 忍不住问道 你他妈是谁啊 谁让你进来的 婉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满是怒气 别看这几个小孩年纪不大 但是一个比一个恶毒 要是再这么继续不学好 以后也只会是顽固模样 婉婉气不打一出来 把其中一根棍子递给了顾方池 然后单手插腰 神情轻蔑 我是谁 我是你妈 婉婉说话气人的不行 被保护在身后的顾方池脸上 多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曹行舟肺都快气炸了 但是面前的小团子 乃凶乃凶的 他又舍不得下手 于是开口吓唬道 你让开 信不信我连你和他一块揍 到时候 你可别哭着找你妈 婉婉冷哼一声 你们要是不给小池哥哥道歉 我就打的你叫妈 你曹行舟虽然是这几个人当中 年龄最大 但也不过八岁 他从小到大霸道惯了 就连顾方池也被他随便欺负 哪里遇到过这么能说会到的小奶娃子 他差点没被苏婉婉的话给气哭 当即耿着脖子 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 婉婉插腰 我还是宝宝 曹行舟 他这次直接被气哭了 婉婉却不依不饶 他问道 顾方池欺负你了吗 曹行舟立马带着哭腔道 他欺负顾艳了 婉婉回过头 低声问道 小池哥哥 顾艳是谁啊 顾方池低着头 我后妈的孩子 比我小一岁 我不喜欢他 说完 顾方池又添了一句 婉婉表示理解 紧接着又问道 那你欺负他了吗 顾方池摇摇头 虽然他不喜欢曹叔的儿子 却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他 苏婉婉万分相信自己的小池哥哥 他看向曹行舟 理直气也撞 看见了吗 小池哥哥没欺负过他 曹行舟摇摇牙 他放屁 小燕想要平安服 他不给就算了 还把小燕给推到了地上 曹行舟想着 越发愤愤不平 小燕才四岁 他这个当哥哥的还欺负他 果然我妈说得对 他就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灾心 苏婉婉皱了皱眉头 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生气 苏婉婉年纪还小 很多事情还不明白 但有些事情 看得比谁都看得清楚 阿姨去世的时候 小池哥哥还这么小 他能有多么错 你妈妈不好 怎么这么喜欢给人乱扣帽子 更何况小池哥哥自己的东西 要不要送人要经过他同意才行 顾燕凭什么去抢 凭什么都是小孩 小池哥哥一定要让这自己弟弟 还有阿 你们口口声声说 小池哥哥欺负顾燕 但是现在 你们却在欺负比你们还要小的孩子 你们这么做就对了吗 婉婉一席话 让几个孩子无话可说 曹行舟想要反驳 却又无从开口 他忽然觉得 自己妈妈对他说的那些话 似乎不一定是全对的 你们记住了 顾芳周是我苏婉婉要罩着的 你们以后还是在欺负他 小心倒霉哦 说完 苏婉婉便拉着顾芳池离开了 留下几个孩子 若有所思 苏婉婉拉着顾芳池的手走了很远 之前在草丛中捡的棍子 早就被丢在了路上 小池哥哥 你没事吧 婉婉的小手有些脏 他担心顾芳池有没有受欺负 一时间忘记了这件事 因此 手刚碰到顾芳池的白西装 就留下了一个黑黑的小手印 婉婉见后 有些心虚 收回手想要在自己的身上擦一擦 然而却被顾芳池给来了下来 我们家可没有小女孩穿的衣服 说着 拉着苏婉婉来到了一个洗手池旁 打开水龙头 细心地给婉婉搓手 搓了半天 终于把婉婉手上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给戳掉了 以后不要随便捡地上的树枝 脏死了 婉婉乖巧地点点头 嗯嗯 婉婉记住了 紧接着 苏婉婉又道 小池哥哥 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话呢 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没受伤 顾芳池想到 婉婉刚才护着自己的模样 心头一软 从出生到现在 自己身边出现过无数的恶意 除了自己父亲 还是第一个 有人愿意站出来帮他 小团子的心太纯净了 顾芳池低着头 忍不住觉得自己 到底配不配当他的哥哥 然而婉婉还傻乎乎地看着他 整个人都贴在他的身上 嘿嘿 小池哥哥没事就好 以后婉婉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顾芳池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他抬手摸了摸小孩子的脑袋 忍不住道 婉婉 哥哥没你想得这么好 刚才要不是苏婉婉忽然出现站在他面前 可能下一秒曹行舟就血剑当场 顾芳池的话 婉婉一点也不相信 小池哥哥 是婉婉见过最好的人了 毕竟身怀子气 和无数的道德精光 如果这都算不上好人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好人了 单纯的婉婉 心里还这么想着 顾芳池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隐藏了私心 没有解释 等婉婉反应过来时 忽然看了看四周 四周全是参天古树 周围黑漆漆的 唯有惨白的月光照下来 能够让他隐约看到 面前是一片青墙 只不过看模样 应该是新建的 这里是哪里啊 婉婉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下意识地抱紧了顾芳池 到最后 像一只树带熊一样 想要爬在顾芳池的身上 顾芳池今年也不过五岁 苏婉婉爬上来的时候 他差点没倒地上去 顾芳池被婉婉勾着脖子 呼吸有些困难 前段时间湿火 这里的灯烧坏了 家里还没请人来修 要不你先下来 我带你回去 婉婉赶紧从顾芳池的身上 跳下去 顾芳池牵着苏婉婉 刚走没几步 小团子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见苏婉婉不走 顾芳池忍不住问道 小池哥哥 这面墙好像不对劲啊 顾芳池闻言 看着面前的青墙 皱了皱眉头 他这几天 也了解了不少 关于道家的知识 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 直觉告诉他 婉婉的情况和其他人不一样 小团子不仅比别人厉害 还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小池哥哥 这面墙是新建的吗 嗯 前段时间老宅失火 这面墙被烧毁了 后来重新建了一面 婉婉抬眸 认真说 拆了吧 婉婉怕顾芳池觉得他胡闹 急忙解释说 师父跟我说过他 任何住宅都讲究风水 就像这面墙 建筑时不可高六尺或七尺 而这面墙 明显已经超过了 你知道超过意味着什么吗 顾芳池对这一块并不了解 便摇了摇头 运气好是破财 运气不好 那叫索命 小池哥哥 你家风水被改动了 顾芳池沉思了一会儿 忽然道 婉婉要不要去宅内看看 苏婉婉点点头 嗯嗯 我来找小池哥哥 就是为了这件事 刚才那几个小坏蛋一打岔 婉婉都快忘了 说完 婉婉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顾芳池有些无奈 他不能指望 一个三岁孩子能记事 二人走了好一会儿才到大厅 此时苏继周 已经应付完了身边的人 看到苏婉婉时 一把走过去 将他抱起 顾芳池跟在后面 看见他身上脏兮兮的 没忍住皱了皱眉 婉婉怕顾芳池挨骂 赶紧道 干爹 是我不小心蹭的 你不要怪小池哥哥呀 顾芳池想说的话憋在口中 到了嘴边就变成了 谁让你小池哥哥穿白色的 一点也不好看 顾芳池 这是亲爹 他不至于因为这件事生气 可看着自己亲爹的模样 实在没忍住冷哼了一声 婉婉觉得自己小池哥哥 受了这么多委屈 便从苏继周的怀里下去 拉了拉自己干爹的裤子 顾芳池立马蹲下去 干爹 你不要骂小池哥哥了呀 顾芳池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儿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总觉得小团子尤其喜欢他 只不过婉婉的话 他肯定是听的 好了 干爹今天看在婉婉的面子上 不说你小池哥哥就是了 说完 拍了拍自家小子的脑袋 结果顾芳池早有察觉 直接躲了过去 顾芳池手上落了个空 顾芳池气得想打孩子 你带着婉婉进去吃蛋糕 婉婉一听有蛋糕吃 连自己要干什么都忘了 连忙拉着顾芳池进主宅 顾芳池调笑道 小贪吃鬼 不知道的 还以为家里少你吃的一样 家里没少婉婉吃的呀 婉婉不知道顾芳池远 为什么这么说 他怕别人误会自己老父亲 赶紧拍了拍小肚子 爸爸每天都给婉婉吃的饱饱的 是婉婉太能吃了 顾芳池笑不得 一时间又牙酸的不行 他忍不住又哄道 婉婉 以后你要不就搬来顾家住吧 干爹每天都给你准备蛋糕 婉婉赶紧摇摇头 想都没想的就拒绝了 不行 我晚上不回家 爷爷爸爸和哥哥 会想我想的睡不着觉的 顾芳愣愣了半赏 忽然大笑起来 他看向苏继周 忍不住道 周哥 你家小孩太可爱了 苏继周冷亨 再可爱也不是你家的 顾婷媛 恨自己家都是臭小子 临走时 顾芳池又遭到了自己父亲的一记冷眼 顾芳池当作没看见一样 牵着婉婉就往屋里走 顾家占地非常大 整个地方大大小小 有一百多间房 一进门 婉婉就发现了不对劲 小池哥哥 你家这地势不对啊 婉婉指了指大门 窗户这些地方 认真说 在风水学上 大门不能冲阳台 窗户不能冲后门 轻则断裁 重则身体出现问题 久治不遇 顾芳池又带着苏婉婉看了一圈 婉婉发现 整个主宅除了顾芳池房间的风水 没有被动过 其余或多或少都被改动 有很多地方 甚至在很久之前 就有了改动的趋势 久而久之 顾家人的身体会逐渐变差 紧接着就会出现离魂等症状 小池哥哥 家里是不是还有老人这段时间 出现过意外 或者生过病 顾芳池心里大惊 除了我爸外 爷爷一直居住在老宅 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大好 前段时间去河边钓鱼落了水 所以 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养病 完完了然 他还有些奇怪 为什么顾芳池身上的金黄和紫气 会时弱时强 原来原因就处在这里 如果不是顾芳池的道德金光 和紫气互助顾家 可能现在顾家已经一团乱了 苏婉婉这么想着 语气不禁严肃了起来 小池哥哥 家里风水被改动是小 最重要的是 现在老宅已经不能住下去了 这风水改动极为巧妙 如果不是婉婉对风水有些研究 可能也发现不了异常 你一定要告诉干爹 让他提防着点 苏婉婉以前跟着师父出去算过命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 顾家这么有钱 肯定有不少人 想要顾家倒下 想要顾家的权利和钱财 苏婉婉觉得自己才这么小 就要操心这么多 无奈地叹了口气 顾方池垂谋有没有破解的方法 有的呀 婉婉点点头 怎么才能将风水改过来 婉婉眨了眨眼睛 有些为难 现在可能还不行 我得回家准备准备 她的符纸今天都没带过来 而且老宅这么大 每个房间贴一张 可能还不够 得去上次那条小巷子再买点 苏婉婉正想着 一个没注意 被人推了一把 婉婉啪大一下跪在地上 此刻脸上还有些猛 顾方池也没料到 会突然出现这么一幕 心里一慌 赶紧上前把苏婉婉扶了起来 婉婉的手有些破皮 好在并不是多么严重 饶是如此 顾方池的脸色仍然不好 她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小团子 她回过头 握着拳头看着眼前的人 周身的气温低的吓人 顾燕 你找死 顾方池黑色的毛子 如同一只正在发怒的雄狮 顾燕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顾方池 这还是那个 懦弱胆小的顾方池吗 顾燕看着紧紧握着拳头的顾方池 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然而顾方池却丝毫没有给顾燕后退的机会 她一步一步地紧逼 直到把人逼到了角落 顾燕被吓得浑身发抖 尖叫道 死瘸子 你走开 呵 顾方池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拎起顾燕的衣领 直接将人提了起来 顾燕心里涌上一丝恐慌 脚须浮在空中不停乱踢 嘴里发出呜呜的哭声 我要告诉妈妈 我要让她不给你饭吃 你放开我 顾方池冷哼一声 直接把人轻轻松松地丢了出去 顾燕顿时疼了 在地上弯着腰惨叫 然而顾方池却并没有打算放过对方 她慢慢走向顾燕 随后毫不留情地踩到了顾燕的脚踝上 啊 只听见咔嚓一声 顾燕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婉婉在身后看得扎折 但并没有出手阻止 顾燕年纪虽然还小 但是她手上可算不上干净 婉婉能够感受到 顾燕身上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不像是人的 更像是动物的 属于她身上的业障也多得吓人 这边 曹叔听见自己儿子的惨叫声 连忙寻声找来 紧接着就看见抱着脚踝痛哭的儿子 脸上温婉的形象终于控制不住了 曹叔立马抱起自己儿子 恶狠狠地看着顾方池 你疯了 顾方池怎么敢 明明他逗 怀里的顾燕都快疼哭过去了 抱着曹叔不撒手 道 妈妈 你把这个小灾心关小黑屋里 不准给他吃饭 不准给他喝水 话音刚落 就被曹叔捂住了嘴巴 原本女人还一副凶狠的模样 此刻眼泪说掉就掉 脸上写满了悲切 小池 我知道你不喜欢阿姨 但是你也不能拿你弟弟撒气啊 顾廷元一上来 就看到这么一幕 主要是顾燕叫得太惨 顾廷元忍不住皱了皱眉 连想到自己妻子说话 顾廷元脸上并没有说话 而是耐心问道 小池 你打的 顾方池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顾廷元顿时不知道 拿自己这个儿子怎么办 一口气不上不下地放在喉咙间 想要指责儿子不懂事 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小池 你告诉爸爸 为什么要打弟弟 顾方池抬眸 仍然惜字如今 他欠打 要不是曹叔来得及时 他真的还想再补两脚 顾廷元 晚晚这时候跑了过来 也不管大人们怎么想 反而还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小池哥哥说得没错 他就是该打 晚晚 苏继周低声喊了一句 事已晚晚过去 虽然他任由女儿胡闹 但是也不能让孩子 在这种场合底下胡闹 晚晚见老父亲 似乎有些不开心 但是小池哥哥 却只有一个人 于是摇摇头 我不骂 老父亲张了张口 既不舍得骂 又不舍得打 此刻连句重话也说不出口 只不过他又想到 晚晚平日里 不是会胡闹的小孩 便走过去蹲下身 视线与晚晚对视 与其温柔 能不能告诉爸爸 为什么要这么说 晚晚撅着嘴 露出自己的破皮的手掌 晚晚的手掌嫩嫩的 因为天气冷 此刻并没有什么血色 因此 手上的伤看起来十分显眼 老父亲的心 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晚晚摔了 什么时候摔的 晚晚委屈极了 解释说 不是摔的 是顾燕推我 想到帮自己的顾方池 还被大人误解 晚晚忍不住红了眼眶 但是一想到今天是干爹的生日 又憋着劲 把眼泪给收了回去 然而这小模样 却把大人们心疼坏了 晚晚不愿意给顾燕 任何解释的机会 认真说 他之前抢我送给 小吃哥哥的平安符 小吃哥哥没给他 他就让人去打小吃哥哥 要不是晚晚看见了 小吃哥哥就受欺负了 你们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找今天送我来的庸人 不过他看见这么多人 欺负小吃哥哥 也不来帮他 哼 顾燕还一口一个瘸子 并且让他妈妈 把顾芳池关起来 不给他饭吃 不给他水喝 晚晚说着 忍不住问顾廷元 干爹 你们家都这么惩罚小孩的吗 顾廷元脸色阴沉 他虽然和苏婉婉相处不多 但是苏婉婉并不是能说谎的人 于是他也不管 还窝在自己母亲怀里的顾燕 而是把目光放到了曹叔身上 神情严肃地问道 能解释一下吗 他结婚晚 顾芳池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三十五了 妻子难产去世后没多久 顾廷元就没打算再结婚 但是因为一场意外 让他和曹叔发生了关系 没多久就有了顾燕 他对两母女谈不上多喜欢 唯一庆幸的是曹叔还算懂事 平日里也懂得照顾孩子 因此 二人结婚后 顾廷元便把大部分时间 都放在了工作上 然而 现在事实告诉他 事情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 顾廷元见曹叔不说话 又问了一遍 曹叔 怎么回事 曹叔浑身一震 他跟着顾廷元身边这么多年 知道男人这时候 已经生气了 可是 他现在脑中一团乱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 他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都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 曹叔人长得温婉漂亮 平日里对谁都带着笑 看起来有涵养 像是一名合格的豪门太太 然而顾廷元想的 却比曹叔要深很多 婉婉的话 让他不禁在想 自己这个大儿子 是不是早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受过很多欺负 又或者 这些都是 受到别人的指示 这么想着 顾廷元看着曹叔的眼神 又淋漓了几分 曹叔 小燕为什么要对自己大哥说这些话 曹叔心下慌张 赶紧道 廷元 我一来就看见 小吃打小燕 就算小燕再不对 作为大哥 也不能对着自己弟弟下死手啊 曹叔的话 四两拨千斤 对顾燕的那些话闭口不提 反而还把责任推到了顾方池身上 晚晚在一旁听得明明白白 皱着小脸 那顾燕为什么能对着小动物们下死手啊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唯有曹叔和顾燕心头一紧 顾燕今年四岁 自然沉不住气 听到晚晚的话他没忍住 连疼痛都忘记了 忍不住反驳道 你放屁 曹叔也是皱了皱眉 小朋友 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 做孩子要诚实 不可以乱说话 说着 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瞪了一下苏婉婉 然而 这种程度的威胁婉婉 直接忽略不计 反而还歪着小脑袋 认真说 妈妈没教婉婉这些啊 曹叔瞬间觉得 威胁一个幼崽 真的是在对牛弹琴 这孩子 压根听不明白 但是曹叔的刚才的话 却触到了苏季周的眉头 今天是顾廷员生日 他不好对着曹叔发难 只能把女儿抱在怀里亲身安抚 随后冷着眸子道 不好意思 我妻子去世多年 的确没有办法教我女儿这些 曹叔张着嘴 不知道怎么开口 苏季周她是认识的 不管是在财经日报 还是在网络上 都有一定的讨论量 曹叔急于解释 却被苏婉婉 直接打断接下来的话 阿姨 顾延杀害动物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它 反而帮着助纣为念 难道你不怕 他们晚上来找你们吗 你 婉婉不喜欢曹叔 曹叔身上虽然没有业障 但是身上的阴气 却一点不少 与别墅里的阴气不同 曹叔身上的阴气 是那些死去动物的 师父曾经说过 存在世界上的东西 都有灵气 惨遭杀害 灵气自然不敢消散 曹叔不知道 可是苏婉婉却看得一清二楚 你是顾延的妈妈 她做的事情你肯定知道 但是你明知道 顾延残害动物这种行为 残忍又冷血 可身为母亲 你却不阻止 我师父说 你这种叫 婉婉挠了挠头 一时间想不起来 师父说的那个形容词叫什么 顾方池嘴角一抽 忍不住提醒道 叫助纣为虐 婉婉激动得点点头 对对对 就叫助纣为虐 曹叔脸色惨白 他怀里还抱着顾延 但是身体却忍不住在发抖 他心里震惊又害怕 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然而顾延明显比大人无措不少 他红着眼 大哭道 死丫头你说谎 我才没有杀他们 婉婉 那你床底下的动物尸体 怎么解释 你放屁 我明明藏到衣柜里的 顾延生气之下道 说完 曹叔就知道完了 而顾延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劲儿地哭 婉婉看着曹叔痴人一般的眼神 耸了耸肩 其实婉婉也没算出来 我炸他的 顾延此刻终于明白 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害怕得失声痛哭 顾延脸色低沉 直接进了顾延的卧室 将衣柜直接打开 一打开 便闻到了一抹浓烈的血腥味 终于 他在衣柜深处 找到了一个被垃圾口袋包着的东西 顾延元内心震撼 拿着口袋的时候 心情已经沉入谷底 他并没有避开苏记舟 而是当着大家的面打开 袋子被一层一层地包裹着 可是即便这样 仍然有新红的血水透出 血腥味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口袋被套了死结 顾延元打不开 晚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来了一把剪刀 蹲下身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剪开 顿时 更加浓烈的血腥味 瞬间遍布整个屋子 顾延元离得最近 他皱着眉头 生理性地想偶 顾方池反应最快 他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 神情复杂 随后直接把晚晚迁到了角落 捂住了晚晚的眼睛 忍不住道 别看 晚晚疑惑 可是晚晚已经看见了呀 刚才那个黑色袋子里 赫然是许多被包了皮的动物 猫 蛇 兔子 死状相当惨烈 在场的大人 看见这一幕 无不震撼 顾延元脸色黑得吓人 顾延 顾延从开没听见过顾延元叫过自己大名 明白自己爸爸生气了 害怕地往曹叔怀里缩了缩 顾延 从你妈妈身上下来 顾延哭着 不敢说话 但曹叔却不敢不从 任由顾延怎么折腾 他直接把孩子放到地上 顾延见没人保护他 也顾不上脚腾 赶紧道 爸爸 是有人污蔑我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 顾延元冷哼一声 那你说是是做的 顾延眼睛咕噜一转 指着顾方池道 肯定是顾方池 他从小到大都嫉妒我 婉婉忍不住问 小池哥哥嫉妒你什么 他小池哥哥 有钱有言还聪明 苏婉婉实在找不出来 比顾方池更完美的小孩了 顾延这个人面向阴沉 一双桃花眼里满是算计 明明才四岁 可是心中的恶毒程度 不亚于一个成年人的心计 顾方池嫉妒我的腿没有残疾 所以一直看我不顺眼 曹叔没想到 自己这个笨蛋儿子 着急赶死 但此刻 他不敢再没有表示 他一巴掌打在顾延脸上 语气悲怆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实话 顾延被打得脑袋嗡嗡作响 他捂着脸 惊讶地看着自己妈妈 曹叔此刻只想明哲保身 哪里还管得上自己儿子 他指责道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大哥 还有 袋子里的尸体是怎么回事 你小小年纪 怎么会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 顾延被曹叔指责猛了 他想要开口反驳 然而曹叔丝毫不给他机会 顾延手足无措 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曹叔见儿子不说话 只知道哭顿时松了口气 然而婉婉却忽然道 阿姨 难道不是你教顾延欺负小吃哥哥的吗 而且这些动物 不是你送到顾延的房间的吗 曹叔想要识口否认 却被婉婉的话打断 不要急着否认 你虽然不是直接残害动物的真凶 但也是知道实情的帮凶 是你一直帮着顾延助纣为虐 是你滋养了一颗恶毒的心脏和人性 你要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因果 这些动物无辜惨死 他们会一直跟着你们 直到你们遭到自己该有的报应 天里昭昭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晚晚话音刚落 曹叔忽然觉自己身边有一阵阴风吹过 曹叔背后冒起冷汗 脸色苍白 但是直到现在 他都在为自己极力辩解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 以后你就知道 我今天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苏婉婉的包子脸带着一丝笑容 面对曹叔阴冷的眼神 像是没有看见一样 小孩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像是雨过天晴时 阳光洒向万物般纯净 他直直地看着曹叔 嘴上含着笑意 曹叔瞬间觉得 最如同阴沟里见不得光的老鼠 他内心深处 那些见不得光的那一面 被苏婉婉一个眼神给窥探 曹叔几次想要开口 可是看着苏婉婉的眼神 顾听员的目光 强大的威压之下 连给自己辨夕的机会都没有 曹叔 你先带顾雁回去 我 曹叔自然不想回去 可是顾听员的耐心 这时候已经被消磨殆尽 他不像以往那样好说话 一个眼神过去 曹叔连枪都不敢开 只能抱着顾雁离开 等曹叔离开后 苏婉婉忍不住朝顾听员 竖起一个大拇指 因为他看到 在曹叔离开的那一刻 顾听员的面相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顾听员却不知道这些 看见干女儿 对着自己竖起大拇指 只能苦笑一声 他看着黑色塑料袋内的尸体 忍不住问道 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即便他是一个成年人 可是当他看见袋子里的这些尸体时 仍然有些不可思议 他无法想象 这是一个四岁孩子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顾听员华在想其他事情 这时候 婉婉忽然凑到了这些尸体边 开始翻动着动物尸体 几个大人都被吓了一跳 赶紧把苏婉婉拉开 苏继周也管不了苏婉婉手上全是血 赶紧把小团子抱在自己的怀里 婉婉 你干什么 婉婉睁大了眼睛 一时间不明白 大人们为什么这么紧张 解释说 他们虽然实施动物 但是死的时候充满了怨气 现在整个屋子全是阴气 想要消散 得把他们超度才行 婉婉看着袋子里的动物尸首分离 即便是被顾雁包了皮 但那血淋淋的尸体上 仍然还有被虐待的痕迹 也就是说 顾雁在这些动物死后 仍然进行着惨无人道的虐待 这些动物的怨气 能消下去才管 老父亲听了自己女儿的话以后 一时间在纠结自己 应不应该把小孩放下去 婉婉见老父亲一直没动静 干脆自己从老父亲的怀里挣扎着下去 小团子力气不是一般的大 苏继舟怕自己抱不稳 只能顺着苏婉婉 将她放到了地上 顾芳池垂眸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了一只一次性手套 递给了苏婉婉 苏婉婉接过手套 一次性手套戴大婉婉的手上 根本戴不住 只不过苏婉婉根本不在意 直接伸手把黑色塑料袋的动物 拿了出来 一旁站着的两个大人 也不可能光看着两个小孩干活 自己也蹲下身开始清理 动物尸体被拿出来大半 冲天的气味 熏得两个大人 时不时地去厕所干呕 反观两个小孩 跟个没事人一样 面无表情地 做着手上的动作 苏婉婉动作最快 很快袋子里的尸体 全被拿了出来 婉婉这时候 才有空抬头 看自己两位脸色惨白的大人 爸爸 干店 你们要是受不了 就先去休息吧 婉婉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这话瞬间让二人受挫 顾婉婉连忙解释说 不用 你干爹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这是小场面 话音刚落 就受到自己儿子那无情的大白眼 顾婉婉气得牙痒痒 想打孩子 不过 当他看见地上一整排的尸体 内心又复杂起来 他无法想象 这些活生生的动物 竟然是被一个四岁小孩 活生生虐待致死 而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异样 要说没人帮忙 他才不信 想到刚才曹叔的样子 顾婉婉瞬间脚底声凉 这时候 婉婉却坐在一旁 手上掐绝 口中念着往生咒 十分钟后 苏婉婉睁开双眼 煞时 众人感觉房间内的温度陡然上升 并且整个人轻松不少 顾芳池走到苏婉婉身边 将苏婉婉搀扶起来 婉婉坐不住 这会儿脚妈了 可怜兮兮地让人抱 老父亲哪里受得了女儿这么撒娇 赶紧把人抱起来 捏了捏女儿的小腿 顾芳池悠悠地望着自己的双手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倒是顾婉婉看见了顾芳池的模样 心里了然 自觉自己扳回一局 顾婉婉心里乐呵呵地 柔声问道 结束了 嗯嗯 到时候干爹你找个地方 把他们埋了就行 说完 苏婉婉想起了什么 又将自己今天在老宅看到的风水问题 给自家干爹说了一遍 顾婉婉听后 心事重重 只不过对着苏继州妇女二人点了点头 随后拿出一张黑卡 婉婉 卡拿着 买好吃的 婉婉没有犹豫 开开心心地收下了 婉婉的衣服沾上了血迹 而且一身血腥味 顾婉婉让人准备了一套三岁小孩穿的衣服 苏继州给他洗完澡 又是香喷喷的小奶团子 宴会散后 天已经黑得透透的 苏婉婉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但是还没忘记自己 要吃蛋糕的事 顾婉婉本来因为发生今天这种事 心情不太好 但是看见婉婉眼睛都快闭上了 却还在提醒蛋糕的事 一下子给饿坏了 于是大腿一拍 让庸人赶紧下去准备蛋糕 婉婉瞬间睡意全无 挖了一声吼 在老父亲腿上坐得直直的 大眼睛盯着一桌子的蛋糕 知道婉婉的饭量 苏继州没拘着他 毕竟苏婉婉虽然吃得多 但十分有分寸 吃饱后无论多馋 都不会再吃了 爸爸你吃这个 干爹你吃这个 两个大人手上都拿着一个不小的蛋糕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塞到嘴里 倒是顾芳池见自己手里没得到吃的 忍不住问道 婉婉 我的呢 婉婉嘿嘿一笑 拿着蛋糕朝顾芳池走过去 小池哥哥张嘴 婉婉喂你 见顾芳池不张嘴 还示范道 像婉婉这样 啊 然而下一秒 苏婉婉把蛋糕直接对到了顾芳池的脸上 空气大约凝固了三秒 最先笑的是顾婷元 他看着自己儿子那副生气 却对着小团子没有丝毫办法的模样 简直乐得要死 快速拿出手机 偷偷拍了几张照片 婉婉没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想要喂口蛋糕给顾芳池 结果直接喂到了哥哥的鼻子上 婉婉心虚地收回手 然而鼻子上的奶油直接掉落 滚了两下 从顾芳池的嘴唇处落到了刚换的小西装上 苏婉婉的脸更虚了 他无助地看了一眼两个大人 结果一个无脸一个狂笑 婉婉只好转过头 心虚又愧疚地 用小手给顾芳池抹奶油 结果奶油没抹掉 还越抹越花 顾芳池只觉得自己太阳穴突突地跳着 伸手抓住苏婉婉的手 还没开口 小团子便红着眼睛道 小池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顾芳池心里一软 想要教训地划到嘴边 硬是被他憋了回去 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张小方帕 细心地给苏婉婉擦着手指 我没生气 以后遇到这种事 动点脑子 也就这小团子想得出来 用手抓奶油 那奶油软绵绵的一团 怎么可能抓得着 婉婉歪着头 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会儿顾芳池的脸色 见对方真的没有生气后 终于放心了 他坐在顾芳池的旁边 见顾芳池的脸也花了 赶紧道 小池哥哥 我帮你擦擦脸好不好 顾芳池脸色下意识一僵 摇了摇头 没关系 我自己来 婉婉没听出顾芳池语气里的嫌气 赶紧点着小脑袋 只不过等顾芳池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换了一身睡衣 顾芳池这时候也意识到 时候不早了 客人也已经走了一两个小时 周哥 明天是周六 要不今天晚上 你和婉婉 就先在我家休息一晚 明天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 苏继周有些迟疑 于是把选择权交给了小女儿 他抱着婉婉 问道 宝宝 今天你要不要和爸爸 在你干爹家休息一晚 婉婉眨眨眨大眼睛 那我可以跟小池哥哥一块睡吗 一旁在沙发上坐着的顾芳池 听见苏婉婉叫她的名字 瞬间挺直了后背 侧着耳朵听动静 顾婉婉看见大儿子这个样子 忍着笑没拆穿 只不过看着大儿子 因为干女儿的出现 终于有了别的情绪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顾婉婉当然想要小团子留下来 于是道 婉婉当然可以跟小池哥哥在一块 婉婉想都不想 赶紧点了点头 那我不回家了 我要跟小池哥哥一块睡 苏继周 他心里也没打算这么晚回去 老宅在山顶 山下全是盘山公路 这么晚走多少有些不安全 只是听着自己女儿的话 心里酸溜溜的 两个小孩被安排在了一起 顾芳池看起来 脸上没什么表情 实际上心里却还是很高兴 从小到大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睡 现在身边多了一个奶团子 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小池哥哥 你的房间怎么没有奥特曼啊 一进屋 晚晚便四处打量了一下屋子 之前宴会的时候 他其实来过一次了 只不过是 匆匆看了一眼 现在才发现 顾芳池的房间 实在是太宿静了一些 房间采光很好 空间也很大 但只有一张床 和一张书桌 以至于整个房间 显得空荡荡的 晚晚想到自己的房间 里面全是洋娃娃 奥特曼和各种贴话 尤其是他回来以后 几个哥哥 几乎每天都买些东西寄回来 现在他房间 都快塞不下了 以后我把房间的娃娃 和奥特曼分你一半 顾芳池本来想开口拒绝 但是看了一眼 自己房间 看起来的确空荡荡的 好 说着 顾芳池从自己的衣柜里 拿出了一套新睡衣 先穿我的吧 家里没有小女孩的衣服 苏家三代没有女孩 顾家同时也没有 以至于他爸每次回老宅 都要被爷爷骂不争气 睡衣穿在苏安婉身上 莫名长了一大截 看着有种喜感 顾芳池在浴室 接了一盆洗脚水 放在床边 过来泡脚 婉婉赶紧点点头 蹬掉鞋子 坐在床边 结果发现床太高 她的腿连地都挨不着 顾芳池 苏婉婉怎么会这么矮 然而苏婉婉却笑嘻嘻地看着她 婉婉腿太短了 够不着怎么办 顾芳池深吸一口气 转过身 从浴室拿了一张小凳子出来 下来坐凳子上 我给你洗脚 婉婉嗡嗡两声 翻过身想从床上爬下去 因为小短腿离地面 还有小小的一段距离 婉婉怕摔下去 干脆翘着脚尖 在不停地试探 顾芳池无奈地摇摇头 直接把苏婉婉抱了下来 谢谢小短腿哥哥不 不用谢 婉婉的声音又萌又甜 一高兴 还动不动轻脸 顾芳池每次都有些手足无措 她牵着苏婉婉 来到小板凳面前坐下 然后蹲下去 给苏婉婉洗脚 小团子的小脚有些肉 脚趾圆润光滑 因为被人捏着有些痒 脚趾头各翘各地 看起来可爱极了 顾芳池也是第一次给人洗脚 只不过婉婉比她想象中乖巧不少 洗脚的时候不闹腾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两个小朋友一番洗漱后 就乖乖爬到了床上 老父亲怕小女儿不习惯 准备进来看看 小团子有没有想老父亲 结果敲门进来 就看见苏婉婉在床上又蹦又跳 别说想没想 她这个老父亲了 就连她进来都没反应过来 还是顾芳池提醒了一句 婉婉才回头看了过去 老父亲的第一句话 却让老父亲扎心不已 爸爸 你还干什么呀 苏继周嘴角一抽 他看着婉婉身上穿的新睡衣 心塞地捶了捶胸口 婉婉见老父亲这个动作 还以为他不舒服 连鞋子都没穿 赶紧跑下床 来到苏继周旁边 仰起小脑袋 眼里充满了担心 爸爸 你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婉婉帮你捶捶 苏继周心梗 咬着牙却神情温柔 不用 爸爸没事 婉婉养着小脑袋 奇怪地看着老父亲 老父亲低头看了一眼 还没他腿高的小团子 心里面一软 揉了揉婉婉的脑袋 爸爸来看 婉婉习不习惯 要是不习惯 就跟爸爸说 婉婉赶紧摇摇头 没有呀 小吃哥哥对婉婉可好了 说完 低着头看着自己白嫩嫩的小脚 把小脚鸭子展示给老父亲看 这是小吃哥哥丢洗大 干净吧 苏继周有些意外 他和顾听源是多年的好朋友 对于好友的儿子 他还是有些了解的 顾芳池这个孩子 虽然年龄小 但是做事说话滴水不漏 但是唯独在感情 这一块 欠缺太多 没想到 今天竟然细心 倒给自己女儿洗脚 苏继周揉了揉 小家伙的小脑袋 小吃哥哥都帮你洗脚了 以后是不是也应该 对你小吃哥哥好点 不呀 婉婉摇了摇头 我对小吃哥哥很好的 所以以后 我会对小吃哥哥更好 苏继周愣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婉婉说的是什么 一时间笑得不行 苏继周没在两个小孩的房间待多久 他又叮嘱了几句后 就离开了 婉婉见老父亲离开 像只小企鹅一样爬上床 婉婉跟顾芳池盖在一个被窝里 感受到小团子身上 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顾芳池身体僵硬 一动也不敢动 婉婉却没有这个顾虑 他脑袋直接睡在顾芳池的身上 小吃哥哥 你一直都住在老宅吗 顾芳池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 接触过小孩 苏婉婉脑袋睡在他胸口上 软软的头发 时不时地洒向他的脸 洋洋的 顾芳池忍不住揉了揉苏婉婉的脑袋 老宅平日里 都是爷爷一个人住 周末我才回来 婉婉点点头 忽然想起 自己还没见过顾芳池的爷爷 小吃哥哥 你的爷爷长什么样子啊 他凶不凶啊 吃小孩吗 我爷爷一点也不凶 师父也不凶 但是以前来道观 拜三清老祖的小孩 偷偷告诉我说 师父吃小孩 苏婉婉一如既往的问题多 顾芳池嘴角抽了抽 觉得自己现在应该装睡 然而 婉婉还在不停地抛出问题 精力旺盛 也不知道 刚才在楼下打瞌睡的小孩是谁 我爷爷不吃小孩 你师父也不吃 那些小孩骗你的 婉婉使劲地点头 嗯 我也觉得你说得对 我师父怎么可能吃小孩吗 最多拿着棍子打小孩 顾芳池皱了皱眉 你师父打过你 婉婉摇摇头 没有啊 我师父说 打我折兽 他生婉婉气的时候 都是打师兄师弟 顾芳池 见顾芳池不说话 婉婉也有些困意 打了个哈欠 没一会儿就眯着眼回周公去了 顾芳池被婉婉的脑袋压着 有些呼吸不过来 他见苏婉婉睡着 把小孩从他身上移开 此时房间里一片漆黑 顾芳池只起身 把旁边的小夜灯打开 他看着苏婉婉飞红的小脸 此刻双手抓着被子 呼吸绵长 顾芳池脸色柔和 给苏婉婉椰好被搅后 也躺了下去 第二天 苏婉婉睡到了日上三杆才起来 昨天晚上睡得太晚 苏婉婉根本起不来 苏继周来房间叫了几次无果后 自己也放弃了 最后还是顾芳池出马 他在床边轻轻喊了几声 苏婉婉立马睁开眼睛 睡眼惺忪的模样 顾芳池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把昨天晚上烘干的衣服 放在床前 将婉婉从床上拉起来 然后有模有样地 给婉婉穿衣服裤子 小吃哥哥 我想吃蛋糕 顾芳池皱了皱眉头 他不明白 小姑娘对蛋糕 为什么这么执着 他忍不住拍拍婉婉的小屁股 快吃午饭了 婉婉一听 瞬间来了精神 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 道 小吃哥哥 他饿了 顾芳池哭笑不得 他牵着苏婉婉来到客厅 爸爸晚晚看见老父亲在沙发上看电视 忍不住扑了过去 一旁的顾婉婉不乐意了 挑了挑眉 乖宝 干爹在这儿呢 晚晚转过头 这才注意到了顾婉婉 干爹早啊 顾婉婉被这小奶婴弄得心魂一颤 恨不得把小孩抱过来亲 只不过亲爹在一旁虎视眈眈 他也只能装作无所谓的模样 只是看着自己目着脸的儿子 顾婉婉酸溜溜的 你看看人家晚晚所有礼貌 顾芳池 爸 苏伯伯好 顾婉婉 他不想理这个糟心儿子 吃过午饭 苏季周便打算带女儿回家 路上 晚晚道 爸爸 能不能去上次的小巷子挖 晚晚想买副苏季周想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晚晚说的是哪天巷子 于是跟司机报了个地名 到了目的地 晚晚牵着苏季周 走进了小巷子 这条巷子 似乎不管什么时候都很热闹 虽然是一条窄窄的巷子 但是里面的古玩满街都是 如果实货的话 肯定会发现 其中大多数都是真品 晚晚来到上次自己买服的地方 老板对苏婉婉的印象 还挺深的 因此 看见苏婉婉过来 立马走过去 小朋友 又来买服纸啊 晚晚点点头 对啊 今天我要五百张黄服 还要一块朱砂老板有些为难 今天服卖完了 晚晚皱了皱眉 没想到自己今天竟然扑了个空 那怎么办啊 他还想着 这几天就把服画完 过几天 就去小吃哥哥家 把服给贴上了 晚晚挠了脑脑袋 怎么回事啊 晚晚明明算过 你家还有服纸才对啊 晚晚以为自己算错了 满脸不开心 哪知道老板心里震惊 赶紧解释道 小朋友 小大师 是这样的 我们家的确还有服纸 只不过这些服纸 已经被天使会提前预定了 您如果要的话 我赶明儿给您留着 说完 老板额头上冷汗连连 他做这行生意的 自然只要世界上有些奇能异试 苏婉婉虽然还小 但是轻轻一算 便能算到自己店内还有服纸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天才 心里正想着是 门内又进来了几个少年 看起来年龄都不大 为首的少年 穿着藏青色道袍 身后的几人道袍 颜色要淡一些 老板心里还想着事情 因此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老板 我们是来拿服的 然而喊了好几声 老板都没有回应 张师兄 他怎么了 然而张怀玉也没反应 他的目光直直地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是 师伯 婉婉听到熟悉的声音 回过头 见到张怀玉立马露出笑容 像师弟的徒弟 你好呀 没想到苏婉婉还记得自己 张怀玉有些受宠落惊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自从上次得知苏婉婉是他师伯后 他每天都往这边跑 没想到今天竟然遇到了 师伯 师父他老人家很想您 希望您去天师会做作 他老人家还说 希望能好好孝敬您 这话 张怀玉都不太好意思开口 毕竟 哪个七八十岁的老头 会对着一个三岁小孩说 孝敬这两个词 但是他师父说出来了 张怀玉见苏婉婉没反应 头低得更深了 您放心 师侄也会好好孝顺 您的 婉婉抬着头 想要伸手 结果张怀玉长得太高 他垫着脚尖 也够不着张怀玉的手 婉婉无奈地摇摇头 让张怀玉不用行礼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张怀玉恭敬道 张 张怀玉 婉婉点点头 怀玉失职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点事 您尽管说 张怀玉觉得自己这么站着 对自己师伯不尊重 直接蹲了下去 苏婉婉垫着脚尖 刚好能到张怀玉的耳边 低声讲了几句后 认真说 就算我先借的 过几天 婉婉双倍还给你 张怀玉连忙摇摇头 别说借五百张皇符 就算五千张 他都得拿出来 于是 张怀玉赶紧让老板 把符拿出来 直接递给了苏婉婉 皇符很薄 五百张也就一捆 但是对于小团子来说 无疑有些多了 老板后来给他找了一个 黑色袋子装在里面 婉婉提着 这才好了不少 苏继周从史之中没有开枪 也没有任何惊讶 他差不多 已经把小女儿以前的生活 了解得差不多了 收养婉婉的老先生年纪很大 前几年开始收徒弟 因此 婉婉的师兄弟很多 因此 冒出这么大一个 失之他内心一点不惊讶 他看了一眼时间 准备带婉婉离开 张怀玉却道 师伯 我师父他老人家等了您很久 您要不跟我们一块去天师会坐坐 婉婉有些犹豫 他抬起头看向老父亲 想要他给自己拿主意 婉婉想去吗 婉婉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想去见师弟 但是婉婉也想爷爷和哥哥了 怎么办呀 苏继周有些好笑 爷爷和哥哥在家里跑不了 既然婉婉想见你师弟 那就跟着一块去吧 张怀玉见苏婉婉犹豫 不自觉地就想到了 自己师父冷脸的样子 赶紧点头 对对 师父说给您准备了烧鸡和蛋糕 就等着您去呢 苏婉婉一听 内心那点小纠结 瞬间就消下去了 赶紧道 我去我去 说完 还擦了擦最近嘴边的口水 张怀玉怪不得师父当初那信誓旦旦的模样 感情这小孩是个贪吃鬼呀 张怀玉在前面带路 还时不时地讲一些关于天师会的事 婉婉听后 忍不住感慨道 没想到 师弟竟然进步这么大 他那时候还小 直记得师父天天骂自己这个师弟没本事 画一张符得废五张 张怀玉听到苏婉婉感慨 脚下一个亮枪 画一张才废了五张 难道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在这个小师伯的眼里屁都不是 只不过这话 张怀玉可不敢当着面问 等到了天师会 张怀玉让人通知他师父下楼 自己则是去茶水间端几杯水过来 几个新来的徒弟跟着一块 他们一路上忍着好奇 这会儿终于找到了机会 忍不住问道 张师兄 这小孩是谁呀 辈分也太高了 张怀玉接完水 认真说 这可是师祖他老人家最宝贝的徒弟 你们以后看见 他可不能怠慢了 卧槽 认真的 不然呢 师父他老人家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师姐 他们这些后辈不也得跟着叫啊 于是 等大家回到会客室 就看见那个对着他们 就是一通骂的师父 竟然这么狗腿 小师姐 您什么时候来帝都的呀 怎么不打个电话 我也好来接您不是 您现在住哪 我在帝都市中心有一套别墅 您要是喜欢 我送给您 我最近得到一根雷积木 您要是感兴趣 我也送给您 七八十岁的老爷子 对着一个三岁的小孩一口一个彩虹屁 语气还有些紧张 反观苏婉婉一脸淡定 好像已经习惯了 突然 苏婉婉叹了一口气 忍不住问道 师弟 婉婉的烧鸡和蛋糕呢 说完 小脸还有些委屈 他已经坐在沙发上快半个小时了 连烧鸡影子都没看见 小师姐 您别急 马上就来了 说完 给站在门口的张怀玉 使了一个眼色 张怀玉是个人惊 立马就明白了 没一会儿 张怀玉提着两只烧鸡 和一个小蛋糕就进来了 婉婉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 他先给老父亲 扯了一个大鸡腿 然后又给师弟扯了一个 想着外面还有这么多失职 干脆把剩下的鸡 让他们自己分 张怀玉受宠若惊 拿着烧鸡有些激动 苏继周没吃 而是有一口没一口地 喂着苏婉婉 吃完烧鸡蛋糕后 香德寿搓了搓手 小师姐 您能不能帮师弟一个忙 苏婉婉吃饱喝足 心情十分不错 听到香德寿的话 没有丝毫犹豫地点了点头 香德寿心里大喜 赶紧道 是这样的 咱们这天师会吧 除了我和几个师兄弟 就没什么人了 师父一走 咱们天师会 说完重重地叹了口气 苏婉婉抬眸 不解地问道 天师会怎么了 天师会的存在 不被外人知晓 但里面存在的 都是奇能一世 国家有难 绝对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批 自从苏婉婉师父离世后 天师会相当于 失去了一个顶梁柱 这几个月 香德寿忙得不行 各方势力使劲打压 最近他忙得焦头烂额 今天好不容易 把苏婉婉带过来 香德寿自然有自己的考虑 小师姐 以后您只要每周过来 教教他们 画幅和看向即可 香德寿说完叹了口气 如今奇能一世不好找 别看全国倒是多 但真正有本事有天赋的 少之又少 尤其是现在灵气枯竭 别说看向往 就连画幅都画不好 香德寿对着苏婉婉发牢骚 婉婉听得懵懵懂懂 可是他既然答应了香德寿 当然要履行约定 婉婉还在上幼儿园 只能周末过来了 香德寿嘴角一抽 这才想起他家小师姐才三岁 也行 那到时候 我派人去接您 说完 香德寿想了想 问道 今天正好周末 咱们天师会新来了几个弟子 您要不去看看 婉婉恩了一声 但是想到自己老父亲还在一旁 还是打算问问苏继舟的意见 婉婉想去就去吧 得到苏继舟的同意 香德寿便带着苏婉婉来到练习室 天师会总部 是一所大宅院 占地面积大 不管是外部装饰 还是内部装饰 都十分古朴 婉婉被香德寿牵着 路过的人纷纷看着二人 像会长牵着的小孩是谁啊 难道是哪个世家的孩子 看着不像吧 是不是会长的孙女 不是说会长没老婆吗 香德寿可不管这些人说什么 他牵着苏婉婉 走到了练习室 房间内 大约有二十几个 穿着青灰色道袍的男人 婉婉看的一圈 最小的应该只有十七八岁 年龄大的也有五六十岁了 这些人看到香德寿 纷纷行礼 香德寿看着桌子上 成堆的报废符纸 忍不住念叨了几句 徒弟们低着头 像只鞍唇一样 躲在角落 香德寿气不打一处来 低下头 低声道 小师姐 给他们露一手 婉婉重重地点点头 她站在一张桌子面前 点了点脚尖 结果发现自己连毛笔都够不着 婉婉有些委屈 又跑回去开着自己失地 婉婉够不着呀 香德寿微微有些尴尬 赶紧把小团子抱在板凳上站着 婉婉这才拿到笔 然后随手在桌子上 拿了一张干净的黄符 开始低头画符 苏婉婉下笔 没有任何犹豫 寥寥几笔后 金光闪现 师弟 成了 婉婉把符递给了自己的香德寿 香德寿看着婉婉减变的 不能再减变的符咒 忍不住嘴角一抽 虽然知道婉婉的本领 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但是她小师姐的能力 实在是太耀眼了一些 倒是一旁的徒弟们 看见苏婉婉的符纸 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这 这就成了 怎么可能 画符难道不应该先沐浴 拜祖 焚香 新成吗 结果这小姑娘 直接捏着笔 随便在符上画了几笔 就成了 婉婉回过头 看着说话的天师 点了点头 成了呀 你要是不信 我用给你看 苏婉婉话还没说完 就被香德寿捂着嘴 小师姐 您可别在这掩饰啊 到时候 房子都给被劈穿 想当初她还在C室的时候 师父她老人家的道观虽然小 但是样样不缺 就连正殿的三亲 老祖相都是镀金的 结果 自从这小祖宗会拿笔说话后 道观天天被劈 以前师父她老人家 好歹还修一修 可是这小祖宗 实在是太厉害 一天劈一个屋 师父她老人家 最后直接放弃了 但是现在屋里 还有这么多人 要是小师姐 不小心劈着人怎么办 香德寿语气有些慌张 但那一生小师姐 可是结结实实 涌入了这群天师的耳朵里 师道传承 对他们来说十分看重 对于比自己小辈分 却高的人 他们并不是没遇到过 只不过苏婉婉 这么小的年纪 还是让大家惊讶了好一会儿 反应过来后 便有人带头朝苏婉婉行礼 苏婉婉对这些东西 弄不看重 她扬了扬手 询问道 你们会五雷符吗 众人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五雷符 不仅仅是画出来这么简单 其中还得念咒 请出雷公殿母才能完成 但是如今 这些都是传说 五雷符当今 也没几个人能画出来 就算画出来了 五雷符的能力 也会大大得到折扣 有个年轻的天师 看着神婉婉软萌萌的 便大胆道 五雷符早就已经失传 就算是会长 也未必能画出来 更别说请神了 婉婉知道 会长就是湘德寿 文言 抬头看了一眼地方 眼中有种恨铁不成钢 湘德寿惭愧地低下头 赶紧道 是师弟学艺不经 实则心里有些委屈 先不说他本不擅长画符 就算他精通画符 也未必能画成功 这世上除了师父和面前这个小祖宗 谁还有能力请神 婉婉见湘德寿认错这么诚恳 又想着对方都已经是当师父师祖的年纪了 当着大家的面嫌弃人家不好 于是沉重地叹了口气 湘德寿更加惭愧了 新来的天师恨不得此刻就钻到地缝里 婉婉对着大家道 那我们就从五雷符开始吧 众人惊恐 有的天师连忙道 这怎么能行 就算我们画出来了 也未必能请神成功啊 婉婉歪着头 似乎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请神不成功啊 他每次念咒的时候 都成功的啊 湘德寿无奈 小师姐的天赋 是天道老爷追着喂饭吃 哪个神敢不给面子 湘德寿心里富费 但是对于苏婉婉要教这些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阻拦 只不过看着婉婉手上那张五雷符 湘德寿有些眼馋 小师姐 这张符能送我不 婉婉毫不在意 随手就对方 湘德寿欢欢喜喜地接过符纸 拍了一张照发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湘德寿图片很快 群里便有人回复他 骆天阳 这五雷符哪来的 哇 我想要看着飞 我